老师 你刚才与周满谈了许久 他的医术 于在你之上 初见他时 他虽然能拿出比我更好的方法治疗因祸 但一是仗着他的针灸之术 二则是因为他年轻正当年 这和年纪有什么关系 自然有的 我一个糟老头子说的话 病人只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更不要说我开的那些药方 罢了罢了不提了 他给因祸开的方子是养精蓄锐 然后下猛药让他爆发出生命力 持续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留下子嗣 因为这是家属的要求 周满道好 直接和病人里应外合偷偷停了他的药 换了另一种药方 他当时仔细地看过 药是指单纯服用周满给开的汤剂 因祸必死无疑 因为汤剂虽然温和 药效对他的身体却难以达到那个点的作用 但他会用针灸 针灸激发了药效 甚至引导药效行走全身 因此因祸才能靠着那温和的药方活了下来 还因为减少了药毒 不管是身体和心理都好受了许多 不过老谭太医一直认为 最关键的是周满打开了因祸的心结 这才是保持住因祸活力的最重要原因 在这一点上 他一个脏老头子自然是比不上周满的 所以当年他只经验于周满的针灸之术 对他的诊断和开方之术只给了尚且智能的评价 可在几年他的诊断和开方之术 已经能够让老谭太医同样惊艳了 老谭太医无限惋惜 实在是可惜 这样的人却拜了一个儒生为师 何该拜他为师才是呀 魏大人的病症不在表 而是在理 皮毛上的症状好诊断 已经有了症状的病也好诊断 但像魏大人这样未曾表现出来 而内里已经千疮百孔的病 只有经验丰富的大成医者方能看得出来 只我知道的大夫周 世间能诊出这一病症的 包括我在内不超过五人 而今周满是第六人 这样的医者 他这样的年纪 一直留在京城之中 可惜了 老师 我记得你当年生为吴品太医前 也曾告假过两年 顺着魏河往下走到了岭南吧 他需要见到更多的病症 可他是女子 且还成亲了 其夫君是中书社人 哪里走得开呀 你太小看他了 就好比几年前的我也低估了他 当年他知道他很厉害 却未曾想过他可以这么厉害 满宝已经去翻他们带来的医书中 关于助棉香料或各种药包的使用方法了 刘太医跟在他的身边 见他翻书基本只翻开目录 不由抽了抽嘴角 别看了 带来的医书中就没有涉及香料的 你要实在想看 只能开了条子 回太医院 让人把书带来了 要不然我回去一趟吧 快马加鞭 明天一早起程 后天上午就能回来了 刘太医想了想 现在他和萧院正都在此 终满暂时离开 问题倒不大 你去问过萧院正 刘太医 您对香料熟悉吗 不说 树叶有专攻 太医院里对香料一类比较熟悉的 应当是已经致视的纪太医 满宝一听很是惋惜 他对香料也不熟 特别是药香 不过现在助棉的香料 也就那几种 先不说是否对卫打人有用 就算有用 卫打人会用吗 为什么不用 因为贵 没事 到时候让陛下送 刘太医便不说话了 老谭太医和萧院正感慨了一下周满的医术 进去看过周满定下的治疗方案后 自觉没有可补充的了 便请辞下山去 满宝觉得老谭太医很厉害 之前他们只在因祸的病上有过交集 这一次因为卫大人 他们论起病症来 这才发现京城里竟还有这样一位厉害的老太医在 说什么也不肯放过 老谭太医 您何时回京 今日已经晚了 陛下若无其他的吩咐 我明日便回京 我随你一起回去吧 满宝趁机和萧院正请假 他得回去找书 萧院正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 还是微微点了点头 满宝觉得他的目光有些怪 但只是略一思索 就被和老谭太医同行的兴奋冲掉了 天气太热了 我此次出行没有带马车 老谭太医不计我和您同车而回吧 不介意 周太医不是要快马加鞭的回去吗 我突然想起青天剑说过 这几日高温烈日 要谨慎外出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保重身体 刘太医还能说什么呢 老谭太医去和皇帝作别 顺便告诉他和魏大人 他们商量出来的治疗方案 一种是词官休养 这一条不用详细说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 第二种就是边工作边调养 能不能治好不一定 但要尽量控制住不恶化 皇帝和魏之都选择了第二种 因为其中会用到针灸 而且周满会一直随时在行宫这边 所以魏之变成了他的专属病人 对 还有皇帝 他此时也在病中呢 满宝顺便提起安眠香的事 趁明日就和老谭太医回去 取一些医书来钻研 临时报佛脚吗 我会努力地抱住 这让你有作用的 皇帝说不过他 撇了撇嘴后硬了 满宝就高兴地告退 趁着有时间跑去找长玉 我明天要回京城了 你要不要我帮你带吃的 你回京城做什么 我陪你一起回去吧 这么热的天 你本来就是来避暑的 跟着我跑回去做什么 我是回去找医书呢 父皇的病很严重吗 这两日又是请萧院证 又是宣召刘太医 今天更是请了老谭太医 可是他去请安时 父皇的脸色明明还挺好的 也照常处理公务 要不是他的寝宫里有药味 他又看着他喝药 他几乎要以为父皇是装病了 本想休息两日偷个懒的皇帝 因为未知生病的事 他到底还是没能偷懒 不是很严重 放心吧 过不了几日就好了 不过是我想找些安眠箱 和安眠药包的方子 随便回去查医书 安眠箱 这个东西我有啊 说的话 我记得明达手里 就有几张条箱的方子 你要不要问一问 好呀 长玉就和满宝手牵着手去找明达 你回来的时候 帮我带一份东市里的卤肉 寄去了东市 再帮我带一些炒栗子 还有九幅楼的烤鸡 可惜愉快不好外带 须得新鲜着才好吃 哦对了 你大嫂做的豆花也好吃 等我回去就让我大嫂做 啊 此时做豆花放水里震一震 甚是美味 长玉就高兴起来 拖着他加快了脚步 走 去问问明达 他可有想吃的东西 明达没有 倒是白二郎有许多想吃的 主要行宫里的饮食 要比京城里的清淡许多 最主要的是 在京城 他们可以时不时地 出去逛街吃东西 但在行宫里 他们可以时不时地 骑马出去打猎 还可以时不时地 去地里摘点瓜果蔬菜之类的 唯独就是没有集市给他们逛 白二郎嘴馋 长玉也说 一开始还好 几日下来 我嘴巴都快没味了 满宝也馋 尤其他们还点了这么多菜 于是咽了咽口水 我都给你们买 然后大家一起吃 这可不是他贪嘴 而是给公主们买的 满宝还悄悄地问白膳 你还有什么想吃的 到时候我给听到菜单上 都说是长玉要的 你这栽赃 倒是栽得光明正大 长玉不会记忆的 这会儿大嫂应该不在京城 而是在蒲村 从那里过来不远 你要是想吃 出去以后派人回去一趟 山下便有庄子 让大嫂他们将东西送到山下 以后让长玉公主派人下去取就是 不必这样大费周章 我怎么没想到 这次回去 你把大嫡他们带上 让他们给你泡团 别晒着了 嗯 皇帝这一天都很忙 因此没空看太子送来的信 后来则是忘了 老谭太医的诊断 表明未知的身体不乐观 他不太高兴 就不想再思考私事 因此一心扑在折子上 想用公事麻痹自己 等想起太子 似乎叫人送来一封信时 大家意识过一波 正中场休息 皇帝翻着岸上的东西 这才看到太子送来的信 于是随手就拆了 看到信 皇帝才知道 外面的流言是有多汹涌 他目光扫过屋里的大臣们 心中冷哼一声 脸上却温和得很 朕今日觉得精神好了许多 周太医有功 爱人 去苦房里找两匹卷布赏给他 是 苦中愣了一下后 功声应响 底下的大臣们面色不变的恭维 大家谁不知道 生病的是未知 皇帝就是个幌子呀 不过能够让皇帝自愿成为一个幌子的臣子 天下间也没几个人吧 韩尚书记人悄悄地看了一眼未知 怎么看他都不像是只有几年时间的人 看着活蹦乱跳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皇帝赏完周满 吃过五十时候还带着大臣们 顺着树荫出去溜达了一圈散布消食 让大家都看见了他的龙颜 病重的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而此时 满宝和老谭太医已经回到京城 他先把老谭太医送回谭甲 这才依依不舍地牵着马离开 老谭太医也有些依依不舍 这一路和周满交流医术 他颇有所得呀 满宝收获更大 觉得前面几年竟然漏掉了老谭太医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他已经在磕磕空间里的书架上扒拉着了 想着用什么书或是方子 去找老谭太医交换些医术或者经验 满宝一边想着一边回到周宅 刘老夫人微惊亲自带着正式过来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祖母 我回来找医书的 明儿一早就走 啊 善宝和你在行宫还好吧 挺好的 二郎可还乖巧吗 有没有惹祸 您放心吧 有明达公主在 他惹不了祸 陛下疼爱明达公主 所以他们的住处就在长寿殿边上 离得可静 听白善说 白二郎现在每天都要给帝后成婚定型 偶尔还被皇帝拉着考教功课 被拎到殿里一起听老大人们议事 可苦了 刘老夫人一听便放下心来 见他放下东西就要进宫去 连忙拦住他 这会儿天热 不如等凉快鞋再进去 而且你还没用五十吧 嗯 那我先用五十 不过还是不等凉快了 这会儿等到太阳下山也未必会凉快 那我让人给你准备马车 坐着马车去 好歹能遮住太阳 嗯 满宝应下 便和刘老夫人急正式去用五十 她将昨天晚上写下的单子交给刘老夫人 全是长寿公主他们托我带的 祖母 您帮我把东西都买回来吧 我明儿一早带上就走 刘老夫人看了一眼后忍不住乐 这上面可是有好些吃食 是满宝和白扇喜欢吃的 哪里就全是长寿公主他们拖着带的了 好 我一会儿啊 就派人去找店家预定 让他们明儿一早再做 这样新鲜些 到时候再使下人去取 你直接拿到行宫去就行 嗯 正式也跟着看单子 你大嫂不在家中呀 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让人去蒲村找大嫂了 明天他们直接送到行宫那儿去 手天热也不要贪食 嗯 满宝印下 保证他们不会贪食的 毕竟行宫上这么多人呢 不说还有因祸几个 跟着大臣们去的家眷 其中有不少是白扇他们国子剑和崇文馆的同窗 见到面了 那不得意思意思吗 满宝运过午时 略一休息就进宫去了 皇宫的气氛有些沉闷 守门的侍卫们看到他从马车上下来 都纷纷瞪大了眼睛 心中各种猜测都有 大家都目光炯炯地看着他 满宝一脸疑惑地与他们对视 试探性地往宫里走 见他们一直都盯着他 不知为何 他突然有点心虚气短 不由多解释了一句 我是奉旨回京的 可不是偷跑出来的 侍卫们无语 他们想问的是这个吗 他们想问的是 皇帝老爷子是真的病重了吗 他怎么不在跟前伺候着 反而回来了 但没人敢问 毕竟有窥视圣体的嫌疑 他们担待不起 满宝脚步有些发虚地跨过宫门 还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 见他们还是盯着他看 就提着心问柯柯 柯柯 他们怎么怪怪的 难道是我的衣裳没穿好 满宝还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 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腰带和胸口 但没什么问题啊 而且他出门的时候 可是留祖母和婆婆送到院门口的 要是有问题 他们肯定会告诉他的 满宝心里安定了一些 但还是有点虚 柯柯来回扫描了几回 也找不出原因 觉得人类这种智慧生物 还是太复杂了 满宝一脸莫名地往太医院去 他决定先去太医院里找书 再去重温馆 这样下午还能和庄先生一起出宫回家 皇宫里的气氛比之前的更加肃穆 多了几分小心翼翼 每个人看见他都瞪到了眼睛 想上前又不敢上前的样子 满宝垂着眼眸思考起来 一边上台阶一边想 难道就在他们去行宫的这几天日子里 宫中出了大事啊 可他也没听说呀 雍州和京城又不远 消息传递不慢 若是出事 皇帝不可能不知道呀 他可每天都去见皇帝呢 正想着身后传来呼唤声 周大人 周大人 满宝回头看去 就见远远的 吴公公带着两个小内侍正往这边跑 他挑了挑眉 龙手站在台阶上思考 看着吴公公慢慢跑进 然后喘了两口气就往台阶上跑 满宝心里啊啊啊的大叫 问柯柯 啊 公主有规定 不得及行 这还是吴公公告诉我的呢 难道太子出事了 总不能是他造反了吧 柯柯也吓了一跳 顾不得和宿主要积分 直接就朝东宫扫描去 然后延伸向整个皇宫 扫过去后 他也有点不太确定 皇宫的守备是比之前更多 也更严密了 但太子现在在东宫 并不在太极殿里 哦 你的那些同僚大臣们 他们现在都在东宫里正在商讨国事呢 你们人类历史上的造反 不都有死人吗 老唐大人也在吗 嗯 在 满宝就松了一口气 他在 那问题就不是很大 几句话的功夫 吴公公已经带着人跑上来了 满宝扬开笑脸迎接上去 下了两阶台阶扶住他 好奇地问 吴公公 什么事这么急啊 吴公公咽了咽口水 匀了一下气 抓住周满的手 咋家 正要去太医院请人呢 正巧就听人说周大人回来了 所以就赶着来请周大人了 太子妃身上有些不太舒服 想请周大人去看一看 太子妃这会儿肚子已经有六个多月了 满宝吓了一跳连忙问 有何症状 吴公公哪敢诅咒太子妃 因此低着头含糊其词 满宝见他这样 还以为射击机密急得不行 东宫可有太医或者医里在吗 有没有药箱 这个有 吴公公连连点头 于是满宝也顾不得 他一公里是出了什么事 拎起裙子就往东宫跑 吴公公瞪大了眼睛 伸手响蓝 他已经快速地下台阶 眼看着就要下完了 他连忙追上去 周大人 你慢些 你慢些 太子妃他 也不是那么严重的 可怜吴公公才缓过一口气 也只能拎着袍子跟在后面跑 两个小内侍则跟在吴公公的身后 巡逻的侍卫看到他们跑动 眉头一竖就要喝止 看到追在周满身后的吴公公 顿时憋了下去 吴公公跑过去还得解释一句 太子妃要请太医 看着他们跑远 有侍卫忍不住说 太子妃不会有事吧 闭嘴 公为密室 其实我得能议论的 做好自己手上的事就行 大家历时低下头去 滴滴地硬了一声 但心里也不由猜测起来 生活在顶端上的那几个人 任何一个出事 那都不至于一场地震 满宝体力好 精神也不错 以流烟跑进了东宫 宫女内侍们都对他很熟 看见他跑进来虽然惊讶 却也没拦他 由着他一路跑到了东宫后院 太子妃还没收到消息 他正在屋中床边的榻上午睡呢 有两个宫女一左一右地给他打讪 屋里屋外还坐着好几个宫女内侍 或是在坐针线 或靠着柱子昏昏欲睡 满宝跑进来的动静不小 在皇宫里 冰点动静都显得很大 于是守在屋外的人立即惊醒过来 看到满宝威亚 周大人 您回来了 太子妃呢 见他额头脸上都是汗 宫女脸上的笑容微顿 也有点紧张起来 在屋里午睡呢 周大人要求见 得略等一等 奴婢这就去禀报 说吧 转身就要进去禀报 满宝却一把抓住他 疑惑地看着他 太子妃无事 娘娘没什么事 满宝便慢慢地松开了他的胳膊 这才从袖带里掏出手帕擦汗 行了 没事了 不必禀报 宫女微微醋眉 有些不解 恰在此时 吴公公带着两个小内侍 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 宫女内侍们都惊讶地瞪大眼睛看他 这是出了什么大事 一个两个都跑成这样 吴公公也不敢在太子妃的院子里喧哗 追上来指着满宝喘得说不出话来 半赏才压低了声音 小声说 您 您就不能慢一些吗 满宝这才掐腰看着他 有些生气 吴公公 你为什么骗我 害我一顿好吧 哎哟 姑奶奶哟 你小声些 咱家先给您赔个不是了 是殿下要见您 可这如今风雨飘摇的 殿下不好鸣着召见 为何不好鸣着召见 什么就风雨飘摇了 吴公公仔细地看了看周满的神色 呼出一口气 轻松了许多 那是小的们口误 该打 该打 周大人 您看我们要不换个地方 满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这才哼哼两声 跟着他去太子的书房 太子此时并不在书房 而是在东宫的另一头 沾示府里 吴公公将周满请到书房 立即让人去欺茶 而太子妃那边 宫女们见他们走了 略一思索便转身进屋 轻轻地推了推太子妃 太子妃睁开眼睛来 意识还有些茫然 怎么了 娘娘 周太医从行宫里回来了 太子妃一下从榻上撑起身子 她怎么回来了 可是行宫那边出了什么事 宫女蹲下去给她穿鞋子 奴婢看着不笑 倒是吴公公又娘娘 框了周太医过来 看着似乎是一路跑过来的 满头满脸的汗呢 现在人在哪里 被请到前头书房去了 殿下还在詹事府呢 太子妃就扶着宫女的手 挺着个大肚子去前面书房 一进门便听到吴公公正在陪不试 手上还端着一杯茶 看到太子妃过来 她吓得跪在了地上 就算是太子的示意 她以太子妃将人请过来 还是用的那样似是而非的借口 是很忌讳的 满宝暗暗瞪了吴公公一眼 从她的手里接过茶杯 起身 随手放在了桌子上 笑着上前和太子妃见礼 吵醒娘娘了 太子妃冲她伸手 扶住她的手笑 要不是底下的人说 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哪里来的吵醒 她偏眼看向吴公公 这老奴才 真是越发没分寸了 等我罚她 她就是和我开个玩笑 也是我不好 你问清楚就跑来了 没有接上娘娘就好 太子妃扶着她的手 坐在了椅子上 既然来了 不如给我摸摸麦 看到周满头发里渗出来的汗 便知道是刚才跑得狠了 她又扭头吩咐宫女 去给周大人打盆水来 梳洗一下 吴公公悄悄地起身 悄悄地退了下去 大松一口气 满宝洗了一把脸 又将手洗干净 这才觉得没那么黏糊糊的 立即有宫女 捧着铜镜上前 要帮她诚心梳妆 满宝拦住了 只让他们 重新梳了一下头发 她随手挖了一些 润白霜擦在脸上 不必太反锁 等收拾好 满宝才去给太子妃摸麦 这是她第二胎了 前面一直养得挺好 现在满宝看着也没什么问题 只当事情平安麦了 太子总算找了个空隙过来 一看到她 太子妃就扶着腰起身 微微行礼 切身让人准备了些甜点 现在去看看好了没有 将说话的空间让给了俩人 其他人也都退下 只有吴公公低着头站在一旁 太子直接问周满 陛下身体怎么样了 挺好的 皇后也挺好的 明达公主和长玉公主也都好 满宝以为只是日常问候 便挨个都说了 免得她一个一个问了 太子仔细地盯着周满的脸看 见她一脸莫名其妙地回望着她 她便知道她说的是真的 于是微微醋眉 那行宫为何 宣召老谭太医 那是给 满宝说到这里顿了顿 这才想起来 魏大人生病的事算机密 她现在的卖案 都是和皇帝的封在一起 除了萧苑正和她外 没人有查阅的权限 太子就盯着她的脸问 说 老谭太医 是去给魏大人看病的 魏大人 魏大人怎么了 身体不太好 满宝说得含糊 太子就用眼睛瞪她 殿下 现在魏大人的卖案是和陛下的封在一起的 太子便垂下眼眸思考 虽然周满说的不多 但这句话本身就表明了很多 只怕魏大人很不好了 不然父皇不会既宣召老谭太医 又将他的卖案和自己的封在一起 太子瞥了一眼紧张地周满 不再为难他 行了 你下去吧 满宝松了一口气 这才功身退了出去 也不吃太子妃给准备的甜点了 直接往重温馆去 找到自己要找的书后就走 皇宫里还是太危险了 太子看着他跑远 这才回头看向太子妃 吃笑了一声 今儿个你们吓他了 明明是殿下吓他的 太子妃将一盘点心放在桌子上 扶着腰坐在椅子上 若有所思 所以 父皇无事 只是魏大人病得厉害吗 怎么就要瞒着外人 啊 短时间之内 应该无事 不然皇帝不会隐瞒 以他爹的为人 未知要真是重病处理不了公事了 他肯定会让对方休息 安心养病 然后隔三差五地去问候 以设恩宠 顺便也问一下正事 向对方肚子里的东西都炸出来 需要隐瞒 说明病虽重 却有可能治愈 目前看着应该无碍 太子垂谋沉思 那如果魏之离开 那谁会接他的位置呢 门下省这个位置可至关重要 陛下的旨意都需要先过门下省审核才能发下去 消息灵通的一些人也在想 谁适合接替魏之的位置呢 除了皇帝和魏之自己 此时怕是没有多少人觉得魏之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停留太久 就是此时和魏之在同一个院子里公办的韩尚书记人也都安安思索 不知他们是否能有更往前一步的机会 满宝则在太医院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安眠的房子 尤其是香料一类的 他要蹲在地上 将翻出来的房子一目十行地扫过 眉头越来越紧 刘三娘捧着几本书如风一般走进来 师傅 这是我才从书架上找出来的 您看看 满宝就将方子收了塞回去 起身接过看了一眼 便抬头看向刘三娘 见他肚子小巧却又圆溜溜的 便伸手摸了摸 走路慢一些 不要太快了 你这一胎养得不错 刘三娘不好意思地低头一笑 满宝翻了翻书 微微汗手 不错 这几本书我都用得着 师傅 这安眠药是要给谁用的 为何要侧重香料呢 安神药的效果不是更好吗 他需要吃别的药 下来安神药有些充的药性 满宝没有告诉他是给谁用的 将书收好后问 你知道太医院里谁对香料有研究吗 要说在这方面钻研比较深的 应该是以前的纪太医 以前我做医女的时候 纪太医就喜欢用熏香与人治病 他常给人治外伤 有些小贵人吃不下止痛和麻药 但一看到刀子就哭 他就会给他们熏香 闻上两三克中 病人就昏昏欲睡 此时清理伤口就会容易些 这个好呀 有些病人年纪小 的确是喝不下汤气 也不适合汤气的 熏香有危险吗 倒是听祖父说起过 熏香也是有危险的 若是吸入过多 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所以纪太医每次都不敢多用 满宝就思量起来 看来以后有机会还得拜访一下纪太医 他小声问 刘太医和纪太医关系如何 还行吧 不过纪太医和谭太医关系最好 不然您问郑太医也不错 以前郑太医就在纪太医手下的 还是纪太医致事以后 郑太医才能独自开方看诊 成为主医的 满宝心中就有数了 我知道了 回头我找机会去拜访 满宝拿了书这要离开 出到院子里 就见卢太医他们正在院子里 围着一张桌子说话 他便好奇地上前 这是什么 突然看见他 卢太医等几个 才从太医署里回来的太医 吓了一大跳 周太医何时回来的 满宝扬了扬手中的书和纸张 回来找几本医书 明儿就要去行宫了的 这是什么 哦 这不是头服吗 天气越来越热 我们太医院便包了一些药包 打算分下去 从医女医住开始 每个人都有一份啊 满宝拎起一袋 用菜色的袋子编织了篓子 里面放了好些药包 他闻了闻 看到上面有写字 就翻了翻 发现有消暑的药包 还有蛆虫的 指腹泻 治疗十亿的 都是平常能够见到的药包 不是很贵重 但重在贴心 满宝就撞了双眼珠子 只给在职的人发吗 我看已经知识的老太医们那里也送一份去 反正东西也不贵重 聊不要我们的心意吧 东西的确不贵 这几年知识的太医也不多 如今还留在京城的更没有几个了 所以卢太医直接就能硬下 不过他没硬 因为他觉得很好奇 你素来不管这些数物 今天怎么有兴趣 就是一些建议 突然想起来就提了 你要是不乐意就算了 满宝放下手中的药包 转身 我的那份回头让三年二领回去就行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卢太医等人目送他离开 彼此对视一眼后 便心中有数了 他们没有开口问皇帝宣召老谭太医的事 因为知道周满没有主动提及 那就是机密 他们问了也得不到什么消息 但看现在周满的神情和形势 他们也就心中有数了 皇帝应该没什么事 于是大家气愤一松 该干嘛干嘛去了 卢太医想了想说 多准备几份 给老谭太医和纪太医 他们这些已经致氏的人 也送一份去 是 满宝出工后并没有立即回家 而是去了一趟西市 专门看香料去了 可惜市面上有安眠效果的香料并不多 一般来说 这种香更多是各家自己调制的 香的方子可也不便宜呢 一般人家都没有 不过因为有了准备 满宝倒也不是特别失望 看了一下时间便回家去了 第二天 他带着大吉他们出城去行宫 刘老夫人一早就派人出门 将昨天他们预定的各种吃食给买了回来 满宝带着一堆东西走了 到了行宫的山脚下 远远的满宝便看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牛车 到了跟前满宝就跳下去 冲上去 大哥 大嫂 周大郎和小前世回头 见到他大喜 立即迎上去 还以为见不着你了呢 这么多兵士在这儿 我们也不敢太靠近 我才从京城过来呢 大嫂 你们在蒲村热不热 还好 乡下地方有水有树的 也热不到哪儿去 小前世仔细打量了一下满宝 伸手摸了摸他额前的头发 都是你 来回这么奔波 热不热啊 满宝笑着摇头 先让大吉拿着牌子去通船 这才拉着小前世和周大郎 逼到树下的阴影处 地里要浇水吗 需要些 但还不算特别汗 早给了几块比较缺水的地浇些水 其他的 里长说过一段时间 有可能会下雨 我回头帮忙问一问清天姐 大嫂 你们做豆花了吗 做了 早上做的 我跟你提了一桶来 还有糖水也给你煮好了 你们可以放井里镇一镇 这样好吃些 嗯 满宝从马车上拿出来几包药 这是消暑的药茶 回头你们可以熬了当茶喝 嗯 哦 明儿还要不要给你们送豆花 不必了 等我有想吃的东西了 我再让人给你们送信 到时候大嫂子都给我送过来 好 满宝就让大吉三个提了东西上去 因为买的东西多 他也提了两手 肩膀上还挂着一个装书的包袱 检查的侍卫默默地看着他 满宝和他们熟呀 以前在京城也是守过宫门的 即便叫不出名字 也是时常照面的 于是满宝与他们打招呼 那是我大哥大嫂 以后他们要是找来 劳烦兄弟几个帮我通病一下 满宝也不是白说的 他云了一只烧鸡给他们 快煮五十了 给你们加个菜 几个侍卫低头看了一眼 用荷叶包得很好的肥鸡 想到进来的伙食 咽了咽口水 又瞥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 周大郎和小前世 默默地点了点头 满宝高兴起来 通过检查后就拎着东西进去 回头我让人给你们送些凉茶过来 这么热的天正在门下 可别中暑了 满宝回头 大立的和周大郎小前世挥了挥手 这才提了东西上山去 才往上走了一段 就碰见白膳几个 他立即拖着魏玉和白二郎几个下来 伸手接过满宝手里的东西 你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啊 单子上立的我都买了 魏玉和白二郎也连忙上前 满宝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好奇地问 你们这招上哪儿去 接你呗 还能上哪儿 他昨晚就找我们说好了 五十手伤的世忙完 就下来接你们 密密码和车可以上去 偏意大人讲究 除了送工和紧急公务的人外 其他人不得使用管道上山 这是为了行工的安全 你少抱怨两句吧 说不定这话一会儿 就传到阴大人耳边了 白二郎立即捂住嘴巴 满宝没让他们拿他背上的书 与他们一起爬上山 你们吃五十了 没有 这才五十呢 五正时候再吃也不吃 公主让人做菜了 一会儿在我们院中设宴 周大人一会儿 同去用饭如何 想的人多吗 就我们这几个 还有阴货 那不如去冷泉边上用饭 正好冰镇一下豆花 白善和白二郎是没什么意见的 还觉得颇有情趣 魏玉却觉得有些奢靡了 万一被他爹知道 白善搭上他的肩膀 放心吧 我们不奢靡 我知道有一处冷泉 那里有个长亭 亭中虽只有一套十桌十椅 但地方大 可以铺上席子 让下人们将做好的饭菜送到那里就好 并不十分耗费 公主出行 账字细软这些 清天白日的 又有树木遮影 不用也颇有一番情趣 放心吧 公主不会谢意的 我们直接去找公主 现在就走 不必花费大力气不止 魏玉想了一下 长羽公主随遇而安的性子 点了点头 公主的内侍宫女们抱着席子 去凉亭处铺舍 略扫一扫就将草席扑过去 在席子上放几张矮桌和矮屋子 满宝喜树换了一身衣裳过去时 宫女们已经将地方收拾出来 长羽她们叽叽喳喳地 从另一处走过来 白扇牵了满宝的手上前 长羽公主一看见她就高兴 小跑着上前拉住她的手 满宝和她并肩进了凉亭 随便找了张矮桌前坐下 他们一坐下 便有宫女提着食盒 鱼贯而入 打开食盒将里面的饭菜端出来 放在个人的桌子上 刚才还被荷叶包裹着的烧鸡 也被热了一遍后 砍成一盘盘地送上来 一张桌子上一小盘 白扇坐在满宝的旁边 因祸便坐在了他们的下手 边上就是咕噜噜的冷泉 溢出来的水顺着山石往下 哗哗作响 再往下还因为太高飞溅而下 他们刚才走上来是看到了 甚是好看 宫女将豆花放进了冷泉里泡着 还有一些瓜果都拿了木桶放着 装了一些冷泉水 再又放入冷泉之中 这也是之下 下午吃上片震过的瓜果 那滋味便是成仙也不换了 只不过满宝叮嘱了不要多吃 以免受凉腹泻 因为天热 刚才又在路上 满宝不是很想吃肉食 因此都挑了素材吃 白扇见了 便盯着对面的白二郎看 白二郎看见 很高兴地端起他面前的 一盘青菜递过去 立即有宫女上前 接过给白扇送过去 白扇给了一盘肉 给宫女端过去还他 长玉看见了便扭头吩咐 让厨房再做些食术送来 多换几种做法 是 我也觉得行宫的青菜很外媒 此时正是菜数最茂盛之时 但其实最好吃的时候 还是两个月前 当时正是春末 各类野菜最肥美 也不必多少工序 只需烫一烫 烫熟以后沾上咸酱 或者甜酱就很好吃了 行宫气候偏冷 山上冷泉又多 因此啊 菜数也比山下的要晚一些 现在下面的菜数虽茂盛 根莖却有些偏老了 不似山上的菜数 正当时 所以啊 要更好吃 那在院子里 种些菜也不错 毕竟我们要在这儿 住上两个月呢 我不想种菜 这些自有下人去关心 班宝 你找到想要找到的书了吗 找了几把 我打算一会儿就尊严尊严 我那儿也有几张条箱的方子 却不是安眠的 你要看吗 我觉得箱也都有共通之处 或许你研究了这个 就能够研究出安眠箱来了呢 你回头送我看看 嗯 要是研究出来了 给我也调一盒 你也吃眠 现在不曾 但是有备无坏嘛 我听人说年纪大了 都已失眠 你这准备可真够早的 白善他们也在说话 魏玉问白善 我们公布 城地上去的折子 你们批复了吗 没有 压下重义了 应该会被打回去重新做 我已经赶了两次了 白善笑了笑 与他举杯 最轻松的便是白二郎和因祸了 魏玉看看自己 再看看他 都是驸马 他的日子怎么就过得这么好呢 于是他忍不住问 陛下近日没有找你读书吗 殊不知白二郎也头疼呢 没有 陛下近日不喜欢找我读书 喜欢冒叫就跟他一起听证 头都快要疼了 听就听吧 可皇帝偶尔还会提问 那么大的国事 连魏大人他们尚且想不出让他满意的办法来 他一个处处茅庐的小汉林知道啥 所以问上十次 他有五次答不上来 还有四次是胡说的 毕竟总是说臣不知 臣意没有好的办法 也是很丢脸 很不好意思的 你不如和陛下名言 你进来要专心修书 陛下可能就不招你了 他从不敢说 白善早和他这么说过了 但白二郎不敢把自己写画本的事告诉皇帝 因此一直强撑着 一旁的明达听到了 明嘴笑 你再去几日 等父皇的病好了 我与他提 白二郎大松一口气 就问满宝 陛下的病什么时候好 他每天都能看到皇帝 又有白善和中满这两个知道内幕的人在 自然知道皇帝没有重病 但也生病了 最近正在吃药呢 魏玉也知道实情 真正不知道实情的反而是长玉公主 他并不知道真正病重的是公爹 而不是亲爹 于是也关切地看向满宝 应当差不多好了 等稍晚些我去请平安麦 长玉就大松一口气 忍不住何时念了一声佛 魏玉则是倒了一杯酒 冲周满举杯 周大人 这一杯敬你 多谢你了 这都是我分内之事 满宝笑着举杯 一行人在这吃吃喝喝 有风吹过来 带着冷泉的水汽吹过来 被外面的娇阳一晒 吹过来的风就只剩下凉爽 长玉高兴地仰头喝了一杯酒 大乐 你要是喜欢这里 晚上我们也可以提着饭菜 过来这里吃 算了吧 就我们两个不如在院子里吃 而且外面蚊子好多的 就周满给的这个药包 不一定管用 我觉得我的药包挺好的呀 长玉就撸起袖子 让他看他手臂上的红包 那 这是昨天晚上咬的 明明已经挂着药包了 我就一个不小心他就咬上了 满宝探头看了一眼 不由问 那只蚊子呢 被我拍死了 你一定没有贴身带着药包 或者是没有点燃 或是距离太远了 公主觉得那药味不好闻 这一顿午时 他们吃到了胃食 满宝上午跑马 此时吃饱喝足便有些犯困 于是靠着栏杆上睡了起来 白善没忍住 将袍子竖起进腰带里 光着脚去池子边找鱼 但冷泉里并没有鱼 倒是网下的小溪流中有 卫玉和阴祸站在溪边看 至善 你下午不聚上牙 白善用棍子戳了戳一些石头缝 尽出一些小鱼 我今日下午不职守 而且那些公物且留着 稍晚一些再做也是可以的 就是啊 我们是带避暑的 陛下下午都要在行宫里走走三三星呢 三星的皇帝正背着手 居高临一下地看着他们 扭头和中书侍郎说 朕好好的汉林 才去你们中书生多长时间 就给教坏了 谁教坏的谁啊 你把话说清楚 陛下 您该回去处理国事了 太医院都说了 朕与你都要注意休息 这才午睡起来 还迷糊着呢 走 我们也下去行行神 韩尔书等立即扭头看过来 我也知道病情到底如何了 你们多说几句呗 但皇帝也只是为玩乐找了个借口 并没有继续 他领着大家往下去 满宝的手搭在栏杆上 人坐在亭子的座衣上 小脑袋就枕在胳膊上 亭妍遮住阳光 耳朵里只迷迷糊糊 听到白善他们 说话玩笑的声音 他放开了思绪 睡得迷迷糊糊的 明达和长玉坐在他边上 一边给下面的人 指点他们看到的鱼 一边忍不住拿着细草 扫一扫满饱肉肉的脸颊 皇帝大笑着 领着人从山上下来 真的公主们 玩什么呢 众人看见 连忙站定行礼 白善和白二郎 只能站在水中行礼 见趴着睡的满宝 一点动静也没有 不由有些焦急 明达伸手就要推行满宝 皇帝伸手拦住他 让他睡吧 熟天天热 他来回奔波 呼摸着也累了 明达就收回手 上前抱着皇帝的胳膊 父皇怎么来了 怎么 只许你们出来玩 就不许朕也出来散散心吗 皇帝扫了一眼长亭内的布置 你们倒是周到啊 桌椅皆有了 他左右看了看 现亭子四周空落落的 便问 怎么 不拿杀杖挂声啊 也能挡一挡 飞虫和蚊子 若是被咬了 怎么办呢 不会的 亭子里宣了驱虫的药箱 虫子不敢来 敢来还是敢来的 驱虫药并没有那么厉害 不过 它的确能驱散 大部分的虫子 白扇和白二郎 也从水里出来了 连忙放下衣袍 穿上鞋子 便上来请罪 皇帝不在意的挥手 哎 别掉进水里 被龙王抓走就行了 不然朕上哪儿 再找一个驸马 和舍人去呢 皇帝自己独占一个席位 然后指着其他席位 让卫之等人坐下 他左右看了看问 我看这饭菜呀 都用得差不多了 你们也不备个 茶点瓜果之类的 父皇 我们准备了的 都在冷泉里泡着呢 取上来 也给我们尝一尝 是 长玉高兴地印象 对自己的大宫女 使了一个眼色 让她去取 满宝继续睡得深沉 此时 她已经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 只有自己的梦 她梦见自己骑在马上 正在大草原上狂奔 也不知道是谁在后面追她 甚是恐怖 她只能整个人趴在马背上 一栋不敢动 以至于手臂都快断了 脖子也被冷风吹得僵硬 一栋也不敢动 宫女将豆花提上来 先给皇帝打了一碗 然后浇上糖水 奉给皇帝 皇帝用勺子搅了搅 这是什么呀 看着有些像嫩豆腐 就是嫩豆腐 周满说这叫豆花 她大嫂做的 特别的嫩和甜 女儿吃过很滑口 夏天吃着最好了 不请您尝尝 朕吃过豆腐 豆浆 却唯独没吃过叫豆花的 今日正好尝一尝 皇帝搅匀后吃了一口 入口即化 很是润滑 丝丝的甜味进入口舌 给人一股清甜之感 他微微挑眉 对味之挤人说 嗯 你们也来尝一尝啊 甚是美味啊 宫女立即惩上 为这几人结果 搅拌过后吃了一口 都微微挑眉汗手 很是认同 皇上已经呼噜噜地吃了一碗 然后大乐 嗯 不愧是周青拿出来的东西啊 的确是杰熟圣品啊 哈哈哈哈 满宝就被这一阵笑声给惊醒了 他一下从栏杆上坐直 满眼迷蒙地看着前方 显然还未完全地清醒 他此时还没发现皇帝等人 但皇帝和魏大人几个 却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 纷纷抬头看向他 白扇脚步微移 正好挡住了他们的目光 他掏出手帕 给他擦了擦脸 周大人醒了 满宝目光呆滞地抬头看他 脑海迟钝地接受到他的话 好端端的 用什么周大人呀 大概是因为在皇帝面前吧 满宝的眼睛慢慢地瞪圆 不可置信地仰头看着白扇 白扇见他这反应 意识不知该夸他是反应快 还是训他反应开慢 于是他用手帕 按了按他眼角的印子 露着标准的笑容 快来与陛下见礼 说完还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见他回过神来 已经收敛了神色 便移开脚步 让皇帝等人能看到他 也让他看到皇帝 满宝立即起身 结果因为一个姿势维持得久了 起身后差点没站稳 脚后跟和小腿一阵发麻 白扇不动声色地伸手扶住他的胳膊 冲皇帝笑了笑 和他一起行礼告罪 皇帝盯着他脸上的印子 看了看 忍住笑挥手 罢了罢了 在外头 不必如此多礼 常遇一直等到他们说完话 此时再也忍不住 父皇 我们还没吃过呢 放心 少了谁 也不会少了你的 来人哪 给公主 驸马们都乘一碗 给主人周大人和白舍人也乘一碗 我们今日 禁君臣同乐嘛 哈哈哈哈 是 宫女应下 去成豆花 李尚书便笑着问周满 啊 我们倒没什么 只是 不知魏大人可能用这东西 虽未曾用过豆花 但既然是与豆腐同出一脉 想来 也是寒凉之物 那 满宝还看着皇帝呢 因此可以看见皇帝眉头轻轻的一皱 他立即回神 总算从身到心的清醒过来 可以吃的 不过都不要多吃 不然会复现 韩尚书也放下了碗 微微一笑 哈哈 能吃便好 我看魏大人 这两天胃口的确不太好 难得有喜欢入口的东西 满宝有些心累便看向未知 魏大人却没有多少反应 脸色很淡然 将碗里的豆花吃完后 还将碗还给宫女 啊 再来一碗 对 也给朕再来一碗 这东西不错呀 是怎么做的 比做豆腐少些步骤 比做豆浆多些步骤就行 你要是喜欢 我回头把房子给御膳房 皇帝满意地点头 一只沉默的鹰鲤突然开口 豆腐杏凉 这样的天气倒是很适合吃 而且也不贵重 但行宫中的厨房做的到底 不比外头做的好吃 听说周大人的大嫂 有一手好手艺 我大嫂做的饭菜最好吃了 她做的豆浆豆腐和豆花都好吃 那不知周大人家的嫂子 可有空借一单我们进军的单子 给他们准备一些豆花之类的消暑品 没问题呀 皇帝也替御膳房要一些 古中却赶在他之前轻声开口 陛下 您进口的东西可不能这么随便 就是刚才他要吃豆花 那也是他先吃了小半碗 确认没问题才吃的 皇帝便收了声 满宝悄悄地和白膳眨了一下眼睛 得意不已 白膳忍不住抿嘴一笑 除了满宝 当下最高兴的怕是白二郎了 他悄悄地和满宝说 到时候 可以让大嫂给我们送下好吃的杀兰 你想吃什么 白二郎今天下午过得很清凉 又吃了豆花 于是胃口大开 想吃炸丸子 满宝想了想那肉香四溢的炸丸子 也咽了咽口水 这丸子也好吃 白二郎深以为然地点头 一旁的长玉听到了 不住眼地去看俩人 明达就拉了拉他 皇帝不去管他们的嘀咕 见这里有山有水 有树还有风 更是不缺吃的 清清凉凉 很是自意 于是和古中说 去 将我的调具取来 我们在此锤调 公事 且退后再处理 哦 和京城那边说一声啊 真 仅日身体不适 让太子 多处理一些折子 若无必要 折子 就不要往这边送了 是 古中低头硬下 却没有立即下去 等着人劝呢 果然未知说 陛下的身体 不是好多了吗 啊 这两日啊 就觉得困倦了起来 或许是体内 湿气加重了 也不一定 回头周青 给朕看一看 看看要不要换一副药 不如现在看吧 哎 难得半日清闲 何必急于这一时 朕就要等傍晚了再看 古中啊 趁着日头还早 你让人回京城传话去吧 是 古中这才躬身退下 满宝就觉得皇帝也挺可怜的 他们不想工作的时候 请个试驾还是可以的 不然还能请病假 说休息就能休息 倒是皇帝 便是正生着病 想要休息 都有一大群人拦着 真可怜 皇帝见这会儿没人拦他了 高兴起来 便起身走到栏杆边上往下看 不错 不错 这谁看着还挺清澈的 所以不会有很多鱼啊 陛下怕是钓不到 皇帝被噎了一下 然后又自得起来 别人钓不到 朕却一定会钓到 古中一听 只能又悄悄地退了下去 不一会后又上来 然后逼着魏大人几个 和英里几枚弄眼 英里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只能跟着他出去 皇帝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 天伦之乐 满宝和白膳百无聊赖 和英霍站在一边 正好看见这一幕 便都有些好奇 见英大人转身离开 找了个禁军说话 白膳便和英霍几枚弄眼 英大人总不会 让人去抓了鱼 来这里放着给陛下钓吧 英霍就沉思起来 一看他的表情 白膳有些惊悚 不会吧 可能吧 大家就一起扭头 看向皇帝 皇帝正背着手四处走动 哎呀 你们这地方选得好啊 朕这几日四处走着 也打着走过 怎么就没想到 下午在此必熟呢 回头让人呐 在这儿 放张高桌高仪 下午朕便在此批阅折子 与众臣一事 倒比在宫殿里一事 还要清凉舒服一些 陛下 这偶尔还行 要是总在这亭子中 长时间停留 恐怕真的会加重湿气的 这冷泉是真的冷 它不是假的好不好 请陛下保重身体啊 好吧 父皇 我们吃些果子消消气吧 以后啊 我就常来这里 这样您屁月折子累了过来 直接可以吃现成的 朕不能再次久留 难道你就可以了 常狱 明达 你们是女孩子 也不可太贪量 尤其是明达你 你身子不好 可不许调皮啊 父皇 女儿不会调皮的 白二郎深以为然地点头 明达可乖了 皇帝瞥了一眼白二郎 没说话 很快便有内侍 取了一把吊钩过来 皇帝就拿了往下去 找了个树荫的好地方 套上耳后 就甩到了水里 白善他们也分到了吊具 不过他们更关心上面冷泉的情况 不由垫高了脚尖往上看 皇帝看见 也抬头看去 你们看什么呢 白善他们立即收回目光 表示没看什么 乖乖地找了个地方下钩 然后就坐在草地上 等着鱼咬钩 然而看着花花往下流的水 便是白二郎都小声嘀咕起来 这能钓上鱼 自然是钓不上的 这清澈的水哟 这湍急的水哟 这冰凉凉的水哟 也就石头缝里 有可能有一些尖尖细细的小鱼 刚才白善他们就在抓那种小鱼玩 一群年轻人排排坐在草地上 看着随波飘动的鱼饵 再起起扭头 看向上面坐在小屋子上的皇帝和大人们 长玉有些坐不住了 来回移了一下自己的鱼竿 小声问问欲 你说父皇跟前的那个大水窝 会不会能钓上鱼啊 至少比我们强 我们的鱼蟹还在随波除流呢 白善悄悄地拿着鱼竿起身 拉了拉满宝 俩人便悄悄地起身顺着水流往下走 萤火见状也拿着自己的鱼竿起身 也不在意会不会挂到石头就下去 白二郎见了 立即拉上明达就要跟着去 明达却扯住他 噓 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俩人也悄悄地走了 长玉眼泪汪汪的 既想跟着他们走 又有点忧虑地看向上面的皇帝 他有点不太敢 魏玉也不敢 两个老实人便孤零零地蹲在草地上许久 最后还是明达看不过去 悄悄地回来扯上姐姐 带着一起往下 皇帝眼角的余光看见 微微地摇了摇头 朕的长玉是个胆小的 怎么你家魏玉也这么胆小 这不是正好吗 老实人陪老实人 披下眼光极好啊 白善他们躲远了一点 没有大佬看着 他们自在了许多 知道大概率是钓不上鱼的 所以他们将鱼竿放到岸边 随手找了块石头压住 便玩去了 你们胆子可真大 父皇和老大人们都还在呢 父皇不会介意的 明达学着白二郎捡了个石头丢下水 好奇地问 你是怎么打出水花来的 白二郎就手把手地教他 你这样低些 满宝则提着裙子 去边上扯了不少长草和枝叶过来 不一会儿就抱了一怀抱 丢在白善面前 乐滋滋地看他 你来编鱼篓吧 他们三个都会编简易的鱼篓 只不过都没有白善编的结实 其实编得最好的是大吉 大吉要是在就好了 以为谁都跟你似的 一天天无所事事吗 大吉在院子里有许多事要做呢 白善仔细地编起来 听货很好奇地坐在一旁看 你还会这个呀 我二哥教的 我也会 就是没他厉害 你们学这个做什么 抓鱼啊 我们村有一条河 每年秋末和入冬那段时间 河里的水很少 那时候就可以下河捞鱼了 不过这种鱼捞捞的鱼不多 我们家还有鱼网 直接撑开 从下往上走一段 能捞上来好多鱼 每年他们家打鱼打得最多了 我就叫上我家的下人一起下去打 也没他家多 哼 那是自然 我哥哥们都是网鱼的好手 可这河里也没鱼啊 不是你们说的没鱼吗 一会儿就有了 的确一会儿就有了 不多会儿 他们就看到一条老大的鱼 顺着水流甩着鱼尾 蹦蹦跳跳地往下滚来 长玉目瞪口呆 卫玉也呆住了 其他人却都是眼睛一亮 满宝双脚互相一踩 就脱掉了鞋子 拎起裙子就要下水 被白扇一把抓住 哎 这水可冷得很 你身体不好 别受凉了 我去 白扇脱掉鞋子和袜子 将衣袍往上一塞 拿着鱼搂就下水了 白二郎兴奋地跟上去 卫玉也跃跃欲试 悄悄往上看了一眼 见离得够远 中间又有树木遮挡 彼此看得不是很清楚 于是也脱掉鞋袜下河 这就是一条往下的小溪流 并不深 底下多是石头和沙子 连泥土都很少 所以踩进去并不脏 那条顺着水流下来的大鱼 被卡在了一块大石头后 正在水花中蓄力想要跳出来 白扇站在下面没动 打算等他下来是在抓 但白二郎等不了 于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见他在大石头后的水窝里挣扎 便伸手一把抓住 滑溜溜的大鱼 一下就进了他手里 他忍不住兴奋地大叫起来 我抓到了 正在上面引诱困在大水窝里的皇帝文言 起身往下看了一眼 溪流是弯曲而下的 他们之间被几棵树挡住了 但皇帝还是看到了站在河里的白二郎 白二郎猖狂地哈哈大笑 满宝看不过去 因祸就俯身捡了块石头给他 满宝接过 瞄准了他边上的水窝就砸过去 水花溅起 扑了他一脸 他忍不住闭上眼睛 手上的动作就不是那么标准了 于是 鱼甩着尾巴就从他的手里蹦了出去 直接落在了溪流里 摇着尾巴 噗噜噜噜地就顺着水流往下 满宝指着他大叫 啊 本帅 抓他 抓他 快抓他 他游动的痕迹并不受充满影响 于是一头撞进了魏玉的怀里 但魏玉凭生第一次抓鱼 有些不太熟练 抓住以后又从手心里滑出去了 于是 他就从他的双腿之间顺流地溜走了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甩了一个漂亮的尾巴 顺着水流消失在众人的眼中 哼 魏玉你怎么这么笨啊 都抓住了还能叫他跑了 太滑了 一抓住就往岸上甩 别担心 肯定还会有的 有了有了 下来了下来了 还剩两条 快快快抓住 明达三位女性立即跑到水边 兴奋地盯着他们 连阴祸都站在了水边 恨不得亲自下去 只是长寿一直紧紧地拉住他的袖子不让他下去 阴祸也知道自己的身体 也不过心动而已 白二郎站在最上面 他最先抓住了一条 这次他不得意了 抓住以后直接握住 走了两步 在他快要滑掉的时候往岸边一丢 依旧一无所获的上游皇帝众人无鱼 皇帝和未知等人就看着上面扑腾下来的鱼 在面前的水窝里扑腾着扑腾着 有的直接甩着尾巴跟着水流继续往下 然后听到年轻人们的惊呼 有的则是金黄的四处乱游 倒也触碰到他们的鱼线 但就是对鱼沟上的耳视而不见 听着下面的惊呼声 未知很干脆地将鱼沟收了起来 唉 陛下 惶恐不安 也能下食啊 看来今日这个鱼是钓不起来了 皇帝沉默不语 气鼓鼓地盯着前方的水窝看 倔强地不肯收钩 其他人见状也都纷纷收了鱼沟 就陪坐在一旁看着皇帝钓 鼓中急得额头都冒汗了 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水也不深 也不浑浊 不然他还能派人下水给皇帝串上一条鱼 这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做不到掩耳盗铃呀 皇帝见上游不再来鱼 而在水窝里惊慌游走的鱼还有七八条 可能是第一次来这条水域 因此瞪到了眼睛四处游走 就是不肯咬钩 皇帝便哼哼了一声 也收起钩子 指了一个侍卫说 你去 将这些鱼都弄出水窝 让底下的人收了 侍卫呼出一口气 低头硬下了 他也不脱鞋子袜子 直接将袍子一撩 塞在裤腰带里 起身一跃就稳稳地落在了水窝边上的一块石头上 上面落下来的水几乎要淹没石头 但并没有淹没 还剩一个落脚之地 烈日罩着 上面这一点是干燥的 很容易就能站稳 他抽出刀来 瞄准了以后 直接一拍一扬 水发四季 一大泼水夹着两条鱼就飞了下去 然后他继续 白二郎抓了三条鱼 甚至得意 见上游不再来鱼 于是掐着腰站在水中 哈哈大笑 明达 一会儿把鱼拎回去 让御膳房给我们做鱼丸子吃 花音才落 岸上的几人惊呼起来 他才要问怎么了 兜头就是一脑来着水 还有什么东西啪气一声 擦着他的肩膀 啪的一下落在了水里 白二郎有些猛 被砸下来的鱼更猛 浮力地顺着水流往下 被白膳和卫玉抓在手里以后 一点挣扎都没有 直到被丢到岸上接触不到水 这才重新蹦跌起来 白二郎正抱着脑袋 小心翼翼地往下面挪 出了水流的攻击后 才抬头看去 就见上面时不时地飞泻而下一股水流 其中夹着一两条鱼 哈哈哈哈 众人大笑起来 便是后在一旁的宫女内饰 也忍不住低头 眼嘴而乐 白二郎踩着西石 小心地往下 一把抓住白扇 稳定自己的身体 一脸的莫名其妙 上面干什么呢 白扇轻松地 往住滑下来的一条鱼 姑妈这 是陛下不想钓鱼了 要换地方 皇帝的确不想钓鱼了 做了老半天 一条鱼没钓上 被人取笑也就算了 还为人做了嫁衣 他能高兴才怪 不过在看到明达和长玉 提了两条鱼上来后 他又高兴了 这是你们抓的 不是我们抓的 是驸马抓的 白二呢 他头发湿了一容不整 怕躺吐了父皇 所以女儿让他回去换了 也好 皇帝开箱为玉等人 见他们裤腿衣服 都有点湿 便挥了挥手 你们也都回去 换衣裳吧 今日朕在寿局院里 请卫卿等人用饭 你们一并来 哦 你们抓的这些鱼 便冲空吧 大家自然是没意见的 只怕这些鱼 也是从厨房里拿来的吧 的确是从厨房里拿来的 厅里亲自去拿的 撞了一圈 丢失了两条 又给厨房送回来了 披扇房听说 是皇帝在钓鱼 虽然他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钓鱼 会需要厨房里的鱼 但也不敢表示反对 更不敢问 缺少的两条鱼 哪里去了 被鱼送回来多少 就接受了多少 只是有点头疼 少了两条鱼 那要给哪两位少提供呢 送鱼回来的内侍说 陛下要在寿局院 款待各位大人 几位娘娘和大人家的公子 也都要去 菜品也都是日常用的 但你们要准备好了 一桌子可不能少了什么 他们一听说 心中大喜 这个好弄呀 大家一起吃 一桌一两条鱼就行 可比一个贵人处 送一条鱼好多了 内侍继续说 明达公主那边要吃鱼丸 你们单独做出来两盘子来 这个也简单 用上一两条鱼 每桌都能保证有一碗 狱厨们笑着应下 扫了一下名单 计算了一下人数后 便心中有数了 满宝他们进行宫这么久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随行而来的家眷贵公子们 比如 韩上树家的公子 嗯 满宝不与他们坐在一处 作为四品官员 他本是要坐在萧苑正之下 和卫大人他们同桌的 但谷中直接把他安排到了公主那一桌 白扇也就跟着过去了 因祸也坐到了他们边上 一行人都换了衣服 有教方司的人在侧边的台子上来回行走 满宝不由看过去 那是教方司在布置乐器呢 父皇这言习开得突然 教方司住在山下 他们这才上来呢 因此比我们来得还晚 因为来晚了 管着教方司的官员正在低声斥骂他们 不过他也没敢骂太久 不多会儿静边声响起 皇帝携着皇后一起来了 众人纷纷起身站好和帝后行礼 得到允诺后方才落座 朕那早有意开一场沿袭 劳累重轻家脱家带口的随朕来比赎 只是 朕这身子不争气 才来就病了 仅是病情好了许多 便奇异 让大家坐在一起 吃吃饭 来 这一杯算朕敬竞诛轻的 国师劳重 就劳重轻家了 众人纷纷举杯 李尚书代表大家回话 陛下厚爱 臣等万死无以能报 论严肃 谁也比不上李尚书 论守礼 同样也比不上李尚书 论拍马屁 那也是差不多的 皇帝很高兴地喝了这杯酒 众人纷纷饮尽 满宝皱了皱脸 坐下以后 白扇往他的嘴里撒了一块点心 这才感觉好点 宫廷的酒好似更有滋味 也更辣呢 不好喝 这也是不少人第一次在行宫中见到皇帝 不由小声议论 昨天听闻陛下身体已经康健 没想到今日就能开眼了 看来问题也不大嘛 怎么还特地请老谭太医过来 对了 昨天周太医回京城去了 今日方回 不知道是有什么事 行了 我们还是别乱猜了 如今太医院不同往昔 上面是太医术 谁知道是不是太医术中有什么事 满宝加了一颗鱼丸 略以品尝 微微汗手 新鲜的鱼丸的确不错 长玉他们下午运动量不少 也都饿了 一边吃一边说 水我们玩过了 等过几日 我们去骑马打跃吧 不知天气如何 可会下雨 卫兄或许知道 说是过两日会有雨 但是今天见书并不做准 还得再看 虽然青天剑可以夜观天象 推测大概的天气变化 但还是有意外之时 长玉嘟了嘟嘴 想这么多做什么 第二天不下雨就去呗 明达也想出去打猎 问白二郎 你去不去啊 去 我没时间 或许不能陪你们了 你们交上阴货吧 我也没时间 他比满宝还忙呢 满宝在行宫里 好歹是主官 时间比较弹性 想什么时候去看皇帝 就什么时候去 未知那里更是方便 晚上过去也没事 所以剩下的时间 他自由安排 白膳却不行 虽然送到行宫里的折子减少了 但干活的人减得更多 因此白膳比这皇宫时更忙了 只不过因为皇帝生病加避暑 因此工作时间也比较弹性 基本上皇帝教使他们才过去 剩下的时间则是在办公房里处理折子 所以他比周满还忙呢 魏玉身上也有差事 因此也不得闲 于是白二郎拍着胸脯说 我带你们去 皇帝还在吃药 因此不能多喝酒 大臣们也不敢多敬 因此喝过一杯后 大家就看一下未知 有人目光一闪 便端了酒壶和酒杯去敬为之 魏大人 早前听说您身体不适 现在已经大好了吧 魏之看着他们手中的酒壶 笑着汗手 嗯 哈哈 好了不少 魏玉一直留意着那边 见父亲被敬酒 便有些焦躁起来 想了想 他还是端了酒杯梨桌 朝着那边去 长玉一开始没留意 还是满保事意了一下 他才看到 就见魏玉再给他公共挡酒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已经脸都红了 长玉抿了抿嘴 有些不高兴起来 转头吩咐宫女 去 将我屋里收着的那两瓶葡萄酒取来 连琉璃杯一起 是 宫女应声而去 长玉就和满保明达说 你们可得叫你们的驸马和白大人帮我 你只管使唤他 一两杯葡萄酒他还是能喝的 满保回味了一下葡萄酒的滋味 我也能喝 于是宫女取来葡萄酒后 满保便兴冲冲地端了一杯 然后几人一起围过去 教主给未御灌酒的几位大人 大家一起喝酒呀 长玉公主让人给帝后送一瓶上去 父皇 这是儿臣去年从西域来的商人手中购得的葡萄酒 我看几位大人似乎都很喜欢喝酒 不如尝一尝儿臣的葡萄酒如何 满保和白膳几个给他们手中塞酒杯 几位大人尝尝看 长玉公主出面 皇帝又顺势应下 还与他们说 知道你卖酒 今夜 不论国事 但也不要贪卑为好啊 你们就不要围着魏大人和朕的驸马了 没看见朕的公主都心疼了吗 几位大臣便笑着应下 举了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退回自己的座位上 还是没事探出来 他们觉得未知就是生病了 但这几日他一直如常上牙 除了最开始休息了两天外 这几日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少多少 身上也不见病态 似乎又没生病 所以那天周满那番惊人之言 果然是误诊吗 众人心中起疑 但皇帝和魏芝联合了太医院 要是有意隐瞒 他们也没办法 满宝端着琉璃杯 和魏芝笑着汗首示意 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小心仔细地抿了一口酒 眼睛大亮 长玉凑过去问 怎么样 是不是比上次我们喝得还要好 嗯 少了一股色 比之型的更纯也更甜了 好喝 我可花了不少钱呢 也只得了三瓶 我和驸马也只喝了半瓶 如今两瓶都拿出来了 他有点不甘愿 于是将杯中的酒慢慢饮进 便又让人倒了一杯 他决定多喝点 这样才不亏 因祸也倒了半杯 小口小口地喝着 很是心血 周满说他可以喝果子酒 既如此 不如下次他也让人去买些葡萄酒好了 满宝就想起家里的葡萄 我家里的葡萄 今天应该也结果了吧 回头我给二哥他们写一封信问问 要是结果了 我们今天也试着酿葡萄酒 只怕我们的葡萄 远比不上西域的 那有什么要紧 大不了是酸的 那也总比苦的好喝吧 只怕他们宁愿喝苦的酒 也不会喝酸的酒 他们在这里说得热闹 皇帝也想起来了 扭头问谷中 朕记得 永州的庄子里 中有葡萄 是 就在不远处的黄庄里 不过陛下 那一处黄庄 现下是明达公主的了 那明就和明达 讨一串葡萄吃 明达没有管这一个黄庄 并不记得此事 还是皇帝提起才想起来 往年宫里吃的葡萄 一半是从京郊的黄庄出的 一半则是从雍州 那个大黄庄出的 他立即笑道 回头我让他们摘了 给哥哥们送一些去 是与父皇要吃的 女儿亲自去给您摘 朕知道 你必定是调皮了 想出去玩呢 却说是给我去摘葡萄去的 那父皇是硬还是不硬 硬硬硬 你去吧 多叫上几个人 呃 要不 朕陪你一起去 你去和你母后说 就说呢 你想让父皇陪你一起去 满宝坐在院子的树下 手里捧着一本书 西顶手里拿着一把老大的蒲扇 给他扇风 虎月提着石盒从山上下来 放下后 从里面拿出两个大竹筒 娘子 大娘子今早送了些东西来 知道您爱吃豆花 今儿也做了一些送过来 我一会儿拿到上面冷泉去冰着 嗯 送信出去了吗 送了 大娘子说庄子里有石墨 这会儿村子里有许多夫人没事做 家中也有不少豆子 不管是想吃豆腐还是豆花都可以做 一点也不难 南宝点点头 将书倒扣在桌子上 从边上拿了一块瓜吃 你见着进去那边派去谈生意的人了吗 见到了 就是个侍卫 不算是谈 他们到大方 直接和大娘子他们 订了一百斤的豆腐和两百斤的豆花 说是先尝尝味道 要是好再买 价钱都是照着市价给的 只不过 要大娘子他们送到山脚下 蒲村里这儿也不是十分的远 家里有牛和螺子 都可以拉车 并不辛苦 是啊 大娘子也是这样说 还说拉末都能用螺子 做这些豆腐并不难 大娘子问 娘子可有什么想吃的 告诉她 她做好了 下次送来 大爷方便 不急 他们才接了这个单子 一开始肯定不适应 其有的忙呢 等过上几日再说吧 我想吃蒸碗子 白儿想吃炸碗子 你先记下 过段时间再告诉大嫂 是 满宝吃完了瓜 用布巾擦了擦手 这才靠在躺椅上 继续捧着书看 西炳坐在一旁山峰 也跟在后面看 可惜她不认识几个字 看了一会儿 就头晕得移开了目光 百无聊赖地盯着 周满的脖子看 她总觉得 大人的脖子被蚊子盯了 可惜衣装遮住了大半 她看得不是很真切 一个宫女敲响了院门 听到允许后 方提着裙子进来 行礼后说 朱大人 我们公主邀请您 明儿去黄庄里摘葡萄 满宝看了看她 认出她是 明达公主身边的人 不行 我不能去 我还要上衙呢 陛下也去的 大人便是为了陛下的安危 也该同行的 但皇帝现在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呀 今天开始都不吃药了 只食疗就可以 注意不曝晒 多喝水 保持心情愉悦 和足够的休息就可以 现在主要的病人 是魏大人好不好 她今天早上 偷溜着过去 给魏之拔麦 她昨夜又没睡好 满宝看了眼 自己手中的书 忍痛地摇头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我让正探一嘴驾 宫女张大了嘴巴 没想到 周大人竟然能抵挡住诱惑 宫女只能告退离去 满宝叹息一声 仰望了一下 蓝蓝的天空 惋惜了好一会儿 才继续低头看书 西柄留意着时间 提醒她 大人 您都连着看了一个时辰了 休息一会儿吧 大人可是叮嘱过的 这样对眼睛不好 嗯 待我看完这一页 看完一页后 她又说 待我看完这一段 最后还是五月出来 强硬地收了书 满宝才闭上眼睛 瘫倒在躺椅上 一上一下地摇晃着 脑海中回忆着 她这一上午看的内容 制香太难了 即便有配比 一前一后的炮制也很重要 手法也重要 差一点 出来的香就千差万别 满宝觉得 她要是做出适合未知的香太难了 至少不是一两天 甚至不是一两月能达成的事 所以她决定换一个法子 如果适合未知的安眠香做不出来 那就只剩下针灸和泡脚两种办法了 针灸的话 她倒是不介意的 就不知道魏大人介不介意 她夜半三更上门给她扎针了 以满宝对她的了解 她肯定是在意的 每隔五天给她扎针 选择的中午 她都有些不自在呢 满宝睁开眼睛 想起来了 前天中午要去给魏大人扎针是吗 好笑是的 去 派个人去和魏大人家老婆说一声 让她安排一下 武针过后魏大人要休息两个时辰 这么久 所以才让他们提前安排吗 满宝重新躺回躺椅 结果西柄手里的菩萨自己扇起来 不过她能安排出一个时辰来 我就谢天谢地了 魏之果然还价一半 只给了她一个时辰 不 连一个时辰都没有 因为这一个时辰包括了吃五十的时间 满宝干脆在她家蹭饭吃 好在魏大人的饭食也是行宫里提供的 按照品级吃的菜 不过她胃口很一般 因此大半进了满宝的肚子 至于满宝的那一份 她扭头和西柄说 你回去吃饭吧 我给魏大人看完病就回去了 两家的院子中间就隔了两个 进得很 因此西柄笑着硬下 躬身退下 魏之笑着摇了摇头 见粥满吃得这么香 也忍不住多吃了小半碗饭 于是饭后 她就在屋里转圈圈 要略消食后再扎针 大人是饮食不节 随意把胃给咽坏了 不然不会只吃这么甜的 哎呀 如今我在你们太医的眼里 那是哪儿哪儿都有猫命啊 没事 这个暂起不用吃药 是可以慢慢养着的 您的一些饮食习惯就挺好 比如荤素得宜 再按时一些 慢慢的便是不能养好 也不至于再变坏了 满宝算着时间 觉得消食的时间差不多了 便摸了摸她的脉 于是让她趴在榻上去扎针 因为想着用针灸 满宝今天扎的针就变换了一些 减了原本的两根针 却在另外的地方加了五根针 一旁的老仆暗暗记住了位置 正想提问 以往一直和满宝小生 谈论些正事的位置 发出了憨声 老仆大惊 小生问 大人睡着了 嗯 唉 这套针条里内心 比不上之前的一套 不过它可以让着安眠 也算养神 罢了 有得有失吧 不过听魏大人这憨声 他鼻子有些问题 嗯 也有可能是因为趴着 魏大人夜里睡觉的时候打呼吗 时而打 时而不打 不知是累的 还是别的问题 罢了 此时不是治疗这个的时候 回头你告诉魏大人 夜里睡觉的时候可以侧着睡 这样呼吸要顺畅一些 也就不会打呼了 老仆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在这种小事上纠结 打个呼噜而已 哪个大男人不打呼噜呢 不过这是周太一叮嘱的 他还是记下了 满宝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计算着时间 偶尔去转一转针 魏大人一直睡着 老仆听着这熟睡的声音 都有些犯困了 大家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时候 大门被人敲响 俩人立即清醒过来 满宝 微微醋眉 老姑已经赶忙起身去开门了 满宝就听到院子里的老仆说道 我们大人才睡下 大人有事 不如等我们大人醒来再说 是 小的一定转告 满宝听到了关门的声音 微微松了一口气 他伸出手指 轻轻地放在针扎的穴位边上 感受了一下后 便粘了粘针 其中有一根针 微微颤动起来 似乎有一股气 在从里往外冲 未知也有些不太舒服的 呼噜声一顿 动了动身体 满宝立即将针转出大半 然后不断点刺穴位 慢慢等颤针的频率低了 这才扎到穴位处不动了 而院门又被敲响了 满宝手一顿 扭头从窗口看出去 就见走到一半的老仆 又回去开门 周大人 周大人并不在此处 您或许到医所去找一找 能找到 那就不知了 周大人早上 倒是来给我家大人请过麦 但之后就走了 老仆打发了人 重新将门关上 回来和周满行礼 周大人 是赵平娘娘身边的宫女 来请人 说是娘娘有些苦笑 所以想请大人去看看 这是连后宫嫔妃都下场了 雍州行宫 凉爽得很 他们来这里就是避暑来的 又怎么会苦笑 满宝回头看了一眼未知 和老仆说 再过半刻钟就可以拔针了 我到时候会去看看的 那老奴先看看 外头有没有人 满宝却好奇地指着隔壁的院子问 李尚书和韩尚书两家住隔壁吧 别人不知道我在卫大人这儿 难道他们两家还能不知道吗 我家大人说了 这些老大人知道便知道了 本来也瞒不住他们 但只要周大人不说 谁也不知道我家大人秉情如何 这些老大人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更远一些的大人们了 平日里都很难得见上一面 只是大人这一病 什么痴妹王良都跑了出来 好似没有我们大人 他们就都可以做门下令一样 满宝笑了笑并不作答 等了一会儿满宝去拔针 他将针插好 给未知盖上薄薄的被子 和老仆说 由这大人睡吧 能睡多久睡多久 他现在最劝的就是觉了 哎呀 谁说不是呢 老仆将周满送出去 哎呀 昨儿晚上 大人早早就睡了 只是总也睡不着 他就觉得耽误时间 便又起身处理国事 谁知道 那折子越看越兴奋 尽至凌晨方睡 但才睡下没多久 便又天亮起身了 也不知道 他到底睡着了没有 满宝皱眉 打开院门 老仆很熟练地探头往外看 确定没有人盯伤后 便让满宝出去了 这里不同外面 是行宫 每隔一段时间 便有禁卫巡逻走过 因此一个人 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不然是会被询问的 这道方便了 这道方便了 争满和未知 他这才能够大摇大摆地上门给未知扎针看病 不然要换坐在京城 有些人直接派人蹲在周宅和未知的门口 就盯着人进出 他们又能把人怎么办呢 但在这里 有些人就是有怀疑 也不能蹲在这里看他们 不过 隔壁和对面这几户人家 肯定留人在家中听动静 想要瞒过他们 基本不可能 好在这一片住的都是韩尚书李尚书之流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基本的礼仪廉耻 还是要顾及的 满宝提着药箱先回家 问西饼和五月 可有人上门来求诊 回大人 没有 满宝就撇了撇嘴 其身往医所去 正巧碰见了从外面回来的段一柱 满宝见他提着药箱便问 你给谁看病去了 回大人 是赵皮娘娘 他真生病了呀 是什么卖案 严重吗 开了房子没有 满宝在心里为自己之前的误解道歉 正想弥补一二呢 就听段一柱一脸无奈的说 皇后娘娘说 赵皮娘娘是苦夏 怕是行宫这边的气候不适合她 正叫人收拾了东西 将赵皮娘娘送回京城啊 叫了我等去 是给赵皮娘娘把脉 顺便开了些结束的房子的 你开了 开了 赵皮娘娘身体好得很 只不知怎么得罪了娘娘 看娘娘似乎生气得很 坚决要将赵皮娘娘做回京城 下官没法 只能开了些结束的方子 让赵皮娘娘路上吃 你开了什么结束方子 酸梅汤 好方子 没开错就好 没开错就好 拿麦安来我看看 段一柱连忙拿出麦安缝上 满宝看了看 微微汗手 还给她 嗯 输当吧 是 段一柱正要去麦安 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问 周大人 娘娘素来人后 赵皮娘娘 是怎么得罪娘娘的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就要有病看病 没病安心避暑就是了 对了 郑太医呢 啊 郑太医 在自己住的院子里休息呢 说今儿是周大人 您指手 嗯 一会儿你入当之后 拿来我亲自 你便去找郑太医一趟 明儿陛下要去摘葡萄 让郑太医嘴事 你跟着一起去吧 大人不去吗 我明日要做些药丸 还要钻研几张药方 就不去了 白善也不去 他也走不开 倒是魏玉 犹豫不已 因为他属于两可之间 想到这几日父亲的禁欲 魏玉不由地过来找他父亲 魏之才醒 睡觉出了一身的汗 但都是细细蜜蜜的小汗 倒不难受 喝上水后 粉觉得神清气爽 既然公主要去 陛下也要去 那你便跟着去吧 可父亲在行宫中 他们还能吃了我不成啊 放心 别说他们不知我的病情 就是知道了 也不敢对我做什么呢 不过是些言语试探 决怕些什么呢 父亲 哎 这世上的人呐 熙熙攘攘 皆为力来 官场之中 更不缺这样的人 所以有什么可忧愁的呢 是儿子无能 不能为父亲分忧 哎呀 这不与你相干 别说你 便是你大哥 甚至是陛下 都很难在这事上 帮我 必须得我自己走过去 父亲 周大人 可有说过您的病情 是想问 我还能活多久吧 哈哈 哎呀 放心 一二年内 还是能活的 他没有问忠满 他还能活多久 但他问过老谭太医 未知和老谭太医关系还不错 那天当着陛下的面 问过诊后 老谭太医 曾找过他 私下又看了一遍 用老谭太医的话说 再如此不知节制的 劳累下去 猝死也不过是 虚余之间 若是能克制自身 小心保养 或许一二年后 会出现病症 届时可看情况治疗 但放下国事 或许能再熬一二年 也未可知 一句话 从现在开始小心保养 活上三四年 还是可以的 三四年 延税的改革 应该出结果了吧 江南一地 私盐泛滥 官盐被偷盗为私盐 偏百姓 就是购买私盐 也未必优惠多少 最后便宜的 还是那些 将官盐转为私盐之人 未知伸手揉了揉额头 还有各地侵占土地的问题 如今军田制下的分田 已经不怎么稳定了 很多地方分给成厅的土地 都不够树 扣分田也就算了 连永夜田都被苛扣了下去 长此以往 当无地可分时 军田制和当下的赋税制度 怎么办 到现在 未知都想不出 更好的办法来 唉 恨不能再活二十年呀 唉 你去吧 未知不是很想 魏玉过早地参与这些事 他人小魏碑 也参与不进来 不如过好当下 等以后他走到了 他这个位置 有了可以参事的资格 自然就懂得了 魏玉低垂着脑袋离开了 想了想 他要转去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少周满 白善也结束了差事回来了 俩人正坐在院子的树下 吃豆花 桌上还放着油炸的小肉条 那是西饼用搭出来的小厨房做的 肉是拿钱和御膳房买的 还买了一点麦粉 裹了麦粉后入油炸 甚是美味 这一手还是小钱是教他的呢 都快吃晚食了 你们竟然还吃这种 那么甜肚子的东西 满宝和白善一起抬头 看向头顶明晃晃的大太阳 好吧 现在日头长 这会儿才是下午的开始 白善请魏玉坐下 和他们一起吃 魏玉婉拒了 坐在一旁问他们 你们明日去黄庄吗 要是想去 奈何没空啊 魏玉却是松了一口气 起身和周满行了一礼 周大人 我父亲就多拜托您了 你早上去 傍晚便回 又不是酒别 哪用得照如此 这两人都是知情人 魏玉说话放松了许多 没办法 这几日想打探父亲病情的人很多 没事 他们就是现在活跃 等过上半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半年 魏大人一点是没有 他们就相信我误诊的话了 会吗 人的怀疑也是有期限的 除非他们能请到医术 有老谭大人那样厉害的人 来仔细给魏大人望闻问歉 否则是确定不了魏大人病情的 魏兄宽心 周满说的不错 魏之除了最开始的两天休息过外 其余时候与往事并无二致 处理国事依旧犀利 对着皇帝依旧该夸夸 该骂骂 倒是皇帝的脾气好了许多 很多时候竟然能忍住不回击 虽然被骂狠了 偶尔也会回击 但跟以前相比 可差太远了 也正是皇帝的态度 让众臣觉得魏之的身体没那么简单 皇帝很可能是因为魏之的身体不好 才多处相让 听话了许多 众所周知 皇帝心软得很 却越有些任性好玩 魏之要不是身体有样 皇帝能这么忍他 但他们私底下盯着魏之 等着他病倒 却发现一点动静也没有 之前他每天中午 还有家仆来送一碗汤剂 后来连汤剂都没有了 听说是因为暑热之症好了 倒是有人悄悄地看过他在吃药丸 但这也是听说 并没有人真切地看到过 倒是没多久 他身上带着一股药味 众人精神一阵 还不等大家高兴 魏之就和他们推荐了 充满新配比出来的 助眠泡脚药包 满宝为了调配出 合适魏之的药包 眼睛都快要熬出黑眼圈了 而他还给他另外找活干 于是去给皇帝请平安卖 被大家问起药包时 他却没好气地说 太医院运算有限 魏大人的药是陛下下令送的 各位大人要是想要的话 回头把钱送来 我让段医柱给大家包好了送去 几位大人不高兴了 问皇帝 是陈等对陛下和大金的贡献不够 还是品级不及魏大人 皇帝心疼自己的私库 含糊其词 中卿家 自然都是好的 太医院也是有困难 要不让周卿将方子给你们 满宝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只不过这个方子最适合的是未知 回头给他们 那得着减一些东西 行啊 回头想要的大人 派人去医所取方子就行 大臣们心想 他们是那等小气之人吗 拿了方子 还得去雍州才能抓药 算了 既然太医院不宽裕 那我得拿着钱买就是了 满宝这才高兴起来 回到太医院 坐着思考了一下 摊开一张白纸来改方子 这段时间 大家可能适应了行宫的生活 加上天气适宜 因此生病的人少了 郑太医从外面晃进来 见钟满在写东西 便凑上去问 周大人忙什么呢 在改方子 他将刚才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遍 一会儿我给列个药单 您看是您去采卖药材 还是我去 我去我去 进了行宫这么久 他还没出门过呢 郑太医拿着药单 喜滋滋地去雍州采买药材 他们太医院有用惯的药商 虽是在雍州 却也能找到人 而且中满配比的方子 所需的药材种类并不多 都是常见的药 很容易就配齐 要拿回来 医所的人就称好包好 等着人上门来取 一包药二十文钱 一包可以泡一次 直接熬煮开就能泡脚 大臣们几十文钱 还是拿得出来的 每一家都直接买十包以上 自己能用 妻儿也能用 他们也试试这药包 有什么奇效 奇效是不可能的 但或许是泡脚的缘故 上床前就觉得比较困倦 然后就睡过去了 郑太医却觉得 装满着房子开得好 三福天泡药酒 倒是驱师的好法子 回头我也泡一泡 二十文艺包 您不如自己出去配呢 这一次太医院小赚了一笔 当然 这事儿目前除了皇帝 和太医院的人外 没人知道 幸亏太医院 现在归属太医属命下 不然太长寺那边一查 就知道端倪 太长寺的官员知道了 满朝文武也就差不多知道了 到时候那些大臣 肯定会说话的 即便这个钱不是很多 我听说这两日 有人拿着药包往雍州去了 不是吧 凶二十文钱的事儿 我们一帮药也就赚个五六文 还没算人工费呢 他们去都要悄悄查 您想什么呢 他们问的是药方子 不是价钱 药方子有什么好问的 何必如此麻烦 直接问我 我给他们开出来就是了 只怕想问的是功效啊 周大人 您开给魏大人的方子 似乎和这方子不一样 您确定您想知道吗 不不不 我不想知道 郑太医不敢再问了 如今魏之的卖案是 周满一人负责的 皇帝的卖案还需要他 共同签字后才封存 魏之的却是周满一人记录后 直接入档封存 除了肖院证 无人有权限查阅 因此郑太医隐隐猜出 魏之的并不简单 不过魏之是真的没有表现出来呀 他一直如常处理国事 除了身上营造着一股药味 不过最近大臣们身上 都散发着一股差不多的药味 派去雍州找大夫的下人 回来回话 这泡脚的药是趋势安眠的 泡脚时不过烫 对人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当下这种时候 现在泡一泡脚 等到了秋冬 人的身体也好一些 毫无破绽可循 一直到入秋 天气即将凉爽下来 太子妃也快要生育了 皇帝决定回宫时 大家还是没能打探出 魏之的身体状况 行宫上下开始收拾 青天剑选了一个集日 大家准备回京 太子领着京城这边的文武百官 在城门外迎接地后 皇帝对太子这两个月的 监国效果很满意 在城门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夸了夸太子 然后一家子笑阴阴的相携回宫去了 文武百官也跟着进宫 见过礼后方才领了假期 各自回家 官员们还能轮掉 周满和郑太医却是实打实地在行宫里工作了两月 所以肖院正给他们放了五天长假 让他们回家休闲 满宝高兴地拎着药箱就要走 想起了什么 又回头找肖院正 肖院正 我申请的产假批下来了吗 礼部给打回来了 不过考虑到一女和女太医有孕 的确不好继续当差 因此给批了八个月的假期 再多就没有了 有薪水吗 俸禄停掉 但植田不会收回 品级之位都保留 等复制后 俸禄才重新发 和我家三娘现在没有植田呀 周太医 她没有 你有啊 周太医 你就没想过你也要生孩子的 我还在养身体 正吃鼻子药呢 真是不会有孩子的 这是怎么说 你身体 她上下打量充满 觉得她脸色红润 装气十足 不像是身体不好的人啊 周太医 你可别仗着自己是太医 就乱吃药啊 我是那种人嘛 我没有吃药 只是食粮 找的是陶大夫开的方子 您放心好了 没什么大毛病 我就觉得自己还小 还在长身体呢 气血略有不足 因此再吃药膳调理 平日倒是没见你少了吃喝 但也没见你吃什么药膳呢 早食和晚食吃了就行 午食不方便就不吃呗 若是因为还长身体 晚上一二年再要孩子也没什么 可要是吃了鼻子药 那大可不必 药总是有害处的 我知道您放心吧 我心中有数的 所以他直接从商城买的 一颗能管一年的那种 嗯 白膳吃的不是他 萧燕正看着他甩手离开 摇了摇头 不再说话 满宝去找刘三娘 和他算了一下预产期 产前的两个月你便休息吧 这样产后还有五个到六个月的休息时间 也差不多够了 刘三娘也是这么计划的 而且家里有两个孕妇 她已经和周立军商量好 到时候两个孩子放在一起养 也更容易照顾 满宝却撑着下巴忧虑起来 也不知道大姐怎么样 周喜正在喂女儿喝奶 喂完以后轻轻地给她顺了顺 然后包好放到一旁 拍掉儿子要摸女儿的手 关小狼只能束手 站在床边巴巴地看着妹妹 骨头虎脑地问 娘 为什么外祖父和外祖母都能摸妹妹 我就不能 因为你这小胖手太脏了 说 你是不是又去玩泥巴去了 关小狼立即把手背到身后 转身跑了 关心端了一碗鸡汤进来 差点被儿子给撞到 他笑骂了一句 将鸡汤端给周喜 来喽来喽 臭小子 来来来来 快喝快喝啊 锅里还有鸡腿 一会儿我给你拿 你怎么又杀鸡了 不是不让你杀了吗 哎 娘带来的鸡 我也买了十只养在院子里 加上咱们之前养的 便是一天一只 也足够你吃到出月子了 我这一胎呀 你太辛苦了 大半年吃不下东西 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这倒是的 周喜这一胎一直吐 从两个月一直吐到九个多元 满宝给借了方子回来也不管用 这边也找了不少大夫看 但就是不行 基本上就是吃了吐 吐了吃 中间一度严重到 只要闻到一点荤腥就吐 最后还是老周头他们从京城回来 看这样子不行 将关小郎给接到了七里村 然后前世留在这里照顾周喜 一家三口全天吃素 连关心中午在外面吃了肉饼 都得先在军营里洗过澡 换了衣服才回来 这才好瘦点 但肚子里有个孩子 一直这样吐 连个鸡蛋都吃不下 人还是快速地消瘦下来 不过周喜坚强 慢慢地也就熬过来了 这一胎倒是生得顺利 可能是不吃肉的原因 孩子很小 脸色还有点黄 不过生下孩子后 他的胃口就好了 肉也能吃 蛋也能吃了 不过大夫说了 也不能一下吃太多 以免不适应 关心低头看了一眼 渐渐有些白皙起来的女儿 松了一口气 这闺女长得有些像她 要是脸色也像她 那以后就难了 白了好 白了好呀 院子里有动静 关心连忙起身出去 就见前世和前家三个舅母提着个篮子一起进来 他儿子看见外祖母 一把冲过去直接抱住人 特别高兴地大喊 喂 祖母 前世笑眯了眼 回抱住他 你爹娘呢 关心连忙迎上去 笑着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然后看向三个舅母 喊了一通 大舅母 二舅母 三舅母 娘 您怎么又拿鸡蛋过来 家里多的都快要吃不下了 家里不是有地窖吗 吃不下 就存地窖里 底下凉可以放久一些 也不必总是买肉给他吃 多吃些鸡蛋 早上两个 中午两个 吃着煮鸡蛋倒比肉还好呢 还有小狼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也要吃 对对对 可不能委屈了喜儿和孩子 三个舅母 都是第一次过来看孩子 也都是带了一篮子鸡蛋和米过来 这算是当下 看望产妇挺高的理解了 大舅母 足足带了小一百个鸡蛋来呢 关心收到这么多鸡蛋 是真的头疼了 不过这东西不能退 于是她放到了屋角 前世和三个嫂子 进去看周喜 给你们帮工的大嫂子呢 怎么不在 她家里孩子不听话 说是中暑了 所以就回家两天 明儿再来 到这时节了 还中暑 谁说不是呢 都入秋了 说是跟别的孩子 跑到外头玩 忘了时间 从上午一直晒到了下午 钉点水没喝不说 玩的都忘记了时间 幸亏大街上有人 人晕过后给送去祭祀堂去了 不然要出大事 也是经年邪乎 虽说水没少多少 但这太阳啊 也太烈了 那时到了四正 那天呢 就跟个大火炉似的 烤得人脸皮都红了 从四正到深时 就一直这么烤着 前哥脉子 多少人晕在田里头了 实在是晒得很呐 我们这儿还好 我看大头写信回来说 京城那边不仅太阳大 雨水还少 今年的收藏 远比不上去年大 大舅母是知道 周满现在有很多的田地的 听说那种田 是她给皇帝老爷家干活 皇帝送的 请了好多人种地呢 所以她忧虑地问 哎哟 这满宝的地 不会亏吧 亏倒不至于 但只怕是不赚什么了 今年年景不好 大家都节俭些吧 不过 今年种的生姜和山药 都不错 二郎前还和我们说呢 让我们把收下来的姜 分成老姜和新姜 老姜啊晒好 回头 她是要运到京城去的 新姜也要送到益州府 妹妹 你和妹夫 这时又要去京城了 那也得等今年的收藏 入仓了才去 还有喜儿出了月子 大头媳妇也快生了 等我们去京城 正好照顾她 那还有大郎媳妇在呢 你急什么 我们家大妞速来体贴 她还能不照顾好儿媳妇 大舅母也好些年没见到女儿了 连忙问 大妹啊 大郎他们在京城还听话 没给满宝他们惹麻烦吧 周喜轻轻地拍着孩子 哄她入睡 闻言笑着说 大舅母 她哥哥大嫂怎么会惹麻烦呢 您又不是不知道大嫂的为人 满宝可是她一手带大的 他们在京城只会越来越亲 哪有麻烦的说法 话是这样说 但前大舅母还是觉得家中的鸡业最重要 而现在周家的鸡业 基本都是周二郎和周三郎在操持 反倒是周大郎这个长子一直在外头 也不对 也不算是在外头 他一直跟着老周头和前世呢 照顾父母也是长子的责任 前大舅母叹息一声 唉 他们好就行 我呀 就是怕他们没见识 在京城给满宝添麻烦 大嫂 大郎是我儿子 满宝是我闺女 你呀 想太多了 要是有空 我们也去京城见识见识就好了 唉 说起来 满宝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结果他成亲 我们连杯喜酒都没喝上 这有什么难的 回头满宝回乡 我让他和女婿给你敬三大碗 满宝要回来啊 怎么会回来的 我听满宝说起过 他们当官的有个什么探亲家 小攒一攒 攒他越久 申请时加远的就能得到更多的天数 探亲价也不是想请就能请的 虽然理论上每个官员都有 但力部批价也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的 比如未知 他能修一个月的探亲价 一个月不理国事吗 皇帝是不好意思不批 但力部肯定不会答应的 同理 现阶段周满和白膳要想修探亲价也不可能 白膳且不说了 周满可得看着太子妃和未知呢 满宝喜滋滋的准备凶目武士 结果才睡了一个懒觉 宫里就来叫人 娘娘今日不小心被小黄孙撞了一下 总觉得肚子有些头 因此请周太医进宫看看 满宝一听 立即提了药箱跟人进宫去 怎么会撞上呢 满宝怀疑是有人贼心不死 奴婢们也怀疑着呢 但仔细地问过小黄孙了 他就是小母妃和肚子里的小弟弟了 因此才跑过来的 只是脚上不稳撞到了 其实可以不必撞上的 但太子妃怕他摔倒 就伸手接了一下 母子两个就撞在了一起 满宝进宫去 太子妃正躺在床上吸气呢 刘太医已经先一步到了 不仅到了还看诊结束了 见周满进来 便起身对他点了点头 你检查一下吧 他只能切脉和问话 不能做进一步的检查 这还得周满来 满宝点了点头 进去 宫女立即将杖子放下 退到了外面 太子妃有些紧张 满宝伸手拍了拍他 安抚住他后 才解开他的衣裳看肚子 您觉得哪儿不舒服 就是一抽一抽的疼 满宝切脉 好一会儿才笑道 不是什么大事 您就是太紧张了 所以公诉 可是都见红了 这就是受惊了 您放松心情 我再给您开个安泰药 就可以了 满宝让他深呼吸放松 太子妃跟着坐了几次 慢慢放松下来 周满又用手 在他肚子上按摩 手轻轻地绕着 他的肚皮转动 偶尔还曲起手指 轻轻地敲两下 太子妃看着好奇 便慢慢地静下来 或许是肚子里的孩子 感觉到了母亲的放松 觉得安全了 便用小脚丫子 轻轻地踢了踢肚子 在光滑的肚皮上 看到了凸出来的一块 太子妃忍不住轻呼一声 这孩子可真调皮 也不知道有没有 他哥哥那么乖巧 调皮一些也没什么不好 听说明达公主 小时候就很活泼可爱 这孩子身体健康 说不定比他姑姑 还要招人疼呢 陈州大人急言 太子妃见满宝 一直轻轻地 抚摸着他的肚子 偶尔用手指敲击一下 好奇地问 这是 宝宝与母亲一体 感同身受 娘娘受了惊吓 宝宝只会更惶恐 只是在安抚他呢 娘娘放轻松 肚子也就不会疼了 你也可以这样与他交流 这样可安他的心 这是莫老师教他的 在未来 孩子都孕育在孕囊之中 因为不是在母亲父中 为了让父母和孩子 培养感情 在孩子刚形成时 父母就要学习手指操 通过孕囊表面 来和孩子沟通 他们的法律 有严格的规定 每一个要成为父母前 都要经过考试 只有考试合格的人 才能申请孕囊生孩子 而孩子在出生的过程中 更是要求严格 每一天 新手父母都要去看望孩子 该做的手指操 与孩子交流 还有各种胎教 都需要父母双方一起完成 一旦违规操作超过三次 他们那里的户部 就要重新审核他们的资质 一旦认定他们现阶段 不具备成为父母的资质 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孩子将由国家来抚养照顾 满宝在知道这一律法政策时 惊讶得不得了 但是手指操和各种胎教方法 他是可以学一学的 满宝教太子妃 如何用手和肚子里的孩子交流 哪怕胎儿的物种可能不太一样 但莫老师说过 智慧生物在孕囊里 所能接受到的频率是一样的 而且母腹中的孩子 因为在母亲腹中 更能感受到母亲的情绪 所以手指操和胎教做起来 比对孕囊做得更好 太子妃愣愣地被满宝拉着手学习 心情慢慢地放松下来 等他学会后回过神来时 他的肚子就不痛了 满宝笑着起身 娘娘 我去给您开个安太药 不用吃很多 就今天吃一副就行 刘太医心里也并不怎么担心 但面上却有些焦急 见庄满迟迟不出来 他还以为自己的判断有误呢 因此等他一出来 就压低了声音吻 怎么 很严重 不严重 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了 稳定下来了就好 拿开两副安太药也就可以了 一副就够了 他如今已经稳定下来 肚子都不疼了 周太医这两天 要进宫看太子妃吗 要是进 自然他说怎么治就怎么治 要是不进 他还是建议两副 这样更安全 满宝想了想自己的假期 抿了抿嘴 好吧 我进来看就是了 您劳累 也就两三天而已 但我总共就五天的假呀 两人商量了一下药方 很快就将方子写下来 交给了宫女 让她拿着去太医院抓药 哦 也不用 因为东宫就有这些药 宫女请满宝去库房抓药 刘太医就收拾了东西 我先回去入岸 周大人离宫前 记得回太医院签字 满宝挥手表示知道 叹气着看他走远 白善知道这事实笑得不清 和满宝肩并肩地往宫外走 这下好了 我们每日早上又能一起进宫了 满宝有假期 中书省那边却没这么好 所以他是没有假期的 你一个人也不好玩 不如进宫陪我们一起上衙呢 我可以陪婆婆上街去玩 我娘不喜欢玩 才怪呢 明明很喜欢 俩人肩并肩地往宫外去 而太子妃此时正拉着英奴的手 小声和她说 这是妹妹 男太出生啊 你可得好好保护妹妹 就跟你父王保护你明达姑姑一样 不是弟弟吗 英奴不开心了 他都叫这么久的弟弟了 都已经决定要把自己的木剑送他了 他怎么能变成妹妹呢 妹妹会喜欢木剑吗 英奴忧伤地坐在台阶上 太子回来看见他小小的一团 撑着下巴坐在那里 不由一笑 上前将他拎起来 板着脸说 行了 多大的人了 有什么可仇的 父亲 娘亲说 肚子里的是妹妹 可我没有给妹妹准备礼物 嗯 我还是想要弟弟 太子文言将他拎进屋里去 这有何难 以后再让你母亲给你生就是了 总会有弟弟的 刚从榻上站起来的太子妃无语 太子将儿子放在榻上 压了压手 让他坐下 坐下坐下 今日是谁来了 太医院那边何时这么不谨慎了 居然告诉你腹中的孩子是女孩 太子妃刚怀上的时候 他们就问过 但上至肖院证下着名不见经传的小太医 面对他们的询问全都打哈哈 表示诊不出来 太子当然不觉得他们是真的全都诊不出 别人也就罢了 以肖院证和刘太医的功力 不可能诊断不出 不过是不敢说 也不想说罢了 今日我有些不太舒服 所以请了周满过来 他说呀 我们这个孩子将来会和明达一样可人疼的 太子就心中有数了 他而身手摸了摸他的肚子 哦 那得多准备一些 颜色鲜艳的衣裳才好 小孩子家不需要太多的衣裳 我问过了 说是穿鹰奴的便好 不行 要穿新的 这可是姑的嫡长女 怎么可能穿旧的 说是旧的更舒服 而且当时鹰奴长得快 旧衣也没穿多久 跟新的差不多 但太子狗脾气 太子妃一时说服不了他 既然跟新的差不多 为何不直接穿新的 难道他是缺布料的人吗 让底下的人去买柔和的布料 难道姑连给孩子 买两匹布料都找不到 太子妃漠然不语 满宝在进宫时 便听太子妃烦恼地问起此事 那您是要做新衣还是旧衣 先前也做了几套衣裳 你想着是男孩 这不全都是照着 鹰奴以前的衣裳做的 再有鹰奴的衣裳就够了 当时殿下也没说不好 结果说是女儿 他就不愿意让孩子 再穿鹰奴的旧衣了 那您的意思呢 我也只得听他的 要不然要发脾气的 只是鹰奴的那些衣裳 都拿出来洗过 晾晒好了的 这会儿无人穿 扔也不好扔 娘娘那边素来姐姐 要是知道我就这么扔了 肯定会生气的 东宫现在的这几个孩子 偶尔生病了 请的不是刘太 依旧是他 因此他知道 太子妃对他们虽然也好 却不会将鹰奴的东西 给他们用 满宝略一丝所便说 不然您送给我吧 你有孕了 没有 不过我二侄女儿 和大只媳妇儿就要生了 他们用得着 我还以为你有孕了呢 倒也行 我让人收拾出来 太子妃让宫女去收拾 整整装了四个包裹 不仅有衣服 还有墙保 小鞋子 小布兜 全都是崭新崭新的 毕竟孩子长得快 一套衣裳 过个二三月就不合适了 这是中岁前的衣裳 你看看 满宝打开看了一眼 都是很简单的衣裳 上面一点刺绣都没有 全是自带的印花 或者是单纯的颜色 其中以红色和月白居多 贴身的都是细软的棉麻 外面则多是红色 嗯 鹰奴可是做过 好几年的喜宝宝 以至于他现在 看见红色的就喜欢拽 特别喜欢红色 这么多东西 满宝一个人是带不回去的 因此太子妃只派了几个人 给他一块送回家去 等以后你生孩子了 我再把这孩子穿过的衣裳 给你收一收 满宝一点也不嫌弃 连连点头 好呀好呀 见他收得这么高兴 太子妃也就非常高兴起来 入秋后早上是很凉爽的 因此早上周满和白膳是骑马来的 东宫派了一辆马车给他把东西拉回去 今天周大郎和小前是刚好在家 看到宫里来了马车 还以为满宝又得了赏赐呢 正想着是不是要准备相爱什么的 结果赶着车过来的内侍和两个宫女 从车上拎下来四个大包袱 满宝将马交给门房 自己也去抱了一个 周大郎反应过来 连忙上去接 这是什么 太子妃给三娘和丽君孩子的小衣裳 这在村里是常有的事 一般也只有娘家 肯舍得拿孩子只穿过一轮的衣裳给小孩子 这不仅可以省钱 还能借福呢 连小前世都冲着宫女和内侍连连道谢 然后在身上摸了摸 她没有带钱的习惯 于是去摸周大郎 满宝看了乐 自己摘了钱袋子赏他们 快要用五十了 你们留下吃个饭再回去吧 宫女内侍不敢 连忙屈膝婉拒 满宝想了想 也没狠留 那你们回去吧 路上小心 不留下吃饭 带一些路上吃也行 满宝来不及阻止 小前世已经转身跑进厨房 不一会儿就拿着荷叶 包了好几个夹着肉的饼出来 还用竹筒给他们盛了豆浆 她从廊下取了一个小篮子 全都装在篮子里 然后塞进他们手里 才做的 还热乎着呢 肉是猪肉 你们应该没有不吃的吧 宫女和内侍目瞪口呆 满宝阻止的话就咽了下去 快拿着吧 路上吃 填一填肚子 三人盛情难却 只能接了 坐上马车走了老远 才回过神来 然后一起看向篮子里的东西 所以吃还是不吃 想到回宫后交差事 还得先去回饼 等他们去吃东西 早过了用饭的时候 只怕那时 也只剩下残根冷饭了 于是手就往篮子里伸 那是周太医家的东西 吃了应该没事的 我也觉得没事 但管事公公们说过 出宫办差 不许吃外头的东西 要是拉肚子了 那是要直接送到防疫所的 宫女已经咬了一口 眼睛大亮 快吃吧 可好吃了呢 要是吃坏肚子了 明儿周太医还要进宫呢 到时候偷偷和她 拿些药就是了 对 我听说以前给周太医赶马车的容赐 他之前也病过 就是周太医给他治的 根本没送防疫所 满宝对此一无所知 他叫上了休假的刘三娘 还有在家待产的周立军 一起来挑选东西 周立军拿了一件小衣裳 摸了摸 不由惊叹 哇 可真柔软啊 毕竟是黄孙用的 当时太子和娘娘都搜罗了不少东西 其实还是应该留给下一个孩子 穿着更舒服 他将四个包袱全都打开来 来吧 你们二人平分了 周立军也是第一次当娘 很好奇 不分男孩和女孩吗 万一我身的是个女娃娃呢 穿小黄孙的衣裳 不好吧 应该不分吧 我给宫里好多孩子看过病 我觉得他们身上的衣裳 都是一样的 才出生的娃娃 分什么男女呀 都是可以穿的 于是 姑嫂两个就瓜分了 满宝帮他们把衣裳 重新叠好放在包袱里 明学他们何时回来 之前回姓说是八月初就能回来 我姑母也就这几天了 嗯 你们也快生产了 生产所需的东西要准备了 你们在各自的院子里找个房间 回头我让人布置成产房吧 啊 不在自己的屋里头上 重新布置产房更好 刘三娘也点头 一般来得及的人家 都会另外布置一间房子做产房 生完孩子 母亲略一收拾 就能移回自己的房间 要是有问题 待在产房里治疗 比回住房里更方便 因为住房里东西多 藏屋纳垢 对产妇和孩子未必有益 自然一般人家是不讲究这个的 周宅里的房间还是挺宽裕的 很快就在他们所住的院子里 选了一间房来做产房 满宝亲自带着五月等人布置 还用仓竹熏了一下屋子 下午不用去上牙 满宝可以好好地享受自己的假期 他去药房里琢磨一下 给刘三娘和周立军生产应急的药 琢磨着琢磨着 他就忍不住放下手中的书 从边上的书册下 拿出那两张方子看 这是他和老谭太医 为未知琢磨出来的药方 一张是汤剂 一张是玩药 现在未知吃的就是玩药的方子 满宝前几日才给未知把锅卖 扎过针 知道他的身体并未好转多少 听白善说 严税的改革进行得很不顺利 上个月派去江南巡视政部的 御史和门下省廊中 在扬州病倒了 那位姓芳的御史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送回京城就病逝了 连皇帝都气得上火 萧苑正给他开了两副 凝身轻火的药 满宝看着手中的方子沉思起来 还是起身去架子上找出药来 撑出对量的后迟疑了一下 还是高声说 西饼 准备炉火 我要做药丸 是 西饼硬了一声 转身去准备炉子和锅 满宝将需要处理的药材 一点一点磨碎 需要炮制的炮制 需要熬制的熬制 一直忙到傍晚 他才将所有的药材 和炼制好的蜂蜜搅拌在一起 你去拿几个新的瓷瓶来 是 西饼转身去找瓷瓶 满宝就起身将门关了起来 他将那半瓶一直被他封存的药剂拿出来 有些许的不舍 幸亏这药剂挥发性不强 您在药丸里 不知道会不会让药丸变了颜色 路主试试就知道了 满宝就将它全倒进去了 绿绿的颜色和黑褐色的药膏混在了一起 颜色有点怪异 满宝看了一会儿 联盟搅拌起来 搅着搅着 发现这药剂很顽固 它不容易药丸 顽强地保持绿色 虽然搅拌过了 但一片黑褐色中的一点绿 看着怪怪的 满宝用力地拌了拌 还是没办法 只能净手后搓丸子 他将搓好的丸子 放在垫直的纱布上 很是忧伤 早知道就不允在丸子里了 找个借口给他开一副汤气 混着喝多好呀 柯柯没有说话 满宝任劳任怨地搓着丸子 足足搓出了二十颗 这个量 满宝连忙选出五颗来 揪出一些来搓进其他十五颗去 他这才撑了撑 发现重量八九不离十 便松了一口气 西饼拿了两个瓶子回来给他 满宝就一个瓶子装七颗 一个瓶子放八颗 西饼盯着药丸看 大人 我怎么觉得这丸子有些泛绿 是不是天太热 可也不对啊 您是现做的 没事 我新加了一种药汁 所以颜色有点不太一样 是吗 西饼也给他们做过不少药丸 从没见过哪一种药丸是这种颜色的 意识有些惊奇 满宝往外看了一眼 估摸着味之也出宫了 便起身要出门 踩到门口就碰上白扇 你回来了 嗯 你这是要出门 我要给魏大人送药去 白扇便转身与他一起出去 给魏大人的药 不是太医院做好了送去吗 我新走磨了一个药方 想给魏大人试试 再回头找太医院麻烦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 先给他尝尝看看效果 俩人便一起去魏家拜访 魏玉知道父亲身体不好 自回京城后便和长玉公主住在魏家 听到下人禀报说他们一起来了 便亲自迎出去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我是来看魏大人的 他肯下牙了 下了 在书房呢 满宝就和白扇点了点头 单独去见魏之 魏之看到眼前的两瓶药 笑着问 哎呀 太医院前日 才给我送来的新药 还未吃完呢 药丸保存的时间不短 那一份可以留着吃 您先吃这两瓶的吧 这是我新总统出来的方子 您试一试 魏之正好晚时过后还未吃药 就伸手打开了一瓶药 倒出来了一颗 本来是想仰头吃下去的 但看到这药丸的颜色 亦是有些迟疑 哎 这 这上面的一磨绿 这是我亲手做的 因为先加入了一种药汁 所以颜色有点怪 不过您放心 绝对新鲜 不信你摸一摸 是不是还温着 其实应该再晾一晾的 魏之看了他一眼 将药丸塞进嘴里吃了 这滋味也有些许怪异啊 这东西要不是周满亲自带来的 他必定吐出来不敢吃 满宝见他吃了就笑眯了眼 叮嘱他 您先吃这个 这是五天的量 等吃完了这两瓶药 在侄太医院给您配的 不是要试药吗 若是好 不继续这个方子 魏之有些疑惑 满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您先用着吧 到时候我看脉象来决定 魏之觉得他这一个目光有益 不过也没往坏处想 点头硬了下来 满宝将半管药剂混在了药丸中 量少了 加上他本就是持续性地 慢慢修复人的五脏六腑 因此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来 五天以后 满宝给魏之把锅卖后给他扎针 等他睡着了 便招了照顾他的老仆出去说话 先前给魏大人那两瓶药吃完了吧 还有两碗 嗯 吃完以后换回先前的那一位 他将药丸从药箱里取出来给他 我从太医院里领出来了 先前换药前应该还有三天的药没吃完 时间久了 药效空有些散 你将它取来给我吧 老仆应下 拿到新到手的两瓶药离开 转身去取了一个药瓶给他 满宝打开核对了一下数量 和他点了点头 这才进去看魏之 除了他和白扇 魏之主仆二人 没有人知道魏之曾经换过药 老仆倒不觉得这是奇怪 治病嘛 换药是常有的事 但魏之觉得奇怪呀 晚上吃药时 他就将药放在手心里 仔细地看 魏夫人见他迟迟不吃 便上前轻声问 这药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只是觉得呀 这个药丸不够圆润 也不知道是谁错的 他顿了一下 还是将药放进了嘴里服下 魏夫人正在铺床 闻言不由称道 你一个服药的还讲究这些 快去泡脚吧 我看你这几天睡眠好了些许 是不是泡脚的药包又换了 啊 我这几日睡眠好了吗 是啊 之前虽然泡了脚比以往入睡快 但夜里总会醒过来 小青 但这几日你夜里醒来的次数少了 魏芝就若有所思起来 捏着药瓶沉饮起来 还是决定明天将这最后一碗药给吃了 但第二天魏芝起来后 沉思伴上还是没有吃那碗药 而是切下三分之一 用纸包好 招手叫来自己的肠髓 将药交给他 你往凤州去一趟 找那边医术最好的大夫 问一问 这药的情况 常随愣了一下 虽然不明白为何要跑到凤州去 而不是在京城找大夫 但他还是恭敬的结果 恭身退了下去 不仅京城 雍州那边的大夫也和周满有联系 现在谁不知道他是周满的病人 为了不给彼此找麻烦 还是去凤州吧 满宝队此一无所知 他此时正在宫门口排队进宫呢 今天大朝会 中秋前的大朝会 听说今年又有不少帆帮使臣进宫来 因此今年中秋有宫宴 白膳能不能参加还不知道 但周满肯定是可以的 所以他正在沉思 那天晚上 他到底是穿好看的衣裙 还是穿官服呢 满宝低着头 一脸沉思地顺着人群往里走 正爬太极殿那老长老长的台阶呢 唐鹤从背后拍了他的左肩一下 他便下意识地往左看去 唐鹤却站在他右边问 你想什么呢 要是往常 他可不会被这么糊弄着 满宝回过神来 想着中秋宫宴我穿什么衣服 是官袍呢 还是另外对一套是硬风尚的 官袍吧 更说得上话 今年中秋宫宴必定不平静 所以你最好把白膳也带上 出席的官员是可以带家圈的 怎么不平静了 你不知道吗 前日高沟黎的使臣尽心求和了 他们的五王子昨日归在宫门外求见陛下呢 没有 我只听说过陛下想愈驾亲征 怎么 我们打赢高沟黎了 唐鹤一脸的一言难尽 爬完了台阶 刚好站在大殿门口喘喘气 他扶着腰左右看了看 见兵部的人不在 没有 所以陛下猜嚷着要御驾亲征 从避暑的时候喊到了现在 那他们求的什么河 因为星罗和百气联合起来 从南攻打高沟黎 他们三面受敌 不过此求河未必是求河 他们没有信誉的且又凶悍 此举说不定是诈河 皇帝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此不愿意见高沟黎的使者 他坐在龙椅上冷哼 高沟 浮雨和墨人素来狡诈 前朝墨地时 曾一度诈河 因此 他们说话不可信 皇帝的雄心再次被点燃 他垂眸想了想说 陈此新罗和百气加工之机 不若朕 欲驾亲征 将高沟黎所占土地收回 前台词就是 我们去灭了他家的国吧 为之还想着严税改革 因此不想搭动干戈 于是出列表示反对 皇帝生气 看向赵国公等人 赵青等以为呢 臣支持陛下 汉石 玄途骏和乐浪骏 本就是我汉人之下 若不是高仪 浮雨和墨人 携众多汉人 趁着战乱分割出去 也不会有高沟黎 更不必说从前朝到如今 他明面上臣服于我等 但遂共时有时无 且多次分辨 如此不将我上国放在眼中 若不加以诚挚 将来如何能说服众多藩国呢 不错 高沟黎不过是藩国而已 现在所占土地 还是从前朝手上强过去的 自朕登基以后 他们少有纳贡 有多次翻兵 不诚挚 不足以平民分 终情以为呢 皇帝目光炯炯地盯着底下的大臣们看 大部分表示了赞同 小部分没有言语 但表示赞同的人认为继续派兵去攻打就是 皇帝没必要亲自御驾亲征 皇帝则表示自己要鼓舞士气 此事暂且无解 不过皇帝依旧不想见到高沟黎人 因此不打算让他们参加中秋公宴 未知对此没有太大的意见 十几位有事情要汇报的大臣一部御书房 打算继续议事 古中悄悄截住散朝后要去吃上午茶点的周满 陛下请您一并去小朝会呢 我只是太医署博士 太医署的事要找萧院证才对 陛下是想请周大人请一下脉 告诉周公陛下身强体壮并不拒出远门 满宝瞬间明白了 这还是想御驾亲征呢 满宝看了眼唐鹤 只能跟着谷中转身往御书房走 萧院证不是在吗 多以为大人言语 周公自然更幸福些 才怪呢 这种事儿一个大夫说就行 谁还找两个大夫去作证 不怕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一定是萧院证不答应作证 满宝在心里权衡起来 一会儿见了大家要怎么说呢 他有点头疼 他一个小小的胎衣 为什么要牵扯进这种朝政斗争之中 踏进御书房的那一刻 满宝想起了庄先生以前叮嘱过的话 再朝为官不应以私夺功 不论自己有何私心 将要面临怎样不好的后果 公正儿子是最主要的 好吧 那就公正好了 作为太医 我只要照实说便可 至于其他的事 我才不管 满宝定了定心神 走进了御书房之中 目光一扫 便老实的龙手站在了萧燕正身后 萧燕正微微偏头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满宝一抬头就看到了束手站在一旁的白扇 两人对上目光 互相眨了眨眼便低下头去 乖乖地听大佬们议政 皇帝正沉着脸指挥着内侍将余图挂出来 一共两幅 一幅是汉林院中收藏的很久很久以前的余图 一幅则是当下的余图 皇帝指着东北怒气冲冲地说 众臣表示可以打 他们并不反对出兵 只是反对御驾清征而已 连素来站在皇帝这一边的赵国公都没忍住委婉的暗示 您不要混为一谈呀 我们没说不打 只是拒绝您御驾清征而已 皇帝一听他们都答应出征 便直接掠过后面半段话 既然都答应 那就点兵吧 如今是八月 须得在腊月前结束战事 不然太冷了 将士们守不住 朕亲自带着两万进军押后 老唐大人不得不出炼 陛下 高沟黎一手难攻 并不好打 臣的意思是 不如略微休整 等明年再出兵 兵贵神速 留待明年 高沟黎也缓过来了 更不好打 就是要趁着此时 他腹背受敌时出击 陛下 新罗和百计两国互相反了 皇帝抽了抽嘴角 这个消息还是昨天晚上英里告诉他的 他知道时都不知道做什么反应了 他实在搞不懂这两个藩国 简直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好好的结盟打高沟黎 他们就算是互相要攻击 也得等高沟黎打下来以后再打吧 结果战事打到一半 自己互相抢起地盘来了 一点盟友的道义都不讲 皇帝觉得这两个藩国不仅脑子不聪明 人品也过不去 本来还想把高沟黎打下来以后 将平壤一带赏赐给他们 毕竟那部分离得太远 他是有点不好管 但这下皇帝改主意了 那就安排时辰去一趟新罗和百计 让他们暂时歇战 先打下高沟黎再说 陛下 现在高沟黎求和的使臣 还在红炉寺的驿站住着呢 他们要怎么打发 陈凯 若高沟黎愿意退一步 倒不是不可以讲和 毕竟发兵说得简单 当一出行就是粮草 就是军备 就是陈甸甸的钱呀 皇帝还没反对 已经有大臣喝道 不行 高沟黎并无信誉 三年前 他们的王子还在我们的国子舰里读书呢 他们就敢发兵攻打营州 被打退后就求和 这才多长时间又想着攻占营州 他们求和 岂能相信 前朝末帝时 就是因为高沟黎攻占辽东 末帝才发兵前往高沟黎 数十次打退逼进辽东城 但每次要进攻城中时 他们就加意投降 可恨末帝不长记性 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 这才给了他们可乘之计 朕 也能再犯末帝之过 说起来 皇帝和末帝 还有那么点亲戚关系呢 俩人是表兄弟 皇帝是恨末帝残暴 但在这世上 他更恨高沟黎出尔反尔 让洪炉寺 派个人去与他们接触 先把人拖住 不许他们传递任何消息回去 杨祥嘛 也不是只有他们会的 先给他们露个口风 就说朕 有意应和 只是他们诚意不够 而后再约束住 他们的信息 等朕御驾亲征时 把他们都带上 前面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您能不能不驾后面这一句 众臣心累 再次表示 对最后一句话的反对 皇帝就指了 萧苑正和周满 萧爱卿和周青便在此处 朕卿若是不放心 大可以让他们来给朕情迈 看朕是不是能上马杀敌 陛下 君子不利于危强之下 您是明君 难道连这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了吗 朕不上前线 只在后方 那陛下御驾亲征的意义何在啊 自然是古武士气了 前朝末帝 三次东征高沟黎 却都未能拿下高沟黎 高沟黎王虽表面臣服 但朱卿且放眼一看 从前朝到现在 高沟黎王哪一次肯应召入京 哪共更是时有时无 且目中无人的很 朕能争下东突厥 西突厥 高长 回合 为何独独拿不下 一个小小的高沟黎 自本朝建国以来 朕也两次发兵 争讨高沟黎 最后都无果而终 这一次 说什么也要将他拿下 朕欲驾亲征 随朕东征的士兵 还有何不放心的呢 陛下打算发兵多少 您亦得何果 若是损耗过半 亦无结果 陛下是进是退啊 是怕皇帝像前朝末帝一样 没有节制地投入兵力 可以说 前朝后来那样明媛沸腾 东征高沟黎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许多百姓为了不被征兵 自愿断掉手足 未知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大静 皇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民为本 朕自然有准备的 未知这才沉默了下来 皇帝一见他做了退让 立即撸起袖子看向肖怨正和周满 压抑着兴奋说 来 两位兴家上来 给朕看看吧 满宝抬起头来 就正好和肖怨正对上目光 俩人都有些无奈 只能上前 满宝特别尊老 而且肖怨正是上司 自然他先把脉 于是打死不先上前 牢牢地站在他身后 肖怨正无奈 只能上前给皇帝请脉 大家都目光炯炯地盯着看 有几个特别反对皇帝亲征 比如李布里尚书之流 就脚步微移 移到皇帝的侧边 正好和坐在椅子上 请脉的肖怨正面对面 他使劲地给他打眼色 肖怨正看见 干脆微微地闭上眼睛 半仰着头给皇帝搭脉 其实根本不用搭 前天他才给皇帝请过脉呢 秋高气爽之时 皇帝身体好着呢 半晌 肖怨正收回了手 起身站到了一边 满宝看着肖怨正 希望他能先开口说点什么 但肖怨正只掀起眼皮 看了他一眼 便示意他赶紧上前 满宝无奈 只能收回目光 坐到小凳子上 将皇帝的手放在岸上 轻轻地搭了上去 半晌 满宝也起身站在了一旁 大家都看向俩人 用目光阔害他们 以期达到自己的目的 满宝看着肖怨正 肖怨正 这才将皇帝的脉象 如实地报告出来 赵国公有些不耐烦 直接问 您就直接说陛下的身体 能不能欲教清征吧 你说这么多 什么脉原脉润的 我们也听不懂呀 不是脉原 是脉实 罢了 说了你也不懂 但我想魏大人和李尚书 这些学识丰富 应该懂的吧 当下文人 谁读书的时候 不顺着看一本皇帝内经 就算不钻研 也把不出卖来 但变卖还是做得多的 我都告诉你 卖是有力 反正皇帝是听懂了的 朕就说 朕身体好吧 肖怨正有些欲言又止 不由看向周满 满宝正垂着头思索 没看到他的眼神 未知察觉到了 于是在皇帝 就要定下御驾亲征时 他直接开口问 肖怨正 周太医 陛下御驾亲征 是否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若是陛下御驾出行出了事 你等可担待不起 肖怨正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呢 因此才不肯将脉相 说得太通俗易懂 他说皇帝现在脉相很好 身体强壮的能杀两头牛 回头他要是出事了 找他问罪怎么办 虽然这就是实情 于是肖怨正深吸一口气 陛下此时的脉象是真的好 但出行之事谁能肯定啊 出门在外毕竟水土不同 更何况战场上瞬息万变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而且陛下身上还有旧伤啊 皇帝没想到他临阵倒戈 不由瞪大了眼睛 一转头便看向周满 周卿 你以为呢 我觉得肖怨正说得对 陛下 喝水都有可能淹死人 何况出门 还是愈驾亲征这样的事呢 皇帝愣了一下后大乐 拍着扶手笑问大家 是啊 难道朕要阴夜费时吗 他也总算知道 萧苑正这老东西在担心什么了 今日 朱卿既然都在这里 那边小玉下去 朕出征远行 乃朕之执念 于太医院的判断 并无干系 萧苑正悄悄松了一口气 冲周满露出个赞赏的目光 为之叹息一声 陛下远征 那朝中的政务交给谁啊 由太子监国 之前朕去雍州避暑 太子监国两个月 不就做得很好吗 一直站在一旁当背景版的太子 有点怀疑的抬头看向他爹 怀疑他早有预谋 屋里其他大臣也有如此怀疑 不过一想 皇帝是去了行宫才知道高沟里又打了盈州的事 之前并不知道 所以应该只是巧合 于是众人又将心收了回去 皇帝又点了位置 李尚书和刘尚书 以及老唐大人 众人还能说什么呢 他连萧院政和周满都提前请来了 虽然他们自认阻止皇帝御驾清征是对的 但也得拿出强大的理由来 光靠一句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显然是不足够的 因为皇帝一句鼓舞士气就堵了回去 不过大靖对高沟里的确是多次受挫 倒不是他们没打赢 但打赢之后却没收服对方 在他们看来 那和没打赢是一样的 像对东西突厥高昌等国 他们打过去 赢了把地盘占了 射了周郡以汉人之礼制之 这才算赢 再不计和吐蕃一样 打赢了该收回的土地收回 收不回的 接下来几年你也老老实实的纳贡 皇帝逢年过大寿 让你进京来贺寿或者过个节 吐蕃不仅会派使团过来 偶尔吐蕃王还会自己亲自过来 这才叫清和 叫有来有往 叫亲密无见 叫藩邦之国 结果轮到你高沟里 打你的时候投降倒是快 折子上写的比唱的都好听 但该纳贡的时候不纳贡 叫你进京来续一续 你百般推脱 这也没啥 你不找存在感 皇帝忙得很 也懒得搭理你 结果你昨年斩断 其他翻国来朝的道路 今年就暗磋磋的出兵 抢我的地盘 这就很过分了 这样的情况 要说他们大进赢了高沟里 就是文臣出身的大臣们 也不能答应 更不要说武将们了 他们早憋着一口气了 而私底下 民间是有些不好的传闻的 因前朝覆灭的原因 有一半是因为东征高沟里 因此民间总说 高沟里就是中原的克星 谁对上他都会被灭国 此时皇帝御驾清征 和派兵东征的区别 还是很大的 也正因为这一点 众臣才能那么快被说服 不过他们这一关是过了 后宫里还有皇后那一关呢 于是皇帝离开御书房 往后宫去时 还特意叫上了周满 把太子爷给捎带上了 回后殿的时候 他就叮嘱俩人了 周青 朕的身体很好 一会儿见了皇后 你就照实说 太子 朕不在京城 你也该多安慰皇后 一会儿你就去试试 太子无言以对 皇后也才处理完公务 才在宫女的扶持下 起身动了动脖子 听到皇帝来了 便连忙带着宫女内侍迎出去 皇后本有话说 但看到跟在后面的太子和周满 他就收住了话 笑着问 陛下怎么把周大人和太子都叫过来了 周满今日给朕请卖呢 有个好消息告诉皇后 皇帝笑咪咪地拉着他的手往里走 皇后顺着皇帝坐在了座上 好奇地看了一眼周满 什么好消息 周满宝以为他就是个辅助 是个工具人 等皇帝需要的时候出来说一声 他身体很好就完了 万万没想到 陛下竟然让他主动出击 这就有点太为难他了 这种事不应该自己来吗 不然太子也行呀 或者把还没有来得及 出宫去的各位大人叫来 也比他合适吧 满宝抬起头来 正对着皇后好奇的目光 他便深吸一口气 娘娘 陛下的身体很健康 我知道 前日萧远正才给陛下请卖 说是没什么问题 皇帝鼓励地看向周满 满宝不由看了一眼太子 太子低下头去 满宝只能面无表情地继续 所以诸公已经同意陛下 遇驾清真高沟里的事了 太子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皇后脸上的笑容落下些许 微微偏头看向皇帝 皇帝正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皇后就微微一笑 手不动声色地掐住皇帝腰间的肉 狠狠地一拧 笑着问 陛下 周大人说的是真的吗 皇帝眼含热泪地点头 借着宽大的袖子遮掩 一手按在他的腰上 哎 子痛不必为朕有心 朕 朕 身体好着呢 不会有事的 啊 陛下 臣想起太医院里还有些单子未曾处理 臣先告退了 满宝趁机告退 将空间让给他们一家三口 太子悠悠一叹 任命地留下和皇帝一起劝说皇后 满宝出了后殿便大松一口气 拍了拍胸脯 这才往太医院赶 白扇在太极殿下的台阶等他 太阳不小 他就躲在桥洞下 听到熟悉的脚步声 一抬头便看见翻飞的红色官袍飞过 他连忙叫住人 满宝 满宝就扒拉在栏杆上往下看 正与抬头的白扇对上目光 你怎么在这 白扇和他招手 满宝便连忙下最后几阶台阶 小跑着过去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 白扇从袖子里掏出帕子给他擦脸 你急着去问萧燕正 太医署的学生能不能随军东征 是啊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太医署里学洋医的学生多有不足 西域之行回来后 我就常在想 我们培养的洋医和其他类型的大夫 分明也是可以往军中输送的 各地军医也可进京学习 只不过因为太医署才建立没几年 维持住现在的规模都不易 更别说扩大 所以周满只和萧燕正提过两次军医入京学习的事 不过萧燕正也只试探性地在小巢会中提过一次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他觉得这是个机会 在大臣们同意皇帝御驾亲征时 他脑海中就批出了这一道闪光 陛下想速战速决 那出征的日子必定很近 我得尽早和萧燕正商量出来 白善便心中有数了 好 你去吧 满宝正要走 想了想又停下 你也要去吗 你先去安排 我尽量 跟随皇帝御驾亲征 这是一件承则立下大功 败也少有过错的大机会 除非皇帝亲征的路上出事 不然他们这些贴身的摄人 一般都不会被牵连到 中书省一共有六个摄人 这次皇帝亲征 他最少要带两个 白善的几率是三分之一 但因为他和皇帝的关系 以及和满宝的关系 必定是高于三分之一的 现在就看皇帝点的是 太医院的水随军了 要是满宝 他至少有二分之一的可能 若不是 他去不去也就无所谓了 可二分之一还是太少了 白善垂谋想了想 转身出宫去 他得出去用五十了 不知道大家吃了没有 他可以请大家去皇城外的 那家饭馆吃个饭 虽然那家饭馆的饭菜很贵 李尚书还是过分了 仗着自己是皇族 把饭馆开到了皇城门口外 这本没有什么 可做着独门生意 定价也忒贵了 满宝小跑着回到太医院 一脸的汗 萧怨证他们正要吃五十呢 见他这样跑进来 不由问 周大人啊 你何时才能将宫中 不得急行这一条宫规 记在心里啊 龟得你现在无怨 这要是有了身孕 这样跑来跑去的 看你怎么办 刘太医则是指着桌子上那几个石盒笑着说 周大人 您的石盒在那儿呢 满宝一边让工人帮忙打水来洗手敬脸 一边说 我才跑过来 真是不想吃东西 萧院正 我有件大事要与您商量 萧院正不慌不忙地加了一筷子咸菜 然后将碟子递给其他人 随陛下亲政的名字 其他人消息之后 纷纷一致 片刻后瞪大了眼睛 连刘太医都忍不住惊讶 陛下要御驾亲征 朝中诸公也答应了吗 萧院正汗手 刘太医等人都皱起眉头 全都忧虑起来 满宝连连点头 嗯 您心中也有打算了吗 本来是有了的 但听你这么说 你想去啊 你一开始没想让我去啊 随军出征 出入皆是男子 你个女孩子去做什么 我一开始主意的是 卢太医和郑太医 卢太医和郑太医 没想到雷从天降 直直就披在了他们脑袋上 半赏说不出话来 看着手里的饭菜 有点委屈 周满还有些委屈呢 院正 我是随军出征过的 有大量的处理外伤的经验呢 萧院正主意卢太医和郑太医 一是因为他们的医术 在太医院里是很不错的 郑太医擅长外伤的处理 而卢太医与内政上也很有研究 有他们两个跟着皇帝和这些随军的大臣权贵也够用了 二则是因为他们正当年 以太医院里太医们的年龄来算 俩人的岁数都不上不下 刚刚好 至少比他和刘太医强多了 他们随军合适 至于周满 萧远正当时考虑过 主要是他的医术是真的好 但综合考虑后还是觉得他应该留在京城 但如果他主动请阴的话 萧远正看了卢太医和郑太医一眼 陈吟片刻说 此事也不是我一人说了算的 我得问问陛下 南宝想了想 觉得他和皇帝交情一般 不过和太子交情不错 不如你再顺便问问太子殿下的意思 他想起周满本就是走东宫那边的路子 进了太医院 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太子殿下的人 这样私不私下的区别也不大了 满宝着急 怎么能不急呢 我还有另一件事要和您说呢 卢太医和郑太医就默默的起身 给他让了一个位置 好让他能够更方便的和萧远正说话 他们两个都不太想跟着出征 其他朝臣和皇帝出征 那是没有功劳也会有苦劳 回来后肯定都会论功行赏 但他们太医院的几率却很小 没事还好 不过是劳累一番 能平安回来就是喜事一桩 可要是有事他们被牵连的可能性却很大呀 就是皇帝人后不被砍脑袋 丢官将职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满宝坐在萧苑正旁边说 我想从太医署中带一批学生去 什么 杨医那里一直缺少时间的机会 这次就是一次机会呀 军中的军医一直不够用 有的营帐中甚至没有军医 上了前线只会更缺 我们去了不仅对学生们是个机会 对军中的将士也是一个机会 院政 我们的学生再次 最基本的缝和包扎止血 也是会做的呀 从前线下来的伤兵 止住了血 命就回来了一半了 带这么多人 所需的物资可不少啊 和兵不一样 此去是去救他们的人 这些物资该他们出的 由他们去和户部要 这事要是做得好 事后我们可以重提一下 军医进我们太医署学习的事 若是能让天下的军医 都有机会进我们太医署学习 那我们太医署将来 就不是可以随便取缔的部门了 太医署独立以来 除了牛斗法外 就没有太大的贡献了 每一季还要从户部那里 申请不少的钱 萧燕正嘴上不说 心里却是很着急的 前朝时 太医署设立后 没几年就被取消 若是不能做出成绩 展现自己的作用 他们大进的太医署 也是有可能会被废的 这一次的确是一个机会 萧燕正总算被周满说服 立即起身 那周太医 你和刘太医 卢太医一起 你一定随军的名单 我去找兵部 不 我得先去找陛下 萧燕正饭也不吃了 直接去找皇帝 皇帝刚安抚下皇后 饭才吃了两口 就听古中说 萧燕正求见 皇帝便只能放下碗筷 也不吃了 起身去见萧燕正 萧燕正来找皇帝 就是问他 陛下 你想点哪一位太医随行 爱情很敬业呀 皇帝上午才谈判下来 御驾清征呢 这会儿他就准备上 随行的太医了 这个晚上一两天再指定 也没什么吧 连午食都不让他吃 萧燕正只当听不出 皇帝的言下之意 陛下 臣本主义卢太医和郑太医 但周太医主动请应 而且他提议太医署 带上一批学生 前往前线救治伤员 所以臣的建议是 您若是不嫌弃 便将他们三个都带上 由卢太医跟随在您身边 周太医和郑太医 就带着学生上前线 去救治伤员 这是萧燕正在路上想的 以周满的秉性 他肯定不会安稳地 待在皇帝身边 到时候乱跑 皇帝身边没人可怎么行 皇帝不由坐直了身体 带着太医署的学生一起去 是 主要是学习常医的学生 臣已经让周太医和刘太医等人 去拟定名单了 皇帝起身转了两圈 想起当初阿史纳的折子上写的 应有周满随军 军中的伤亡的人数 要比之前少很多 他目光炯炯起来 总算点头答应 好 那就让他们三人都随行 你去将所需的物资 列出担子来 交给护部去准备 陛下 担子应该交给兵部吧 皇帝文言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交给兵部也可以 肖院正得了准信 高兴地行礼退下 皇帝也很高兴 兴冲冲地回去找皇后和太子 和他们母子二人说 朕觉得此一次我们会大获全胜 皇后笑着给他盛了一碗汤 什么事儿让陛下突然这么有信心 肖院正让周门等人带着太医署里的学生随行 对了 太子 太医署现在 还是你管着吧 啊 事情都是肖院正管的 儿臣不过是白带一个名罢了 嗯 前朝末帝 动正时 军中伤亡惨重 这次 一折多了 伤亡的士兵 应当会有所减少 其正时 阿什纳上过折子 虽不曾有具体的数字 但他的确夸奖过 周满随军 救活了不少 本来救不活的士兵 伤亡减少许多 那得多准备一些物资 拜父治病也需要东西的 可不能到了前线 才发现短缺东西 朕已经让肖院正去列单子了 陛下回头 让人也给臣妾送一份吧 臣妾看看 能不能从后宫中准备一些 也算是后宫的心意 只当是为陛下分忧 皇帝感动不已 皇后竟然只拧了他两下 就全力支持他了 不愧是他的好皇后啊 满宝第一个提的名字 就是周立如 刘太医看了一眼 忍不住问 周立如不是学的体疗和针灸吗 他对杨医也很有兴趣 而且之前在西域的时候 他的缝合术大有长进 这次叫上他 他一定愿意去的 刘太医不知道周家的娘子到底是怎么养的 怎么就这么与众不同呢 刘太医只能让他添上 然后就是明年要毕业的那一届学生 从中挑选出有意成为洋医的学生 并不多 只有九个而已 下一届更少 只有七个 满宝和他们略一商量 就决定把这十六个人都带上 满宝嫌弃人少 要不再多带几个吧 我之前带的女班中 因为涉及到开副娶子 所以他们的缝合术也不错 他们不同其他学生 主要学习的是代下病症 有都是女郎 这样吧 去太医署中问他们 他们要是愿意去就去 不愿意便罢了 和肖院正一样 刘太医也没想过 要让这些女学生随军的 但如果周满和周丽如都去了 他们去不去的 于名声上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嗯 我去吧 这样他们不会紧张 满宝现在只是太医署的博士 拿着微博的薪资 每寻到这里来上三四节课而已 已经很少会亲自管学生们了 遇上半价出行 两个月不出现授课都是可能的 这时候往往就是刘太医帮忙带课了 毕竟满宝现在太医署的课程 就是针灸和代下病 前者的话 刘太医略有研究 还是能教学生们的 后者嘛 刘太医更是擅长 满宝都要时不时地请教人的 不过他虽然来得少了 但学生们对他却很亲近 尤其是今年 和刘三娘不一样 他进太医署中学习的时候 已经有了很强大的基础 又是宫中医女出身 因此才在太医署中学了不到两年 便顺利结业 然后晋升为医助 郑嫂、郑姑 已经和他们一样进太医署时 便有不浅基础的那些学生都不一样 他们在太医署成立后的第二年 就通过考试分班 开始和他们学习不同的课程 所以这两三年陆续结业后 到各地医署上任职 他们进太医署时是零基础 甚至有的人还是进太医署后才认全字的 之前只认识些许字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知道一些药材 一些基本的一礼罢了 而且比一般人聪明 能够很快地记住东西 但再聪明 基础不好 他们进太医署后 也得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 像周立如 离开太医署一年 回来后不仅没落下功课 反而还调到了体疗班 和另外那个班的同学学习体疗之术 功课照样跟得上 根据年限 他们这一批今年年底就会结业 明年开春就要安排到各处工作了 太医署中只有两个女老师 一个是曾经与他们是同学的刘三娘 另一个就是周满了 其他全是男老师 他们想和周满套一套交情 要是能留在京城就好了 而留在京城里有两个去处 一个是太医署 一个是太医院 所以周满一进教室 就提了一下此事 不知你们可愿望 若是愿意 便拿出一张纸来写下自己的名字 写愿望二字 不愿的 就写不愿吧 学生们略一思索 便一咬牙 一跺脚 全都写了愿望 满宝收到纸条都惊呆了 全班十九个学生 竟然全都愿意 他微微挑眉 你们很好 不过随大军出征会很吃苦 虽说军医不必到前线去 但若是遇到激烈的战事 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 军医就要到前面搭建一仗 以更方便地抢救伤员 所以你们最好考虑清楚了 去或是不去 对你们将来的仕途 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若是去了中途退出 那便是逃兵了 按照兵部的规矩 逃兵当者 我不愿我的学生犯这个错误 学生们对视一眼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借没有人退出 便是心中有了犹豫的人 也咬牙硬了下来 没有退出 满宝慢慢地将这些纸条 都叠在一起 卷起来后 放在怀里收好 你们都是好样的 今日我会一直留在 太医署的办公房内 失落我离开之前 你们都有反悔的机会 失落之后 就算落子无悔了 我明日一早就会把名单 呈上给兵部 那就没有改变的余地了 满宝静静地看了看他们 转身离去 大家目送周满走远 然后立即热闹起来 你也写了愿望 是啊 你呢 我也是 所以我们真的要随军出征吗 那 那岂不是 是在一堆臭男人堆里干活啊 又不是没给臭男人看过 这话可别叫朱先生听到 先生说的 病人就是病人 哪怕男女的确有别 我们也要尽量放平心态 只将病人当病人看 还真去啊 你现在反悔也还来得及 谁 谁说我要反悔了 我只是没想到 大家竟然都选择了愿望而已 满宝回到办公房 将那一叠纸拿了出来 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 一旁的小谭太医正喝茶 见他自回来就一脸沉默 不由问 周太医怎么了 我记得今日周太医没课呀 怎么会来太医署的 小谭太医今天在太医署职守 所以还不知道皇帝御驾清征的事 于是满宝抬起头来看他 陛下御驾清征了 我等要随驾出行 小谭太医目瞪口呆 手中的茶杯差点落地 他咽了咽口水 那有我名字吗 没有 萧苑正提了我 卢太医和郑太医的名字 小谭太医大松一口气 然后觉得可能太明显了 连忙说 这是萧苑正看中周太医 您多保证啊 可能觉得这个话题也不太好 他连忙转移话题 周大人选了几个学生去 要不要我帮忙做学生们的工作 有一往洋医那边发展的学生 没有选择的权利 全都要去 但我所带的女班 他们也都申请去了 所以这到底是劝他们去 还是劝他们不去啊 小谭太医默然不语 觉得自己太不应该了 竟然和学生们有差距了 于是感叹 哎呀 都是好孩子啊 很有赤子之心嘛 满宝一直坐到夕阳落下 也没有人来找他拿回名单 反倒是太医署内热闹了起来 本来收到通知 要随军的学生们 有些还不太甘愿 毕竟随军实在算不上什么好事 但很快得知那边的女学生 竟然全班都要随军 而且还是自动请愿 有些抱怨的那几个学生 也不好出口了 有人直接催倒 呸 还是男儿生呢 结果连个女子都不如 就是啊 女学生尚且有胆上前线 我都何举之遥 谁 谁说我们惧怕了 我可没说我不去 刚是谁抱怨军中粗笔 军衣都是杀猪汉的 学院里闹哄哄的 但很快就被安定了下来 有几个不在名单中的人鼓动 我也想随军 只不知为何先生选了你们 却没有选我们 若是我报名 不知可能随军去 我也想去 我也想 前来通知的是周先生 不如我们去问周先生 直接去问先生吗 这样不好吧 有何不好的 周先生又不会吃了我们 走 我们现在就去问 谁有意义与我随军同去前线呢 我们一起去问一问周先生 于是浩浩荡荡地 跟了一群人去找周满 有真心想去前线的 也有只是假装热情的 更多的是看热闹 想要一探究竟 满宝看着夕阳落下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将他今天下午 新列出来的药材 和各种耗材的单子一卷 就要离开 才出门就看到了 浩浩荡荡过来的学生们 其中不乏女学生 满宝挑了挑眉 将单子收进袖带里 这才双手交握放在副前 站在台阶上 等着他们走过来 小谭太医等人 听到动静赶出来 与他一起站在门前 微微皱了皱眉 等人进前后便贺问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进入功课都做完了 做完了功课不会在复习上 你们知道做个大夫有多难 本事学不到家 是会害人性命的 学生们缩了缩脖子 但还是站着没动 就要七嘴八舌地说话 为首的一个学生便高喊 谭先生 周先生 学生苏木 拜见先生 周满认得他 他还教过他三年的课呢 不过 你不是结业了吗 怎么还在属中 哦 他先头跟你学得真久 结业之后就了地方医术 没到半年就写信回来报告说 自己学一部经 还要再回来学习 也不知道怎么就说服了刘太医 刘太医让他入了体疗班 直接入了四年级 今年是五年即生 还得再读三年才能够结业呢 其他科目都是五年的课程 因为有许多被选进来的学生不认字 或者认得字不全 他们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适应期 所以其他课程的学生 也会按照文化程度分为不同的班级 学期数从五年到七年不等 只有体疗科要求其严格 凡入学的学生不仅要认字 还会择优先录取有医学基础的学生 这一科录取的学生最多 但竞争也最激烈 这两年最厉害的时候 有过86人争夺一个入学名额 只有进不了体疗科 学生们才会退而求其次地选择其他科 而往往洋医 皱镜 按摩这几科都是其他科目选完了以后才轮到的 有时候招收的学生不够 便从愿意服从调剂的学生中录取一些放进去 这样的情况下 能从别的科目转到体疗科的人少之又少 目前小谭太医知道的也就三人而已 一个是正姑 她是自身有本事 本来就可以开放问诊了 太医署上下通过一致意见 把她调换到体疗科的 而且她也很快就毕业了 一个是周立如 她亦有本事 但能这么顺利地转过去 看的是周满的面子 最后一个就是苏木了 听说刘太医很看重她 有将她收入门墙的打算 这个就是失诚了 好比正姑 正韶 刘三娘和周立如 对于周满的意义 这四人高深的本事 基本都学自周满 将来是周满这一派 这一体系的 他们将来再收徒弟 周满就是他们的祖师爷 小谭太医这是暗示 他苏木和刘太医的关系呢 满宝点了点头 面色不变 你带着这么多学生前来 是有何事 听闻周先生 要带人随军去前线 不错 学生院同网 请先生算上学生一个 好啊 满宝一点犹豫都不带地直接点头 准备了一肚子化 打算慷慨陈树的苏木愣了一下 然后举手作医 谢谢先生成全 满宝点点头 转身进屋 拿了纸笔出来 屈高林吓得扫了他们一圈 然后露出灿烂的笑容 来来来 还有谁想随军去前线的 上来与我报名 人群嘈杂了一下 大多数人愁愁不前 但也有人高举着手大喊 先生 先生 我去我去 我是体疗科四年级生 玉蓉 满宝提笔就记下他的名字 小谭太医看得冷汗直冒 连忙去抓住他的笔 周大人 这是四年级生 他才学会诊脉呢 连方子都开不出来 你带他去干什么 能认识药材 吃到抓药就行 剩下的 临时再教就是了 他们既然有这个心 那我们就不能辜负了他们 周先生 我们是三年级生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去 当然 凡是考过了药学二次的学生 都可以去 小谭太医 一时拿不定主意 压低了声音问 哎呀 带这么多学生去 把你注入乱死吧 你以为我还真就不挑 全都带去啊 放心吧 这些报名的回头肯定要筛选的 上了前线 我可没空再安抚他们 所以要去的 能不能吃苦且不说 性子一定要见人 我可不想伤兵还没救到 我的学生就先被当逃兵砍了 小谭太医这才松了一口气 松开他的笔 让他继续写 没人听到他们说的话 于是有心思浮动的人 不由大声问 先生 这选人总得有个标准吧 为何您先前选了他们 不选我们 现在我们一报名 却容许我们去了 被选中的学生 皆是学过洋医手段的 在处理外伤上有天然的优势 当然体疗科和针灸科的学生 想去也是可以的 你们多少也学过一些 相关的处理方法 其开放止血 针灸止血 都是很有效的手段 至于其他科的同学 一旦打仗 大量的伤兵送下来 所需的助手很多 便是你们没有学过相关的技能 有心随剧 那也可以抓药熬药 递个刀子手帕之类的 原来周满是想让他们去打杂呀 不少学生哀怨地看着周满 好似他是个父亲汉一样 这一番话出来 起哄着要一起去的人 顿时少了大半 本想表现一番就走的学生 也不敢瞎表现了 生怕周满真把他们带去打杂 于是学生们散去 不一会儿跟前就不剩几个人了 满宝哼哼良声 这才转身回办公房 其他太医见了微微摇头 跟着周满一起回去 小谭太医受惊不小 周太医 早到下崖时间了 我先走一步 你们只管闹吧 别让我知道就行了 我这小心脏受不了 满宝立即将东西一收 我也走了 周立如和几个女学生等在外面 见他出来便迎上去 小谷 怎么样了 你准备一下 我们会随大军出发 可能没几天的功夫了 满宝对其他学生点了点头 转身正要走 想到了什么 扭头和他们说 这几日学历会封闭 不许人进出 你们不要请假 为何 当然是因为高沟黎的使者 还在求和了 御驾清征的消息并没有公布 虽然现在大概朝中 许多人都知道了 但肯定不会传到民间 更不要说传到高沟黎使者的耳中了 果然 红卢寺那边收到消息后 立即以中秋功宴将至 京中忙乱为由 约束高沟黎使团 不让他们再出去乱逛 同时为了他们的安全 此后他们再出门 需要乘坐他们的马车 车夫自然也是红卢寺安排的 这就限定了高沟黎使团 活动的范围 这样一来 他们每天见了什么人 甚至是说了什么话 红卢寺这边都能知道 高友没想到 一天之内变化如此之快 忍不住关起门来 何人商议 是不是大进朝廷 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求和 按说不会呀 大进的皇帝速来标榜人后 我们都求和了 他们不可能不答应 说不定是那些奸诈的臣子 在阻拦 可惜我们被拒之门外 连红卢寺这边的官员 都不愿意见我们 根本打探不到消息 王子 您曾在国子间中求学 应该有相熟的朋友吧 不如找他们打听打听 我那一届的铜窗 大都已经出世不在京中了 能够一出世就留在京中的学生并不多 其中还得以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最多 而他所在的四门学 基本上是外放 高友自然私下叫人去打听过 他玩得好的那几个铜窗 不巧他们全都外放了 这可怎么办呢 难道五王子在京城多年 难道连个人脉都没有吗 还是不愿意为国处理 高友心中愤怒 他哪里在京城多年了 分明只在京中两年 要不是大王兄鼓励大王对大进动兵 他也不会上学上得好好的 就被人遣送回去 他尚且在大进国都为至 他们就不顾他死活的发起战时 这些可曾考虑过他吗 但高友也只是心中愤怒 他面无表情地说 是我无能 那剩下的事 傅使去做 本王就在驿站里 等傅使的好消息了 傅使心里也很生气 当然面上也生气 不过他很快忍了下去 是下官鲁莽了 不过我也是担心王国 还请五王子不要和我一般见识 当务之急是让大进答应我们的求和 我会想办法的 准备一下 明日 我们继续去归宫门 可是明天是十四 大进的官员要准备过节 并不上朝 明天和后天白天 是最后两天了 如果夕阳落下前 我们还是得不到 大进宫宴的请柬 那求和的事 就悬了 所以不管明天 有没有人上朝 我们都要去跪着 高友转身离开 他怒气冲冲地 推开另一扇门 进去后 偏头看向落在后面的楼棉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进来 楼棉只能进去 将门关上后 垂手站着 长玉公主怎么说 王子 我并没有见到长玉公主 公主府的人 只肯留下我的拜帖 你没让他们通报 他们去通传了 但也只是留下拜帖 也就是说 长玉公主不想见他们 竟然连面都见不到 高友愤愤 紧握了一下拳头 听闻长玉公主 素洗外面的饮食 明天是八月十四 街上会很热闹 会多很多好吃的 她肯定会来 你去街头守着 一定要见到长玉公主 不惜一切代价 刘棉只能硬下 但高友不打算 在长玉公主一棵树上吊死 明天我带着人去重远方 当年白山给过我一张门铁 好在我一直叫人收着 今日总算是有了用处 而此时 长玉公主正在接见宫里来的内侍 惊讶地问 父皇要御驾亲征 是 公主放心 我们皇帝陛下英明神武 区区一勾勾离 还不是手道擒来 不过陛下虽神武 却也有些难处 您是知道的 国库有些不宽裕 所以皇后娘娘便打算为陛下 筹一笔军资 也不需要多 只是太医院那边 要带一批人随军 所需的银针 纱布 麻布 扬长线 和一些剪刀啊 剪子之类的非常多 加上药材等的花销 那就更大了 所以 娘娘想请公主们 明日进宫商议筹措一事 母后只请了我们这一辈的 还是连姑姑们也都请了 此事不好落下其他公主 但长公主们手头未必宽裕 娘娘也不好叫她们破费 因此只送了铁子去 也只局限在京中的这几家 各家要是有益 便随便送几两银子也就行了 至于公主们 明儿就十四了 娘娘的意思是 正好提前吃个团圆饭 也就是说 皇后只打算薅女儿们的羊毛 不打算和小姑妹要钱 长玉明白了 好 明晚我与驸马 必定进宫去陪同父皇和母后 内侍这才笑着告退 长玉公主想了想 让侍女去拿钱来 顺便将自己的首饰盒打开 从里面挑选出一些 自己不是很喜欢的首饰 去找个盒子来 长玉公主将首饰放进去 明儿把这些都带上 捐出去给母后准备军资 是 而隔壁的明达公主府里也在找东西 金银子不必说了 还有一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 或者不太喜欢的东西 白二郎撸起袖子 亲自翻箱倒柜 点出好些自己不喜欢的布匹 这些都可以卖了 一匹能卖个二三十两呢 能买不少药材了 明达也打开了自己的首饰盒 白二郎过去看 他拿出一件他就给放到另一边的大盒子里 半天下来 小盒子里只有两根金钗 还是因为样式不太好看才放了的 明达无奈地看着他 这些都好看 不然明天我们回州宅一趟 我娘走前留了不少东西 她的手都是旧的 拿她的底数 婆婆要是知道 会把你打出门的吧 不会的 大不了我们给母亲买几件新首饰就是了 她要知道你拿这么好的东西捐出去 那才心疼呢 那不是为了愁错君资吗 我捐钱的时候也没见你说什么 那是钱又不是首饰 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 这些首饰还得折价卖出去才能换成钱 要是真的不好就罢了 但我看这些首饰都还不错 工艺也不错 又都是陛下和娘娘送你的 就这样折价卖出去 我心疼 好 那我们就多捐些钱 婆婆的首饰还留着吧 明天先回去看看 正巧过中秋了 我们回去给叔祖母送点月饼 我这儿有两棵好茶叶 你还要去给叔祖母送一盒去 白大郎外放去了 而白老爷和白太太回乡 现在白二郎在金藤的亲眷也就白善一家了 嗯 还有不太往来的白氏本家 明达和满宝关系好 连带着和刘老夫人正式的关系也不错 到底是长辈 明达对他们很是尊敬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带上中秋节礼出门 然后就和长玉公主一家的车架碰在了一起 长玉公主的车架从后面追赶上来 反正这一条街上就他们两家 所以她很霸道地直接站了路的另一半 和明达的车架并排 她撩起帘子冲着边喊 明达 这一大早的你干什么去啊 明达撩开了帘子 长玉就看到车里的脑袋一点一点 几乎快要睡着的白二郎 我们去周宅送节礼 姐姐呢 我也和驸马回去送节礼呢 还得陪公公婆婆吃顿午饭 白老爷不是回乡了吗 是去给叔祖母送节礼 那都隔了多少层了 长玉有些羡慕 这哪里是去送节礼 分明是去找周满玩的 她一脸的欲言又止 魏玉看见了便笑 用过午时 公主也去看看周大人和白大人吧 说起来我们两家离得不远 就不知道我们突然上门拜访 会不会困扰 不会不会 白二郎在长玉说话的时候就惊醒了 此时正趴在窗口那里 看着魏玉夫妻俩 你们只管去 我让白山他们多准备些吃的东西 这会儿家里长玄那儿正是凉爽之时 沈娘种了许多菊花 正好可以上去喝茶 你们不知道 叔祖母去年 让人在他们家庄子里挖了一个河塘 本是想摘和吃藕的 结果今年有些干旱 水不深 挖塘的地方又多是沙土 叔祖母就让人在河塘里养一些螃蟹 这会儿正是吃蟹的时候 不知道庄子上有没有给家里送 要是有 你们来了正好可以吃蟹 长玉听得眼睛亮晶晶的 立即抓住了魏玉的胳膊 魏玉含笑着点头 我们去 长玉是有点怂未知的 公公呢 我去说 到了路口 进入另一方之中 两架马车就不能并行了 于是长玉的马车落后了一步 路上的行人也开始多起来 这边人比较多 且临近东市 还有人在路边摆了摊位 长玉就坐在窗边 看着外面的东西 眼睛一眨不眨的 魏玉见他一脸恋恋不舍的模样 不由迟疑 你要吃一些吗 好呀 长玉立即拍了一下车笔 让马车停下 他指着外面包子铺上的 一桌客人说 那是烤柿子吧 我要吃烤柿子 他们这一队人马就停了下来 和明达公主府的人彻底分开 两边公主府的人 对这种情况都见怪不怪了 直接各回各家 各做各的事 并不会特意等候 楼面磨磨蹭蹭地 往街口去的时候 一抬头就看到了 站在摊位前的夫妻俩人 魏玉手里拿着一个盘子 正小心翼翼地扶着芦苇管子 让长玉公主吸掉柿子里的汤汁 然后让她可以很好 却又不是优雅地将烤柿子肉都吃了 跟着楼面的护卫也看到了 立即提醒他 楼公子 公主就在那里 你快上去 没看到驸马和公主在一起吗 那又怎么样 还有公子长得好看吗 有您在 公主不会看他一眼的 楼面并不想上去 但这并不是他能说了算的 见他迟迟不动 护卫甚至伸手推了他一下 楼公子 初来前王子可是有不交代的 被人群还有高沟黎护卫 挤着落在后面的车夫 愣是硬挤上来 一双眼睛紧盯着他们 楼公子 这边没有您要找的绸缎 这边都是小摊贩 店铺在那边呢 我们公子想要吃包子 你是车夫 只需管好马车就行 说吧 挟持着楼面朝包子铺走去 公主府的侍卫们也不是傻子 他们不会拦着公主和平民有交流 但过来的这几人显然就不是平民 不说楼面那张脸勉强算熟悉 还有他左右两边的护卫可都是带刀的 于是立即有人上前拦住 来者何人 护卫推了一下楼面 警告地看他 魏玉和长玉公主转头看过来 长玉嘴里还啄着柿子肉呢 看到楼面差点将嘴里的柿子肉给喷出来 但他忍住了 却也忍不住咳嗽起来 魏玉联盟掏出帕子来给他 长玉捂住嘴巴 这才没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 他身后的宫女看到楼面也一惊 都有些心虚地看了魏玉一眼 长玉擦好了嘴巴看过去 楼面一直安静地等着 等长玉看过来才拱手行礼 学生楼面拜见公主 公主 别来无恙呼 魏玉盯着楼面的脸看 长玉公主喜欢好看的人 类似这样的传闻 他也是听说过的 这一位有点眼熟呀 魏玉的记性还是不错的 何况双方都曾是国子剑的学生 虽然当时他在国子学 而对方在四门学读书 魏玉想起来了恍然大悟 阁下是高沟里的使者 是 楼面点头映下 目光盈盈地看向长玉公主 魏玉也扭头看向长玉公主 低声问她 公主认识 见过几面 他矜持地对楼面点点头 将驸马手中还拿着的盘子 抢过去递给侍女 让她还给店家 然后拎起裙子 走吧 公公 他站在凳子前 冲魏玉微微一台下巴 手轻轻一台 示意她扶着 魏玉忍不住低头一笑 上前扶住公主的手 将她扶上马车 这才转身 创楼面拱手回了一里 然后也踩着凳子上车 楼面张了张嘴 半晌说不出话来 思索片刻 他抬脚往旁边退了两步 给他们让开路 护卫看见 心中不甘 一直暗示他上局在说点什么 楼面微微皱眉 一直没有动静 等公主的车架离开 走远了以后 他才在护卫发火前说 公主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再歪缠下去 不过是平天厌恶 对王子要做的事 只有坏处 不会有益处 何况 看公主和驸马相处的细节 显然不是我一个 只见过几面的人能比的 长羽公主要针对她有意 当年她在四门学里 读书多好的机会 但她也从没有语举的表现 最多叫她出去喝喝茶 吃吃饭 连听她说起 高沟离风俗的耐心都没有 坐在车上的长羽 挺直了腰背 一言不发 魏玉倒了一杯茶 顺手放了一杯 在长羽的面前 自己才倒了一杯 掀起眼眸看她 公主怎么了 似乎很紧张 我紧张什么 驸马有什么话 想问便问吧 没有 没有 是啊 没有 刚才公主看见楼公子 也只是愣了一下而已 且还记得我这个驸马呢 臣记得以前公主看见杨大人 但是眼睛也不眨的 甚至一度丢下臣部里 臣应该庆幸 今日来的是楼敏 而不是杨大人 长羽公主 脸颊红透 忍不住高声喊 我何时看杨大人忘了你啊 那可就太多了 不说定亲前的事 他们定亲后 也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 让魏玉 记忆最深刻的便是那一年下周添花 杨和书一声乐踏的从下周赶回来请罪 当时他进宫给帝后拜年 就看着杨和书从宫门口进太极殿请罪 很少到太极殿来的长羽公主 拉着明达公主站在廊下看她 眼圈直接红了 她走到她身边 站了老半天 她都没有发现 长羽也想起了这事 有些心虚地移开目光 然后又移回来 凶悍地和她说 杨大人长得好看 我就喜欢看她不行吗 行 魏玉也是成亲后 才慢慢琢磨出长羽的性子的 他们院里屋里伺候的侍女 甚至是内侍 都要比别的地方的长得好看些 所以她有什么好介意的呢 而此时 才到周宅大门的明达公主和白二 也遇到了拦路的 不对 是遇到了拦门的 有一辆马车和鸡匹马 直接停在周宅门前 一个随从模样的人 正在和门房说话 这一行人停在这儿 直接把他们的车架给挡住了 白二郎掀起帘子往前看 那边门房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车架 只要是他脾气好 此时也不由强硬了两分 铁子我们会送进去的 但今日是十四 我家主人是真的没空待客 贵府主人不如先回去 待我家主人看过铁子 自然会派人前去邀请 说完也不再理他 直接扭头和里面喊 快出来接人呐 唐少爷和公主回来了 说吧 他推开随从就小跑着迎上去 跑到车前便弯腰笑道 二公子您回来了 头像我们少爷还说呢 今日二公子肯定是要回来的 是吗 那他有没有多准备好吃的 白二郎微抬着下巴看向前面 前面那谁 正问呢 那边随从也小跑着回到马车边上禀报 然后帘子掀开 从车上下来一人 白二郎只见过高游两三面 早把他望得一干二净了 于是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 问门房 这人谁 说是少爷的朋友 手上还拿着少爷以前的门铁呢 还说曾是童窗 但小的让人进去问了 里面说今日没空待客 二公子 您不认识 不可能呀 这少爷的朋友和童窗 不都是二公子的朋友和童窗吗 高游笑着上前行礼 白二公子 别来无恙啊 阁下是 在下高游 高沟离人 之前同在国子舰中读书 不知道白二公子 还记不记得 哦 原来是高王子 白二郎连忙回礼 想了想 觉得在马车上回礼 好像不太礼貌 犹豫着是不是要蹦下车时 老嫂就听到他们回来 却一直不见马车进门的满宝探头出来看 看到站在车架前的高游便叹息了一声 将脑袋缩了回去 白二郎正对着门口 将他这一探脑袋缩脑袋看得一清二楚 他瞪大了眼睛 意识不知该怎么接口下去了 高游却已经在意往昔 我记得周大人对我高购离那边的土产很感兴趣 这次来京城 在下便带了一些来 想着送谢给周大人白大人 做中秋节礼 可 今日似乎不巧 或是周大人和白大人 不愿与我落魄王子有牵扯 所以 白二郎又不是傻子 这话一听就不是好话 不由醋眉 一直坐在车中的明达公主 突然敲了敲车臂 驸马 我们还不进去吗 马上了 高王子 实在是今日不巧 正好是八月十四 你要是提前两日 哪怕是昨日上门 便是没有提前地铁子 我想我家里也会郑重招待的 因明白有公宴 所以啊 今日便是许多人家的团圆之宴 家里都在准备照顾清眷 所以 正说着话 周满总算把白善给找来了 俩人相嫌而来 高王子 白善对白二郎微微点头 然后侧身 高王子 先大堂上稍坐 我安排好了公主和驸马就来 显然 他不打算再聚客于外了 不然高友一直留在外面不肯离去 也是一件烦恼 高友一脸羞愧 是在下考虑不周 竟未想到今日白大人要招呼亲朋 高王子对我中原习俗不熟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也是我等招待不周 快快请进 白善对满宝点了点头 先把高友送到大堂上坐下 让人送上茶水后才告罪 暂时性离开 而满宝等他一进门 前面的马车和人挪开 他便让白二郎他们的车架 从侧门进去 进了惯常上下车的那个大院子 明达公主从车里出来 满宝伸手扶住他 俩人干脆就手拉着手说话 高友是来找你们做什么 打探消息吧 总不可能是拜托我们求情 毕竟我们人想卫碑 明达文言忍不住笑了起来 和他一起往内院去 就算先前只是想打探消息 这会儿只怕也生了妄想了 明达想得不错 高友在看到公主的车架后 的确有了妄想 他本来只是想来找白善和周满 打听一下大静的态度 看能不能通过他们两个 找些门路进去参加公宴 但今日竟然碰见了嫡公主 高友觉得这就是天意呀 白善也觉得是天意 天意让我们今日多有磨难 他早上抓螃蟹时就被扎了一下 结果今天就碰上高友上门拜访 满宝笑哈哈的 把他往前面推 你厉害快把他糊弄走 你和我一块去吧 算了我不喜欢高友 我要和明达去花园里看菊花 嗯你带白儿去吧 白善一想也是 高友看到了公主的车架 肯定会醉翁之意不再酒的 不如把酒也给脱去 嗯虽然这酒是掺了水的酒 但那也是真的酒水不适 于是白善把一脸猛的白二郎 给拖了过去 这你有多大的野心和野望 对方学识不比白善 口才不比白善 装傻不比白二郎 双方中间又隔着国家恩怨 就算对方厚着脸皮贴上来 白善也多的是理由 义正言辞的拒绝 高友带来了不少东西 除了高沟里珍贵的药材外 还有一些珍珠和金银宝贝 本就是拿来走关系的 只要白善肯帮忙 在公主那里美颜 让他们有机会进宫参加宫宴 白善将礼物推了回去 他从大厅外招了招手 立即有人送了两个礼盒上来 高友脸上的表情 几乎要维持不住 深深地看了白善一眼后 起身告辞 连两个礼盒都没拿 下人不由看向白善 少爷 这 看来高王子看不上这份薄礼 那就算了 将东西拿出来吧 一会儿拿来代客 趁着厨房还没上灶 你把螃蟹拿去让人写了上锅 你们抓了多少回来 这么少吗 竟然还要拆礼物里的螃蟹 就一个荷糖能养多少 给唐学兄送了一些去 还有我大舅子们 哦 对了 我还给你和长玉公主府 预备出来一份 这就没有多少了 白善说的没有多少 厨房依旧蒸了好几笼 因为庄先生今日也要出门会客 且是去野外 这东西不好带生的去 他就让人蒸熟了 到时候放在食盒里保温袋去 去到地方还能热乎吃呢 白二郎很兴奋 对了 长玉公主说 他和驸马在卫家用过午饭 也要过来的 过吧 螃蟹还是能管够的 毕竟是自家养的 虽然分了不少出去 但白善一点也不心疼 可惜陛下给的黄庄地 都太好了 不然我们也可以挖堂 养一些螃蟹 螃蟹养得好不好 不仅要看地 还得看水 你那里水就不错 不然手开地挖了 在底上添些沙石 还是你主意多 我也不懂养螃蟹 就那么一建议 所以最后要是不成 你养死了还是什么 你可别怪我啊 行啊不怪你 你就记得每年 给我留些就行了 说起螃蟹 还是太虎的好吃 今年宫中没有进宫吗 陛下让皇后娘娘 下令禁止了 说是今年民生多奸 为了那两筷子的膏黄 便劳民伤财 不值得 高友怒气冲冲地 回到驿站 结果就看到了 屋里的楼面 他微微皱眉 你怎么就回来了 竟然比我还早 楼面早回来了 茶都喝了两壶了 文言便简单 汇报了一下早上的事 就一个忠心思想 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现在 长玉公主已经成亲 和之前是不一样的 而且当时 驸马就跟在身边 今日皆势不顺 高友和白膳 喝了三克重的茶水 你来我往谈了许久 但还是连大静 现在的风向 都没打探出来 高友气得挥手 将桌上的东西 全都扫到了地上 楼下一只竖着耳朵 听的人 立即悄悄去 红卢寺那边禀报 去重远方那边 拜访周大人和白大人 只是一开始 帖子送进去 便被拒绝了 谁知正遇上 明大公主和驸马 回去走亲戚 一下子就被堵住了 小的们没能跟着进大堂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高王子带去的 几箱子东西 都给原样抬了出来 出来时 怒气冲冲的 刚上楼还砸了东西呢 哼 这周满素莱德胜仇 那白膳别看自立前 也是花不留秋的 如今陛下 有意针对高沟里 他们两个又怎么会 给高友好脸色看 另一边呢 那楼公子 则是去见了长玉公主 不过只在大街上 打了个招呼 长玉公主和驸马 并不理会他 连话都没说上一句 嗯 很好 盯紧他们 包括他们的人 等过完了中秋 这些人也就不给我们管了 是 今日是节假日 但许多人并不得休闲 包括皇帝和魏之等人在内 在白膳他们看不见的角落 皇帝直接签发了军令 拙人送到各将手中 从江 淮 岭 霞等地抽掉兵马四万 从辽东出兵六万 而户部最忙 兵马未行 粮草先行 他们得筹措军粮 不过现在秋收结束了 户部直接派出官员 先行往河北道一带筹措军粮 今年 京济一带和南方多少都有些受灾情况 倒是北方还算风调雨顺 国库这边再抽掉一份 前妻的军粮就出来了 大家都忙翻了 都快忘记今天是十四 还是各家的下人进皇城里叫人 表示该回去吃个团圆饭了 魏之也被叫了 因为傍晚 长玉公主要进宫陪地后 也就中午能吃个团圆饭 魏之便满脑子国事地回家去 他想事情时就习惯沉着脸 还不喜欢说话 不仅长玉公主 连魏玉都不敢在这个时候打搅他 于是大家吃了一顿沉闷的团圆饭 然后魏玉立即找了个借口 拉着公主离开 魏之懒得招呼他们 巴不得他们有多远走多远 他一会儿还得去处理公务呢 于是冲他们挥手 让他们赶紧走 魏夫人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离开 忍不住回身拍了一下魏之 啊 今天可是团圆宴 就一个孩子在京城 你还不留人 唉 知道了 知道了 宫宴的时候 你不也要进宫吗 也就当是我们一家团圆了 到时候再见也是一样的 出了魏宅的长玉公主 长出一口气 啊 公公比母后还可怕 静瞎说 父亲哪里可怕了 魏玉扶着长玉公主上车 走吧 去周宅 周宅的门房提前知道他们要来 一看到他们的车架 便立即将门槛拆了 让他们的车架进去 长玉公主下车 左右看了看后问 你们家主人呢 在后面花园呢 才已经有下人去通知了 但宅子太大了 下人就是飞跑过去 那也是得需要时间的 这一来一回 耽搁的时间可不短 不必他们接了 我们自己过去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双方最后在过了正院的 涌道那里碰上了 长玉公主闻到了 他们身上螃蟹的味道 立即上前拉住周满 你们吃了 没有 但螃蟹笼放在一旁热着 先就味儿来 长玉公主高兴起来 和满宝手牵着手去花园 园子里叉子烟红 刘老夫人和小钱是他们都在 只是分了好几桌 公主白膳他们在长轩的另一头 中间有平封隔着 大家纷纷起身和长玉公主见礼 长玉公主一路笑着招呼过去 坐在椅子后 接那边不少人都起身离开 不由问 他们怎么走了 他们都吃饱了 要回去歇午觉 我们自己来吃 下人端了盘子去捡螃蟹 西饼则带着人将橙子肉 挖出来调味碟 当下人吃螃蟹 都喜欢用新鲜的橙子果肉 捣烂橙泥 做成橙鸡站着吃 很是解心爽口 长玉公主近了手 便伸手取了一个螃蟹 不让侍女服侍 自己便掰开了螃蟹壳 看到里面不少的高黄 得意地笑起来 我手气素来不错的 我可以作证 从小到大功率 凡事吃螃蟹 他的手气最好 父皇最喜欢点姐姐 去掰螃蟹壳了 虽然给皇帝送上来的螃蟹 都是精挑细选过 必定吃好的 但好的和好的之间 也是会有些细微的区别的 满宝头一次知道 吃螃蟹还有手气这回事 于是也伸手抓了一个 他仔细地看了看后 便要掰开 这下好了 可以看你们两个 谁运气比较好了 一语辟 满宝就打开了满是黄的螃蟹 肠玉目瞪口呆 明达也张大了嘴巴 白二郎早就见怪不怪了 周满 给我选一只 给你选的未必就是好的了 我这只给你吧 在座的也都不是外人 你们都挑了好的 剩下的 给谁吃啊 大家一起看向沉浸的卫玉 卫玉默然无语 满宝已经把螃蟹让给白二郎 自己又伸手摸了一个 打开还是满满的黄 还是因为祖母挑选的好 这些螃蟹可都是精挑戏选出来的 毕竟是要拿来招待公主的 总不能随便一捞就送上来 都是让厨房里的人 仔细地对比挑选过的 满宝挖了一筷子的黄 占了占成绩后放入口中 眼中几乎放出光来 好吃呀 与用姜丝和陈醋白糖 调出来的调品味道不同 别有一番滋味 螃蟹杏寒 虽然好吃 但他们也不敢多吃 特别是明达 他就只吃了一个 满宝和长玉 却是仗着身体还行 连挑了两个 虽然意犹未尽 但还是收手了 留得好身体 来日方长嘛 吃过螃蟹 满宝便带着他们 去客房里休息 三人盘腿坐在榻上 都有些困觉 长玉左右看看 见着屋里只有他们三个 和贴身侍候的侍女 于是压低了声音说 你们猜 我今天在街上碰见了谁 满宝打了一个哈欠 将枕头放在另一头的榻上 直接靠下去 遇上楼面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遇见高友了 认真算起来 他们几人中和高沟离食者 关系比较亲密的 就是长玉 满宝也就见过对方两三次 要不是记性好 早就要忘记 他们是什么人了 长玉好歹还多见了 人家几面 高友竟然连白膳 当年随手给的门帖 都找出来了 没道理不派人 去走比较相熟的 长玉公主的路子 你与他说什么 新日驸马 不是一直跟在你身边吗 没说什么 我就让他行了个礼而已 哼 我又不傻 此时他找上门来 能有什么好事 明达和满宝 见他自己能想通 很是赞许地点头 长玉触眉 高沟离为何总不能 安心过日子 老是想占我们的土地 算怎么回事 那是藩国 本来他所占之地 就与中原是一体的 陛下心怀万民 不论是汉人 突厥人 还是默认的 都是大尽子民 如今辽东一带 有不少 他们同出异族的人 陛下想收回 高沟离所分出去的地盘 高沟离自然 也想占下中原 虽然战事 的确是高沟离挑起的 但满宝 并没有就美化皇帝的打算 天下一统是大事 他们要是守规矩 双方相安无事 陛下有可能不会打他们 但时日久了 国家兵抢马撞之后 还是会统一的 现在不过是时间提早了而已 那不过是小小的一块地盘 我在渔图上 看见就拇指多大小 且高沟离南边 还有新罗和百计呢 有什么可抢的 可别小看了高沟离 里面有不少的汉人 论从明才智 他们也不弱多少的 而且他们有兵马六十万 不少了 这么多 嗯 白善说 他们国人凶悍 少年男子都要学习击杀之术的 几乎人人都可为兵 此一去 需要多长时间 不知道 但快入冬了 最多打上了两三个月 要是打不下来 明年可能还要打 我看陛下这次决心强得很 可能也是被高沟离川 反而给弃弄 本来前几年双方关系都好了 国子剑这边都收了你家王子做学生 结果转过身 你就打我们国土的主意 打不过就跪地求饶 我们都好心放过你了 这才多长时间呀 转过身又反了 认识皇帝再好的性子 也给磨没了 长玉牵起他的手 漫宝 你可要平安回来 放心吧 我就是大夫 又不上前线 只在下面救人的 话是这么说 但刀枪无眼的 谁知道呢 你们这一次带几个护卫去 这次是随陛下亲征 又不是我主官 肯定是不能带多 顶天可以带上两个护卫 还得看上面给的名额呢 不错 每个官员带上多少家人 下人等都是有定数的 虽然他们的吃喝 是你本人负责 但出门在外两三月 你能背上两三个月的干粮吗 还不是得互部筹措 所以他们肯定要限制名额的 不然哪个贪生怕死的 带上百多个护卫 难道互部还得考虑这些考量吗 对了 我刚看见你四哥和二只女婿了 他们这次从北边回来 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 你问得好 有不少好东西呢 有些宝石和玉石 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 嗯 你可得算我便宜点 我们之间谁跟谁啊 必定算你便宜些 回头你做了好看的首饰带出去 你得告诉他们 宝石和玉石在我四哥他们这买的 好说好说 姐姐啊 晚上我们要回宫去见母后 你现在还有这么多钱吗 放心 再过不久 我庄子上和封地上 就会把今年的收成送来了 这个不都是十一二月的时候才送的吗 那也没几个月了 你这样银吃卯粮可不行啊 不会的 我的铺子已经在挣钱了 放心吧 等我做出来好看的首饰 待两天欣赏够了 就送到珍宝阁去卖 只会赚而不会亏 满宝和明达知道了他的这个想法 除了鼓掌还能做什么呢 三人凑在一起说了好一会儿话 然后就一起去看周四郎他们带回来的东西 周四郎亲自抱了好几个盒子过来 周立军则挺着个大肚子坐在椅子上 打开盒子让两位公主看 他主要针对的是长玉公主 他直接打开了一个小盒子 从里面拿出一颗碧绿的宝石 公主 你看这个颜色和形状 长玉看见 眼睛微亮 将宝石举起来对着阳光对照 然后就放在手指上比对 我当时看见的时候就在想 这个最适合给公主做个戒指了 我也觉得极合适 满宝明达 你们觉得呢 满宝和明达一起点头 是很合适 趁着他的手指又白又修长 很好看 周立军见他喜欢 便笑道 其他的东西还罢了 但这一样啊 却是最适合公主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留着 就是想给公主瞧一瞧 不错 不要了 你都不慰问价钱吗 千金难买我喜欢 何况你们也不会坑我 我们的生意 且还长久着呢 在这一点上 你却又那么聪明了 长玉满载而归 就是明达都没忍住 选了一块玉石 很漂亮的杨之玉 他打算回头 让人打成镯子戴着 满宝看时间不早了 起身将他们送出去 周立军也挺着个大肚子 一起送到门口 看他们的马车走远了 周立军扶着肚子 正要转身回去 突然 满宝连忙伸手扶住他 怎么了 我好像扭到腰了 不对 我好像出血了 我是 我是羊水破了 小谷 小谷 应该是要生了 虽然那日子也是这几日 很正常的不用害怕 一时半会儿还生不出来 走 我扶着你回去 周立军抬脚 踩走了一步 就不愿意走了 他感觉湿漉漉的 而且似乎一直往下流 他有点害怕 不行 不行不行 我走不了了 满宝一想也是 连忙转头看向白扇 白扇已经让人去台春凳来了 听到消息的向明雪跑来 因为跑得急 脚看着还有些瘸 他满头湿汗地看着周立军 一时想伸手却又不敢 这 这怎么办 想抱人 但他知道自己此时肯定是负担不起周立军的 周立军听着小姑的话深吸一口气 慢慢地平静下来 他安抚向明雪 我没事 我等等 下人很快抬了春凳过来 上面还铺了一床被子 满宝扶着他躺上去 这才扶着春凳 让人把他给抬到产房 进了产房 满宝便给他看了一下 有些惊讶 这么快 居然就要生了 周立军也觉得快 这和小姑大嫂和她说过的不一样啊 小姑 不是说会症痛很久才开始生吗 我 我没感觉到疼啊 这说明孩子心疼你 这是乖孩子 你不用怕 虽然是要生了 但宫口打开也需要时间 你只管躺着听我的话就行 不会有事的 满宝帮着周立军调整他的呼吸 确定他重新放轻松后 便出去让人去请吻婆 没错 接生还是得吻婆来的 哪怕周满在此 小前世很快洗了手赶来 还带了方氏几个过来帮忙 他们都不是第一次生孩子了 尤其小前世 这些年没少在周立们生孩子时打下手 所以将外面安排得井井有条 要热水有热水 要凉水有凉水 要红糖鸡蛋就有红糖鸡蛋 刘老夫人和郑氏也赶了过来 院子里一下围满了人 不过产房里却很安静 只有满宝带着西饼和五月在忙碌 小前世进来后 很想把他们都赶出去 毕竟都是小姑娘呢 连成亲都不成 跑来给人接生 唉 你们太医署也真是的 中秋也不给学生放假 不然家里还有丽儒给你打下手 等中秋过后就放了 因为这次要从太医署中带不少人去 未免中秋前消息泄露 所以太医署直接封了 不准学生进出 等过了中秋 皇帝御驾亲征的事照告天下 他们也就能出来了 满宝准备好 确认所需的东西没有疏漏后 连针带都取了出来放在一旁 他便满意地点头 行了 没什么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等了 吻婆家离得不近 虽然老周家早就和他预定好了 但因为俩人都是第一胎 按照经验 阵痛后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开始生产 所以没人想过将人接到家里来养 因此来回依旧去了不少时间 吻婆一到正要往产房里冲 却被厚在外面的伍岳和西柄拉住 先去边上的侧屋里换了衣服 又洗了手才放进去 哎呦 老生没忘记 来的路上我就换过衣裳了 这再进去还是会洗的 他和周太医也不算是生人了 而且自己接生十多年了 这种规矩还是知道的 您老鼻见怪 这可是我们家二姑奶的第一次生孩子 有些紧张 把吻婆洗干净后送进去 满宝已经站在床前指导周立军了 周立军之前练习过 因此没有大吵大叫 而是深吸一口气 狠狠地憋住后就照着小姑说的用力 可是 真的好疼啊 便是周立军眼角都忍不住腾出眼泪来 小钱是在一旁给他擦了擦眼泪 紧紧地拽着他的手 满宝再次调整了一下他的姿势 你力气用得不对 先缓一下 一会儿我让你吸气你就憋住 然后再用力 吻婆上去看了一眼 满宝将位置让给他 太位正吗 正 吻婆就看了一下肚子的大小 发现也不是很大 她之前来看过周立军的 知道他盆骨还行 太太别慌 你的肚子不大 太位又正 这会儿宫口打开了 一会儿就伸出来了 来 跟着我吸气 呼气 再吸气 呼气 深吸一口气 憋住 憋住 往下尘 往下用力 明明是一样的话 为什么我知道的时候 力气就用颤了 吻婆一来就对了 周立军此时正紧紧地攥着手 紧闭着嘴巴和眼睛用力 在睁开时便去看吻婆 跟着她的动作 一起在吸气 憋气 对对 就这么用劲 我都看到孩子的头了 再来 对对 用力 用力 吻婆 吻婆整个人都摇晃起来 站在床前 周立军的对面 手大幅度地做着动作 教她呼气吸气 她自己也跟着呼气吸气 然后长细口气憋住 大声叫着让她用力 满宝正正地看着 俩人合作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她之前都没怎么留意过吻婆的动作 满宝看看她 又看看周立军 下意识地想学 也跟着吻婆上下摇晃身体 让周立军憋住气候用力 一旁的小前世 目睹了全场后 默默无言 一手养大的孩子 怎么一下就变成这样了 出来了 出来了 吻婆伸手上前 捧住了孩子的脑袋 指引着她继续用力 不一会儿 整个孩子就都出来了 她手脚麻利地剪掉孩子的旗带 打了截后 转身交给周满 然后去给周立军清理 满宝打开孩子的嘴巴 确定里面没有污秽后 便小心地扶着孩子的脑袋 将它放入水中 第一次接触到水 她的小腿下意识地登了登 眼睛紧紧地闭着 小拳头攥着动了两下 满宝简单地将她洗了一下 立即有下人将强宝摊开 和她一起将孩子用柔软的布巾擦干后包好 满宝才包了一下 想起来她还没哭呢 于是又将她抱起来 拍了她屁股一下 小孩显然没想到自己会被揍 突然疼痛 忍不住张嘴哭了两声 满宝听到哭声 这才满足 将她放到墙堡里包好 满宝和小前世 也帮周立军收拾好了 满宝上去看了一下 见她情况不错 便将孩子抱给她看 你看 是个男孩 长得可真是丑 和六头他们小时候一样 孩子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放心 过不了多长时间就长好了 我们家的孩子长得都不差 你长得好 二姑也长得也好 更不会差了 这都是我爹的功劳 却不是 要论起来 应该是太祖奶奶的功劳 满宝两眼冒心性 一时算不出那到底是谁 周立军很好奇 太祖奶奶 长得很好看吗 嗯 可好看了 听老一辈的人说 我们十里八乡 当时长得最好看的 就是太祖奶奶 我们家这么穷 是怎么娶到太祖奶奶的 那时候打仗呢 乱得很 你太祖奶奶家里 遭了冰灾 跟着人流浪 到了白马关镇 你曾太祖奶奶 就用半袋麦子 把人买回来 做儿媳妇了 生了你爷爷 特别好看 后来娶了你奶奶 也很好看 那我奶奶呢 总不会是因为 我爷爷好看 就嫁给我爷爷了吧 不是 他们正相配 作为晚辈 不好说长辈们的坏话 但钱家和周家 上一辈的关系 其实不怎么好 因为钱是嫁进周家后 是真的吃了很多苦 小钱是小时候 还有出嫁后回娘家 母亲没少跟他念叨 老一辈的事 说白了 周家人的懒 是一脉相承的 真要论起勤奋了 这一辈的七个孩子 包括满宝在内的八个 和钱是一样 打骨子里勤奋的 只有周大郎 周三郎和周六郎 以及满宝 剩下的骨子里 都有洗不掉的惰性 因为周爷爷就懒 而周奶奶比周爷爷还要懒 当年张家之所以选中周家 一是因为周家当时家底还算不错 二则是因为 闺女实在是太懒了 除了长得好 就没别的优势 正巧又和周爷爷看对了眼 张家就让人去周家递换了 当年周爷爷比周四郎还懒散呢 虽然长得实在是好看 但也难说到亲事 其实说起来 周今也不好说亲事 要不是前世就是看中了他那张脸 谁愿意嫁给那么懒的人啊 小前世想起以前小时候 辜负被他父亲揍的事 不由笑了起来 低头和躺着的周立军说 现在日子好了 便是家里有懒人 他们也可以不被强逼着勤奋起来 周今后来为什么变好了 家里弟弟的活都一把抓 还不是生活所迫呀 能够一直懒懒地生存 谁愿意违背本性去勤奋上进呢 满宝对于这一点显然接触不深 还在琢磨他的太祖奶奶得多好看 才能让他的后代们一直这么好看 满宝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小脸 屋外的人一直等着呢 向明学老早就听到孩子的哭声 但许久里面都没有动静 只有细细碎碎的说话声 他整个人趴在窗户上 也没有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他也不敢问 不敢叫 生怕惊了里面的人 但这么久都没动静 向明学忍不住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有些焦急 白善竖起耳朵听了一下 若有所思起来 他沉吟片刻 忍不住冲里面喊 满宝 母子可平安吗 凑在一起说祖宗小话的三人 这才反应过来 哎哟 忘了给他们报喜了 而吻婆才将脏掉的被单等让人带出去 洗好手 过来看见他们竟然还没把孩子抱出去 立即兴奋起来 小跑着上前 我来抱 我来抱 吻婆高兴地抱着孩子出去 只在门口给他们看了一眼 然后收获红包一个 他悄悄地摸了摸 还挺厚重的 满宝和向明学说 母子平安 向明学大松一口气 这才踮起脚尖 看了一眼墙包里的孩子 红通通 皱巴巴的 看着似乎很丑 但向明学的心脏 却跟水一样柔软起来 眼睛通红地看着他 半上说不出话来 好消息 从后院传到了前院 向朝等人听说公子有儿子了 高兴地一拍大腿 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笑完又忍不住哭 他们向家就剩这么几个人了 公子是唯一的嫡之 下一代总算生了出来 他们向是 这算是有后了吧 向朝抱着脑袋痛哭起来 然后一抹眼泪 决定出去买肉 回头得让厨房夹菜 刘老夫人等人 恭喜过向明学后 便纷纷离去 将空间和时间 留给他们夫妻两个 向明学换了一身衣服进去 抱着孩子坐在周立军的身边 我给孩子取了十二个名字 男孩女孩都有 回头你选一个 之前不是选好了吗 我觉得不够好 所以我又新添了几个 我们再重新选一选 满宝和白扇手牵着手回去 夕阳已经落下 天眼见着要黑了 两人相视一眼 晚上我们出来赏月吧 明天晚上可就没有赏月的机会了 嗯 然后他们今天晚上 也没有赏月的机会 可能是被周立军 今日生产刺激的 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的日子本来就近 才入夜 刘三娘也发动了 满宝吓了一跳 又让人去把 踩走没多久的吻婆 拉了回来 然后和她一起 给刘三娘接生 刘三娘的投胎 才是他们习惯的投胎 疼了半个晚上 总算在凌晨时分 天快亮的时候 生下了一个小姑娘 小钱是抱着孙女 开心得不行 哎哟 他们这一辈 总算有个女孩了 也不知道 能不能有小姑一半的聪明 满宝回到正房 就想往床上扑 结果被白扇拉住 给直接拖到盥洗室去 我让人准备好了热水 你先洗漱 满宝就只能先泡澡 结果一泡澡 惊醒了 她穿了礼衣出来 桌子上摆了些小食 有馒头 包子和粥 白扇给她盛了一碗粥 放在她的面前 来 先吃些东西吧 然后再睡一觉 下午我们要进宫的 满宝这才想起这件重要的事 呆呆地吃着粥 就让孩子日子选得好呀 一个生在了八月十四 一个生在了八月十五 以后忘了谁的生辰 他们的生辰也不会忘记了 只是也倒霉 正赶上过中秋节 以后只怕亲朋都不太有空 给他们过生辰 都要顺带过了 所以这日子到底选得好 还是不好 满宝就睡了一觉 过了五十便醒来 然后洗漱 准备换衣服进宫去 满宝决定听从白扇的建议 就穿官袍 这会儿天不冷不热 穿官袍也正合适 倒是白扇 他打算长服进去 因为他是家属呀 对了 以后让西饼去给丽如 收拾一套新衣裳和首饰 我们去接上他一起进宫 满宝决定带周丽如 进宫去见一见世面 毕竟他将来 也是要入朝为官的 白扇硬下 转身去吩咐 满宝带着家属进宫 先绕去太医署一趟 将衣服交给周丽如 让五月给他打扮好 满宝就捧了一杯茶 坐在一旁告诉他两个大消息 昨天你姐生了 生了个儿子 周丽如惊喜地瞪大眼睛 还来不及高兴地欢呼 满宝就继续说 今天早上你大嫂也生了 生了个闺女 周丽如差点蹦起来 被五月一把暗拙 三娘子 您可不能动 头发要乱了 周丽如一脸猛地 跟着小姑上车往皇宫去 半赏才回过神 小姑 你辛苦了 还好啦 生的都还算顺利 那我明日能回家看孩子吗 那得看明是红炉寺抓不抓人了 说着话 一行人到了皇城门口 同一时间进宫的官员家眷不少 大家都在排队 白扇一身华服 腰间挂着环佩 正端坐在马上 他微微伸长了脖子往前看 就看到了阴家的马车 他就冲那边招了一下手 阴家的下人看见了 进皇城之后就避到了一旁等候 等周家的马车和护卫进来后才出来 双方前后脚的功夫往前走 高友紧抿着嘴看着 拳头紧握 一个护卫低声说 王子 你说我们打听到的消息是真的吗 大晋的皇帝连剑都不愿意见我们 他能愿意接受我们的求和 没听那人暗示吗 大晋是想要更多的贡品 这是打算冷淡我们 再抬价呢 反正先把这个好消息传回去 现在王庭那边一直在催促 而且底价是多少 也得询问王庭的意思 来钱 来钱我们也不知道 大晋这次竟如此强硬啊 我们连金银珠宝都送不出去 显然先前钉的纳贡数量 大晋不满意 必须得再提高一些 可恨此事他不能完全做主 还得千里迢迢地请示王庭 过完了中秋 两国肯定是要谈判的 他不可能拖延很长的时间 不然大晋恼羞成怒怎么办 他们倒是天高皇帝远不怕大晋 他却是人家手心里的蚂蚱呀 到了宫门口 满宝扶着白扇的手下车 看着自家的马车和马转了个弯 从另一条路上离开 便看向阴火 你竟然会进宫参加工业 父亲说我的身体好了许多 已经不去久坐 所以让我进宫看看 其实是老夫人贼心不死 一直想给阴火娶个媳妇 所以想带他出去晃游一圈 在正式的场合上告诉世人 阴火的身体好了很多 不过阴火并不想和另一个女子 以及另一个家庭有太深的牵扯 他并不适合成亲 但进宫参加工宴还是可以的 他冲白扇和周满笑了笑 这才留一起俩人的装扮来 于是更忍不住笑了 我们进宫吧 先拜见一下你宗母吧 殷老夫人也从车上下来了 满宝和白扇笑着上前行礼 周大人和白大人不比多礼 殷老夫人看着眼前这一对御人 有些羡慕 哎呀 周大人和白大人可真是郎才女貌呀 其实女才男貌也适用 反正就是很相配 很羡慕 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孙子 心中叹息 也不知道他孙子能不能找到这样的 地后对年老者和身体不好的官员 素来宽厚 因此宫门内 有不少人坐脸候着 像殷老夫人这样年纪大的 进宫后便可直接乘坐坐脸进宫去 不然这老远的路 老夫人又都是盛装 走过去就算不累趴下 也是汗淋淋的不舒服 回头冷风一吹该生病了 听老夫人坐在坐脸上 立即指着殷货也要他上来 殷货却摇了摇手 祖母 我和周满他们慢慢走就是了 您先去吧 白善就知道 他是不想和殷老夫人走在一起 老夫人放心 我们在宫里读了几年书 熟得很 一会儿就追上您了 殷老夫人就只能放弃 让坐脸先走了 他们都是提前进宫 等到宴席开始 不知道还需要多久呢 因此他们一点也不急 就慢悠悠地往前走 周立如还羡慕周满 小姑 你穿官服 可比我们轻便多了 满宝也看出来了 很是自得 这叫仙剑之名 周立如抿嘴一笑 左右张望 别看了 刘尚书一家 可能还要晚些才进宫 话音才落 周立如已经指着后面说 啊 刘焕 几人一起回头 就看到刘焕正小跑着 冲他们跑来 宫中不能喧哗 但我喊了好几声 你们怎么就是没听见 你肯定没大声讲 不然你现在还能在这儿 你还真想让我被抓呀 白二呢 他昨天下午就进宫了 所以肯定住在宫中 哪里还需要从宫门往里走啊 这一次宫宴在武德殿举行 满宝他们慢悠悠地转过去时 里面正不断地有宫女内侍端着果盘酒水等进出 此时阳光明媚 官员们懒得在殿内相磨时间 因此多站在回廊上 三两个聚在一起说话 官眷们则是去武德殿东侧的花园里游玩 有身份比较尊贵的 则是被皇后邀请进入后宫 得以先面见皇后的殊荣 满宝站在廊下思考了一下 觉得中秋不宜谈论国事 于是拉了周立如就要去东侧花园里找熟悉的小娘子们玩 结果他才转一个身 肖院正就叫住他 满宝看了眼和肖院正站在一起的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 压低了声音问刘焕 你不是说你是提前进宫的吗 怎么你祖父也进宫来了 祖父一直在皇城中忙碌好不好 昨天晚上我都睡下了 他书房还亮着灯呢 对了 我这样问你呢 你要把丽如带去前线 是啊 你去不去 满宝见肖院正又看了过来 便整理了一下官袍 小声说 等我回来再说 你先带丽如去玩 凭上他被人欺负了 满宝仰起笑脸 冲肖院正走去 白善看了一眼 和阴霍说 估计是他们太医院的公事 我们不好插手 走吧 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坐下 一会儿把二他们就会找来了 阴霍应下 左右看了看后指了一个方向 去那里吧 满宝走上前去 行礼后抬起头来 看向几位老尚书 哇 几位老大人夜里做什么去了 比我正好夜 接生了一个小孩的黑眼圈还要重 唉 我是谁都和周大人一样好命的 自陛下下定决心要亲征后 我等就没再睡过一个安稳觉 听着挺惨的 周大人也很忙的 周大医 让你罗列的担子都罗列出来了 是 十二万大军 我用了秦朝末地东征的伤亡比例做了一个数据 根据主要凭证罗列出了担子 折子一句写好了 明日就可以上交 可算出预算来 只是大致算了算 是以现在的市价算的 但我想东西买多了 若是还在承受范围内 那肯定便宜 不再承受范围的话 这个 下格肯定会有所上涨的 所以这预算我觉得我们看看就好了 钱财乃身外之物嘛 能救人性命才是有用的 和一个户部尚书说钱财乃身外之物 刘尚书定定地看了他好一会儿 然后扭头和萧远正说 既然你们不愿意把预算告诉我 那我来告诉你们户部的底线 给你们太医署的预算 绝对不能超过五百万钱 多的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萧远正不高兴了 和站在一旁的赵国公说 赵尚书 一份药材便有可能是一名士兵的命 别的能省 这东西可不能省 赵国公就看向刘尚书 那你来告诉我什么能省 是军粮能省 军马能省 还是军船能省 是将士们用的铠甲衣袍能省 还是刀枪能省 中秋之后过不了多久 天就冷了 高沟离一旦 一旦进入腊月就全是军 就算陛下多抽掉了辽东一带的胡人作战 那也是需要皮革和后衣的 冬天消耗的粮草 也要比一般时候要多 你们还真当国库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吗 为了筹措军粮和军备 刘尚书连续三天 每天只睡两个时辰 他现在看见老七 都有点忍不住脾气 更不要说对着一群 总是冲他伸手要钱的糟老头子了 简直是看到就烦 萧运正和赵国公默默地没说话 满宝也缩着脑袋站在一旁 刘尚书这才压了压脾气 这不仅是我的意思 也是魏大人的意思 我们总不能为了一场大战 耗光国库吧 陛下也同意了 才五百万钱而已 才不可能就耗光了呢 但药材和医用耗材 在军备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大头其实还是粮草和军马武器等 这一次还要加上军船 听白善说 陛下要派一路兵马从登州出发 渡过大海后进攻碑沙城 两人夜里曾经悄悄 对着记忆里的余途讨论过 只要进攻辽东城的军队顺利 双面夹击下 高沟黎必定支撑不长 我虽知道的不多 但也听说 红炉寺那边已经有人悄悄离京 去往新罗和百计 想要劝说两番国暂时放下成剑 一同攻击高沟黎 满宝此时就有点好奇地问赵国公 赵国公 您说百计那边会同意共同作战吗 谁知道呢 我听人说 百计比较倾向于高沟黎 刘尚书目光从中满的脸上扫过 又看了萧苑正一眼 见他们都没有表示反对 反而配合着转开话题 就自动认为他们是同意这个预算了 于是放下一桩心事 也跟着八卦 要我说呀 这三国的恩怨就是扯不开 老大修要说老二 那新罗也是不讲道义 这打得好好的 说好了谁占的地盘就是谁的 结果他趁着百计国内混乱 转身就抢了百计的地盘 哼 无独不丈夫 趁他病 就该要他命 抢地盘也没什么不对嘛 呸 那他守住了吗 本来大好的局势 一起使力从高沟黎那里抢地盘多好啊 就因为新罗出尔反尔 背心起义 百计这才缩回去 和他打起来的 这场战事的起因是 高沟黎兵强马撞 野心勃勃了 想把营州一带抢过去 于是开始派兵骚扰大进边关 营州那边的刺史健壮 一边组织驻军抵抗 一边悄悄地绕过高沟黎 从海上过去百计 找了百计和新罗商量道 看到没 高沟黎野心不消 又想打我们大进和你们了 大进如此强大 他尚且敢动手 更不要说对你们两个小国了 所以不如一起合作 大家一起搞死他怎么样 我从北边往南打 你们两国合作 从南往北打 南北夹击一同分了高沟黎 两国欣然答应 于是悄悄签订了合约 三方就一起动起手来 本来一切都好 高沟黎大量陈兵于大进边境 南边空虚 新罗和百计又被欺负多年 就以极快的速度往北推去 结果百计国内出现了叛乱 他们不得不抽兵回防 然后正跟高沟黎打得火热的新罗 竟然不继继续往前打了 而是回身把百计打下来的地盘给抢过去 直接把百计的人杀了 争抢地盘 因为新罗这一招回马逃 本来是盟友的两国打成了一团 百计还转而投向高沟黎 把大进和新罗出卖得一干二净 一心一意灭高沟黎的迎州刺史 得知这个消息时 气得差点吐血 最后只能和京城求援 告诉京城高沟黎又犯鞭了 您看是不是派些援军来帮帮忙 要是可以再派人往百计和新罗那里走一趟 以朝廷的名义要求他们再次合作 本来想弄个功劳 结果却是劳心劳力 白忙活了一场的迎州刺史 最近特别热衷于说高沟黎 新罗和百计的坏话 他也知道高沟黎在求和 他的态度就是不能和谈 以他多年在迎州与高沟黎 你争我斗的经验 和解基本就管用两年 还不如直接打呢 气死爷爷他了 这些国家关系太复杂 今儿个这个和那个 还要好得穿一条裤子似的 明个就刀对枪了 所以他直接问 朝廷有多大的把握 能说服新罗和百计 瓦城吧 这么高 不然陛下为何要御驾轻征呢 满宝一想也是 皇帝御驾轻征 不仅可以鼓舞士气 也是对周边藩国释放信号 大进不是你想打就能打 不想打就能撤走的地方 这一次出征 是第一次有大量太医署学生 跟随的战士 算是首例 加上有皇帝在 赵国公和刘尚书就更加在意 于是问周满 哎 你们那些学生能见些吗 其他医科的大夫 我不敢保证 但养医是不会有问题的 哦 那就好 不过 你也得派人保护好他们 我这些学生 最少也在太医署里学习了四年了 可耗费了不少心理培养 少一个就是莫大的损失 所以您得给我保护好了 嗯 没问题 对了 这一次去的学生里 有二十个女学生 照上说 你可得约束好了自己手下的将士 他们要是敢犯不该犯的错 我的刀子可不仅会拒腿看守的 还能割掉些别的东西 周大人慎言 你能不能淑女一些 我很淑女的 只是为了太医署和兵部将来的关系做铺垫 以免将来真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两步反目成仇就不好了 萧院政也正看向赵国公 用眼神迫使他做出回答 周大人 萧大人 放心 我会约束好的 我大进的将士 本就军纪掩命 不必担心 嗯 刘尚书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见他们交涉完了便说 行了 我没话与你们说了 再会吧 赵国公立即跟上去 哥俩好事地和刘尚书走在一起 别啊老刘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老刘这两天烦死兵部的人了 尤其是兵部尚书 萧院政不去凑热闹 反而把周满拉到一旁说悄悄话 预算是要多少钱的 说出来下四年 要八千六百多万呢 你怎么算的 都说了是按照前朝末地的数据算的了 不过陛下签发的兵力不及前朝的五分之一 加上伤亡的概率未必有那么高 所以用不了这么多预算 那你还照着前朝的算呢 这不是为了给他们还价的空间吗 唉 可惜刘尚书太老练奸诈了 都不等我报数 直接就限定了五百万 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这份预算是白忙活了 为了做这个 白膳还熬夜给他做数据了呢 萧院政说不出话来 满宝想起什么 扭头问 呃 院政 皇后娘娘不是在募捐吗 这笔钱应该全是给我们太医署的吧 是吗 你听谁说的 我怎么听说那是君子 毕竟皇帝御驾清征 花销会大很多 国库也不太富裕 四姑听谁说了一嘴 不管 您直接去找娘娘 让娘娘把这笔钱拨给太医署呗 说得不错 这件事就交给你吧 你是女子 一会儿公宴更好去见皇后娘娘 而且还有两位公主帮你 我等你好消息 满宝静静地看着萧院政 萧院政就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 能这多牢吧 就当是为了太医署的未来 你也说了 这次的事情做好 太医署将来再朝中 才能屹立不倒啊 对了 你不是一直想见气太医吗 我写信请她回来 气太医不在京城 满宝去求见过两次 听说是访友去了 满宝一直求而不得见 一听萧院政这么说 满宝眼睛大亮 您请了 她就会回来 放心 我请 她必回来 气太医的大孙子也该进太医署读书了 萧院政不信她不想送孩子进来 过了年就要考试 现在也应该准备起来了 萧院政决定和季太医联系联系 满宝想了想 硬下了 正好她也想问一问皇后 这次随军出征 她肯定是太医院主官 多准备点药材才安全 满宝左右看了看 没发现白膳他们 也不急 干脆就往花园里找去 看看能不能找到长玉公主 要是不能 她还得再找机会往皇后跟前凑 皇后正在面见一些年长的告命夫人 长玉陪着坐了好一会儿 实在是无聊 就给明达使眼色 明达还有目的没有达成 所以不乐意走 只当看不见 长玉没办法 只能又坐了一会儿 实在是坐不下去 再坐 她就要睡着了 于是悄悄地起身出去了 一出门 一阵风吹来 长玉才感觉精神了点 她呼出一口气 转身就要回自己的寝宫 大宫女拉住她 公主 官员告命们都差不多进来完了 一会儿娘娘就过去了 您这会儿还会寝宫 一会儿又赶不及过来了 您要是没精神 不如往武德殿那边走 和人说几句话就精神了 好吧 也不知道周满进来了没有 走 我们找周满去 满宝也在找他们呢 一路从武德殿找过来 双方在公道上碰上面 立即欢喜地冲向对方 满宝和她手拉着手 我这正要去找你呢 皇后娘娘现在做什么 你找母后做事 有大事 先前我听你说 娘娘要给我们太医署凑钱买药材 呃 是我说的吗 只听母后说 是为了这次出征的君资 你们太医署有不少人跟随 肯定有你们的份 怎么了 凑得钱多吗 不少吧 只我一人就给了八个十两的银钉 还有不少的首饰 怎么也值个七八十两的 明达给的首饰少 却给了不少的现钱 总价也有一二百两的 满宝惊喜不已 那皇宫这边要是肯把钱 都给他们太医署准备药材 和医用的器材 那说不定 比户部拨给他们的五百万钱还多呢 满宝精神一震 拉着长玉就往后宫去 我还未给娘娘请安呢 走 我们给娘娘请安去 她决定进水楼台先得月 长玉不太想 于是定了定脚 但充满力气大 直接拖着她走 快快快 别耽误了我给娘娘请安 那里都是赵国公夫人 殷家的老夫人之类的老告命 不是说的儿子就是说的孙子 我们去那里根本插不上话 这一次出征 陛下会带着殷大人 所以还是说得上话的 他们有共同语言 有长玉带着 他们直接进入大殿 大家正说得火热呢 满宝树气耳朵 就听到他们正说什么公主人心 这本是我等做的 若是为陛下和娘娘分忧 是我等之幸啊 俩人正打算悄悄地溜进去 坐在上面微笑着的皇后 将殿内的情况尽收眼底 自然也看到了偷偷摸摸的俩人 夫人们是名大义 本宫很是欣慰 恰巧周青也在这儿 周青 此事你觉得如何 才溜到一半的满宝和长玉身子一僵 长玉秉持着死到有不死平到的原则 正脱开周满的手 端庄闲静地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神的什么看法 他们刚从外面进来 根本不知道他们前头说了啥 他们能怎么看 满宝抬头微微一笑 正要耍赖 明达便也抬头微微一笑 母后 她自然是最高兴不过的了 虽说这笔钱捐出来 是用在教师们身上的 但总归他们太医署馆 她是太医 这边救人是有足够的药材用 会不高兴吗 满宝眼睛一亮 耍赖的话就咽了下去 连连点头 对对对 我很高兴的 周青是朝上的人 应该比我们这些后宅女子更了解 今年许多地方年景都不好 秋收钱 陛下就减免了好几个地方的赋税 所以国库不算风盈 昨日后宫中的嫔妃 还有皇子女们都捐了些许 钱财做君子 不是特别多 胆机少成多 多少能帮陛下和大人们 解决些小问题 对对对 比如说给我们太医署买药材 买包杂用的纱布和麻布灯 比如说娘娘和夫人们看看 便是一钱 那也能买这些药了 这可是救人性命的大功德 充满在此 先带将士们 谢过娘娘和夫人们 本来被明达公主 引着捐钱的夫人们 内心还有些不舍和不甘 此时全都消解 不错 这就是大功德的事 就和逢年过节 施州济贫一样的 而家中有人出征的老夫人 夫人们 则更是在心里念了声神仙或佛祖 只希望老天爷看在他们虔诚的份上 保佑他们平安归来 若是 此次捐出去的钱 也会用在他们的身上 虽然以他们的身份 要是真受伤不至于无药 但他们还是要在心里安慰一下自己 太医术要是有足够的钱 说不定会买更好的药 到时候真的不小心需要用药 那一百文的铜板和一文的区别 还是挺大的 这么一想 便有老夫人忍不住问 周大人 你们太医院的药准备齐全了吗 有家人出征的夫人 立即竖起耳朵听 我也曾呢 户部那头只肯给五百万的预算 但这次出征有十万将士呢 算上陛下要带走的清军 怎么也得有十二万 唉 也就是说 不算上杂役和运送物资的后勤兵 在勤信拼杀等 一人的商药钱只有四十文出头 这还是最少三个月的药钱花销呢 四十文钱 也就够抓两副止血药 而且还是最便宜的那种 要是严重一点的 一副药的价钱都不止了 其他老夫人不知道药价 但他们也不傻 要是打到寒冬腊月 三个月的时间就靠四十文的药材钱 这不是让人去送死吗 大家不由瞥了刘尚书夫人一眼 眼中有些不满 刘尚书夫人真是老老实实地坐着 祸从天上降啊 刘尚书夫人瞥了一眼周满没说话 满宝坐在一旁 心狠痒痒 特别想开口问 从昨天到现在 一共募捐了多少钱 但这么多人坐着呢 他没好意思问 虽然这个重要问题不好问 但另一个重要问题 却是可以问的 娘娘 这笔钱全部交由我们太医鼠支配吗 嗯 要是有多余的 便交给户部筹备粮草 多是不可能多的 多少他们都不嫌多呀 赵国公夫人却更关注另一个问题 周大人随军是要一直在陛下身边 还是 这就要看兵部的安排了 太医署只是辅助 入了军中自然要听军中调令的 哪怕我们已经定了政策 这事也不能告诉你们呀 这算是亲密吧 赵国公夫人却精神一震 要是兵部来安排 周满很可能要上前线 赵国公肯定也是要上前线的 娘娘 我钱不多 所以我捐十万钱 聊表心意 只希望能多救几个将士 我也捐十万钱 英老夫人可比赵国公夫人直接多了 冲着满宝笑着说 当去了辽东 我那儿子便拜托周大人了 好说好说 其他人见状 同有家人去战场的 眼也不眨地跟着捐了十万钱 其他的便是稍微少些 为了面子好看 也不会低于八万钱 满宝算了算 发现不少了 而武德殿那边还有很多人呢 满宝蠢蠢欲动 很想去武德殿走一趟 皇后似乎知道她在想什么 找了借口把大家送走后留下了她 伸手从大宫女的手上 接过一本账册递给她 这是什么 这是昨天皇室送来的钱财册子 底下新鲜的 是刚才各家认捐的钱数 你看一看总和 满宝的目光 就落在了最后的数字上 加上送上来的手势 预估的出卖价 大约有680万钱 零碎的就不说了 毕竟有些手势只是预估价 换成银钱的时候 可能多点 有可能少点 这可比户部给他们的钱还要多呢 这一笔钱不少了吧 大金币竟是大国 只是打一仗而已 皇室节衣缩时 筹错军费也就算了 若是连大臣们的奉路都搜刮 还有官决们的支粉钱 传出去 有损大金威仪 皇后的意思是到此为止 他们皇室筹军费可以是勤俭节约 但伸手和大臣们及官决们募捐 那就是国库空虚 威仪不足了 所以皇后不想周满 再把主意打到外面那些官决身上 今世在大殿的都是品级不低的老夫人和夫人们 也是与明达公主说话时话赶话赶出来的 皇后就不计较了 她瞥了明达一眼 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明儿 我会让人把收到的首饰拿出去换成银钱 到时候一并交给你们太医术 娘娘 其实是一点钱不够的 皇后微微醋眉 满宝就伸手和宫女拿了算盘 一边报药单上的药材名字 单价和大致的数量 一边给她算出来 一千一百多万钱 听着是很多 但买成药材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就不多了 更不要说满宝还具体到了病症上 一个士兵三个月下来未必只会受伤一次 也未必只会需要一次止血救治的药材 而且大量买进这部分药材 价格很可能会上涨 那药材就更缺了 虽然大进的威仪也很重要 但满宝觉得士兵的姓名更重要 他小心地提议 娘娘 若不是朝堂和他们伸手要东西 而是他们主动给的呢 就和刚才的老夫人们一样 那是因为赵国公夫人他们 关心择乱 他们有家人上前线才会如此 说是一种荣耀呢 就是 也不是谁给我们钱我们都收到 收了钱 母后再赞赏他们几句就可以了 这不就是荣耀了吗 皇后半赏说不出话来 满宝三个都眼巴巴地看着她 难得见明达和长玉 如此关心国事 皇后微微一笑 行吧 你们去做吧 不过 此时不得强求 满宝和明达立即高兴地点头 只有长玉有点猛 还得我们亲自去做吗 派几个机灵的宫女去传一传小话不就可以了 既然想让人家感受到荣耀 那身份就不能低了 我看 你们三个就挺好 你们去叫上太子妃一起 是 明达和满宝恭敬的印象 一人拉了长玉的一边直接拖下去 出了大殿 长玉就左右看了看后问 怎么做 总不能直接站在人前说 刚才赵国公夫人捐了钱 很是荣耀吧 明达直接招来一个宫女问 太子妃在何处 回公主 太子妃在伍德殿休息呢 太子妃的肚子很大了 她要不是太子妃 这会儿应该安心养胎准备生产了 但她是那就得出面 不过皇后也体贴她 所以不让她劳累 直接让她坐在伍德殿里休息 等着宫宴开就行 三人便转去伍德殿找人 太子妃正在吃葡萄 看见他们三个便招手 快来 这是京郊黄庄里送来的葡萄 最后一次了 庄子的管事说 因为今年阳光好 所以下来的葡萄呀 以往年甜一些 你们来尝尝 三人上前 一人扭了一颗吃 三人同时撕的一声 觉得好酸 一旁的宫女忍不住笑 今年的葡萄 是比去年的甜一些 但我们娘娘口中 就喜欢酸的 只不过娘娘吃着觉得甜 长玉一听 目光落在太子妃 圆鼓鼓的肚子上 我听人说 有个俗语叫酸儿辣你 大嫂这一胎还是黄孙吧 这个做不得准的 还有的人喜欢吃臭的 和苦的东西呢 那是要生什么 有道理 是谁乱编造的这些俗语 太子妃吃完了盘子里的葡萄 擦了擦手 这才问 说吧 来找我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来找嫂嫂吗 别了 你们一个两个三个 全是无事不登三宝店的主 现在外头有这么多好玩的人和东西 你们会特特地来找我 明达和满宝 长玉对视一眼 没办法 只能如实相搞 一听和皇帝亲征有关 太子妃不由郑重了些 这事 倒也不是很难 于是一行人 移到武德殿的花园里 此时 宫宴还未开 但下午太阳也不是那么烈了 因此不少人在园中闪花游玩 太子妃扶着宫女的手 顶着明达她们 慢悠悠地朝着花园里 最漂亮的一个亭子去 那里面现在摆了坐席和坐踏 不少夫人在那里说话 看到太子妃和两位公主 立即起身行礼 然后将上座让了出来 太子妃坐下后笑问 夫人们在说些什么 说些今年实兴的衣裳 哦 今年江南那边实兴的盘花 我倒觉得很好看 若是能将牡丹印在上面 那才是福利堂皇呢 是有的 只是太过繁复 一个织娘 两年都不一定能织出一匹呢 现在京城里 也只见过那么几匹 还是好些个织娘一起动手 耗费了一年时间才织出来的呢 今年供品里好似有几匹 什么几匹呀 统供就三匹 陛下全给了娘娘了 只是皇后素来主张节俭 因此全都不用 也不给女儿们用 太子妃摸了摸肚子 因为她怀着身孕 所以才赏了她一匹 剩下的两匹一直收在库房里呢 听皇后的意思 其中一匹是要送到未知府上的 另外一匹就不知道要便宜谁去了 这种好东西 皇后一般不许皇家人用事 基本上都是赏了有功之臣 特别是在公王失宠之后 要是以前 公王在皇帝给皇后之前 先抱着胳膊哭一把 皇帝能全赏了她 就是这么爱令致婚 满宝就听着他们说不了 从制造的工艺说到刺绣 从苏绣说到鼠绣 又说到鼠地今年流行的首饰样式 再说到江南那边的 然后回到了京城本地的流行样式 满宝眼都晕了 很久很久以后 话题总算扯到了这一次亲征上 满宝撑着脸在一旁听 兵点的激情都没有了 这也是梁亭里的夫人们 此时那么讨好太子妃的重要原因之一 皇帝亲征了 太子监国 这一次过后 太子的地位只会更稳固 目前他们已经看不到 谁能和太子相征了 如果是几年前 太子还没生孩子的时候 这些夫人对太子妃 也只是面上的客气 不出错而已 甚至都不太敢和她坐在一起太久 生怕家里的丈夫 父兄之类的被打成太子党 现在就没有多少顾虑了 在场的和亲征有密切关系的 除了太子妃就是中满了